还就属于有点极端的 要么就是像上一周一样那么的C 要么就跟前段时间一样那么的迷茫一样的 就是总是会在要么上要么下 不会在中间段 人类也是看一下这次正面对决 乃琪能不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我们也是来到了双方的第一场对决 第一局的话前三班 班还挺快的 青鸡化金加豆子 豆子也班掉了 那反手耶斯基这边的话 是虫师加上大蛇 大蛇其实现在很多队伍都会放啊 但是耶斯基手里好像还是 比较希望伟大的能拿到 而不希望自己家要去处理大蛇 对 在后手方面肯定大蛇还是 更多的是放在班位上 探植狼也没了 探植狼 那这样的话打野位基本上没有做限制啊 对 打野全放了 而且化金还搬了 先抢一手匣子 是的 现在辅助位限制的有点多啊 搬了三个 对 那可能比较好用的软辅的话 天底下还在啊 那其他的位置的话 可能要考虑一些功能型或者是偏硬服的辅助了 对 那近期来说 凤凰火包括说焦图都有登场了 嗯 特别是凤凰火 其实配妖狐那个体系 很多队伍都在用 并且快攻的效果打的是真的不错 打一下耶斯基后手 要不要把辅助也给定一下 不然的话后面好敲的辅助也不好多了 是 包括说打野的位置现在还很多啊 双锋也可以去比较主动的选一个点 其实我们之前看到双锋这边的话 他玩节奏型打野其实玩的不算多 更多的还是 哦 这边的话 凤凰黎 加上一个孔莎娜抢现拳 就是在很多队伍里面 凤凰的这个位置可能是有一些摇摆的 但是最近来看的话 凤凰在上路的这个出场几率啊 基本上就是非常满定在那了 对 这凤凰近亲的风品也是有好转 嗯 这个自从九次良的百分百分之类没了以后 凤凰好像成了能去单挑九次良的点了 哎 这个时候要Q一个人啊 阿斯特点钉 呃 没事 他他过他下面就要登场了 对 确实确实 狸猫加严谋 哦 这个下路组合选的还蛮凶呢 是的 呃 严谋加上一个匣子的话 目前对线来看 YESG这边很少能拿出 预知抗衡的一个失神组合了 嗯 因为化金也被搬掉了 而且是ZGS先手自己搬的 他们这打野位 怕不是要选个爆发了 是的 那YESG看一下最后一首 这个位置怎么选啊 呃 其实感觉凤叉也就是 Venix这边 对 大家现在都叫凤叉啊 我也是问了一下 就是YESG这边队员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他们他们就是说 因为是iPhone 就是这个名字很像iPhone吧 iPhone叉 他这个名字是凤凰的意思 对对 又是凤凰的意思 所以是凤叉 啊 清新灯 呃 算是利用手长这个点 稍微的去counter一下线上队研磨的压制吧 嗯 不知道能不能队上线啊 这局因为上路选的是一个风鲤 其实也不是很好抗压 对 所以YESG必须要考虑就是说 我如果不抗压这场队线的话 下路的线权是要保证的 搬掉一手 千鸡 那这样的话千鸡加千鸡都在班围上的 中路想抢线权有点难了 嗯 第十天待会儿可能也要迟到班的 因为最近的话Macky的第十天表现很好 首先是扛抓 其次的话团战里比较好去打出高额的伤害 没错 柴在近期发挥最好的三个世神 一个是安娜被抢了 一个千鸡在班围上 就剩一个第十天了 确实是啊 待会儿非常有可能再上班围的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CGDX怎么应对啊 这边后两手的班围在犹豫 这手应该还是要 对于打野位上面限制一下吧 你的辅助位上面其实只有一个焦图 加上一个天井架了 嗯 选择性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确实 你让这个青鸡灯去配一个硬斧的话 其实线上的能力并没有这么强 那还是搬了一个黄火 这是第一堆萌妹个人的去搬了 对 算是一个针对搬 而且也是考虑到上路对方选了个风鲤嘛 算是上和 那下路的话有可能补充一个开团点啊 这个考量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对 目前来说的话 第十天上班 颜思锡这边确实这三手出来 缺一个稳定先手控 你的风鲤也好或安娜也好 其实都带有点抽奖的概率 对的 包括说你的青鸡灯 如果大招先放的话 也更多的是用来限制一个走位 而不是真正的开团 所以这手要笃定的话 可能搬一个转线快的 现在的话风鲤 单带点来说的话 压力确实不是很大 VTS这边应该是要拿一个野盒出来 去打单带啊 不然的话这个单带 离猫是打不了这个风鲤的单带线啊 确实 不过耶斯基现在既然搬位这么给了 那可能不是特别怕森林的那一首夜叉 对 这夜叉说起来了 上次有机会选夜叉 森林都没选夜叉 没选啊 我记得是选了银石作为一个替代 对 就是感觉应该是 还是有后手的准备的 搬掉一个天井家 还是搬软斧 你就只放出一个交图 对 那这首交图也不急着选啊 如果你选择像夜叉这一类高位移的式神 我再去选一个这个交图就好了 小秀应该最近所有的打野选手应该都比较熟悉 对 真的是 这个这个竞速上面1分32秒 1分35秒 我看真的是卷得很严重啊 就为了那个几秒钟的时间啊 就是打了好多素材 是的 也是可以决定一下前中期的一个打野的节奏 对对对 这个打野的节奏上面进去应该都比较顺当 16股的话 打野再选一个 看看 那点还是要选的吧 银石夜叉目前都没被限制 那选了一个夜叉 那这边的话 在辅助位肯定想选一个能限制夜叉位移的了 这首限制位移 那只有交图可能说 但交图也不是稳定能控的 对 交图或者是硬服吧 都可以 硬服的话 豆子也上班了 反制效果 在犹豫 好像也不是很多能反制到夜叉的进场 是的 交图的话 那个墙就是比较熟练会打交图的夜叉 一般是等你的墙放完之后 我再找位置进场 对 山兔 那其实没怎么想着去限制了 就考虑说你礼貌进场 我给一个防守反击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山兔被动的那个加速 配合轻型灯的墙的加速 走一个ESG的一个快攻流 对 还是想转线更顺当一点 那这一局的话 ESG应该是反手为攻吧 因为他们确实这个整体阵容搭配来说 前面也说的 他圈一个先手后 你怎么能说 每次都用山兔的大招打先手 有点困难的 嗯 这更多的还是希望 让ZDS能够把狸猫作为诱饵 骗进来过后 然后冲散阵型 利用山兔打反之大 是的 而且ESG现在想法估计就是 我不跟你拖到大后期 打那种成5v5的阵地战 我就在前期小资源团 跟你去打一个强弱式的对比 是的 包括说我用更多的一个转线速度 来拆你的塔 这其实是ESG在今年 在这个赛季初期最爱的一种打法 对 因为他们原来是圆节神 打这种转线的跑突流 现在的话 圆节神大家体系都懂的情况下 就用山兔这种 能加一速的做一个平替了 是的 并且圆节神的话 现在虽然能拉人 但是由于一个是低着脸 他的一个加速 包括说很多的一个队伍 已经开始喜欢选一个 偏一速流的这个阵容了 所以我们之前看到 我记得也是ESG 跟阿泽打的那一场 他们选择圆节神的情况下 那个转线的效果 并不如以前那么好 因为当你的圆节神 把人拉过来的时候 对方其实也差不多 跑到点了 对 基本上就是 这种炮的都属于 刚开始可能 大家没有防备 后面慢慢都有 这个戒备辛苦后 就很容易去做一个防守了 不过这一局 从阵容来看的话 确实对于下半区 中立资源不能说盛气楼 还是地震脸 三个里面有两个 都是很关键的 是的 这对于ZGS这局换不换线是一个考虑 但他们拿出狸猫的话 应该是想着吃狸猫的红利的 换线红利 但如果没有换成线 这个对线上面 就得看研磨前几集的一个站位了 从这几场来看的话 从上周到这周 花油状态是在回暖的 但是就是站位还是有时候会比较激进 会给对方找到缺了一个破绽口的 是的 包括说Matty这一局敢选出16股 这种强推线 而且要去支援的选择的话 我相信他今天应该是做好了 要跟着Horace的一起去跑的准备了 虽然目前已经来到 ZGDFZNESD的第一局 我是本长姐说一毛 大家好 我是桑鼠 非常期待了这一小军的一个胜数关系 很有可能就决定了之后 前四的一个排名的变动 对 不过说实话 这种才会时隔一周多 在把这个16股套再说我没有想到 因为柴当时的16股基本上都是上到搞笑积极 就被钉上了直入柱 这个他能掏出来也是我是没有想到的 其实我觉得16股改版之后啊 传队友这件事真不能唇怪他 不要往16股面前站就好了 这有的时候确实打起来的时候 是分不清脚底下的这个圈是一个关键点 确实啊 那DX的话确实是选择 让狸猫去注定一个抗压 选出狸猫肯定要吃红利 但这样的话下半也缺能不能守住啊 感觉是有 三连要走来要走要走 罗产出发 哎双部没想交的 降服也没交出来回血 这波其实队友已经很近了 有点侥幸的心理 对对对对 有点想省技能 对那这一波的话 那就是大意识荆州了 人头还是给到清醒灯啊 佛瑞斯的可能是这么想的 就是这边呢一个顺步如果交掉的话 不止下也吃不到 上也有可能要被反 所以他考虑的是我索性不交啊 直接死 侥幸如果逃掉的话 上半也去至少能保住 对那这个的话就是 都没有做成的情况下 这些技能就很赚了 他本身单线打一个离猫 压力没有那么大的 是的 哇 小秀看要不要入下上半也去 还是说往中路赶一波 对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双方的选择 应该是奔制双达摩似的 出时之一 所以说对于兵线上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是的 两两混线还可以 对两两来说也还能接受吧 嗯 一个人头 其实心灵灯对他压力不会这么大 两两说 这好像压力不太对劲 哈哈这好像 有点难受 对对对 好在于小秀是没起杀心的 他其实如果刚才清完下一小野过后 直接往后一段 你就没机会的 是的 一波安娜 想赶下一波节奏 先回去回一波状态 而卡塔纳这边的话 虽然用一个风铃在抗压 但是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 毕竟队友这边几个线上 都是有优势的 对 要看夜叉怎么去做事情了 可以看到伟大的前面是 清完兵线回直线过后 直接回家 这样的话 能满状态赶到上路去帮帮顶线 是的 中路的线的话 双方过来回一下 那这个时候 Vorst可以小清一个野怪 算是止损了 对 他野区 确实是小秀没有怎么去做入侵的 对 就也是吃了他下半区的一个小野怪嘛 对 只是说在达末蛋方面的话 确实两个达末蛋都没有机会去看了 没错 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 SG第一局手感包括配合打得更好一点 下半区的话 也可以看到麦克也是过来帮忙顶下线了 看接下来 是不是把狸猫掉到中线 还是说十六股回中 这也是近期 ZGS是一直有在做种转线的方式 看来是一起回中啊 啊 那 哎 卡特娜这段话也是三人吃中线 这波风铃手里有劲 传过来也杀不了 刮二摩一 给三过后 挂了四孔 这波还要出事啊 这波怎么办 我太远了 想打双方交顺步拉开 好在于 这波双方到六可以赶过来支援的 那这样来的话没出事 没出事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卡特娜这边紧紧交了一个顺步啊 完全可以接受啊 而且 呃 菲尼克斯这边的话趁机也是把下塔拔了不少 踢两脚直接把齐青的顺步打得够跟顺 摸两脚破绽挂三 帮环套到了 刷下来过后给二 再给个一技能 直接是人头拿下 是的 小修一杠零了 这波齐青没办法 因为顺步的话 拉开升局先交了 后续那个套环他锁不过了 就交的匣子已经是很及时的交 再被踢到第一脚过后就交了 但后续小修还是多段位移 确实是有点头疼 是的 那么仅仅是四分钟不到的时间 呃 ESG这边确实转的比较大啊 已经有一千左右的经济优势了 是的 而且下塔 镜像的一塔的塔皮来看 青灯这边也是吃得很饱 只有最后一格血了 而上塔这边那个血量保存的 还是比较完整的 对 这也是因为伟大的三级轮那波 去顶线点得很成功 是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吧 就是咱们每天的第一场比赛啊 很看选手生物中 对 来了 先看一下这波 第一脚两打手里是有大招跟顺步的 先把顺步交了 那么下半区的一个资源的话 确实ZGDX也没有什么资格去看啊 现在Forest因为前中期的一个野心的失礼 所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弥补一下自己的一个刷眼 而且炎魔也是要往中后拖嘛 是 所以说现在ZGDX还是先刷吧 把节奏稍微稳下来 是的 前期节奏其实只有Mack一个人可以带 但是纯靠一个16斧的话肯定是无回天之力的 对 上塔 现在去强逼冰线已经有点晚了 因为中路安娜已经开始冻起来了 双风手里的话还有烟火的buff 而且是个加速感觉下塔放了吧 看一下准备破哪座塔 会不会想省着给中路用 有可能 因为第一时间小秀也没选择去直接逼塔 而是先拿达不达视野的 是的 那这一会儿趁着卡塔娜还没来 把中塔拔掉半血 下塔给了 然后这个buff还是留在中路的 是的 那下路这边 倒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5分20秒左右 凉凉真的就是只能挨揍 现在没有人跟李猫配合 导致李猫这个点吃线也吃不了特别多 让夜叉来吃嘛 又害怕被小时候给骚扰的 一个是也没有到6分钟啊 还不能在一起吃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看过太多那个坦边 然后不吃经济 到中后期没用的一个例子了 所以还是一定要让李猫啊 谢继这一类的世神稍微吃一些 这个局势在bp的时候也说到 ESG利用像山兔跟清晶灯的双加速 可以在很快的进行一个 上下的换线跟跑图 是的 并且的话下塔没破之前 其实他们的转线还没有那么顺利啊 来了 Pose bar 感觉要骑琴手里 匣子有顺步跟盾手的 反手先给个盾手 摩大 位置不太好要撤吧 这波已经把匣子双离中全部骗出来了 基本上目的达到了 是的 还好只有起停是教的技能啊 那炎波这边的话还是能守的 现在ESG这两分钟 其实有点把节奏在往缓的方向走 因为确实ZGS在前几分钟 没有打好一个拉扯 导致他们现在有点不太敢去接团 没错 而ESG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在等下一个叶元火的刷新啊 是的 等出来之后 你如果ZGDX愿意给我接团 那我最开心了 来了挂三 大招要交 先把两两的大招打出来 并且打残 那还好有三十几秒的一个时间 才刷叶元火 下一波看一下两两的大招 应该是快要撞好的一个时间 我刚才第一个烟火的buff 好像是没有用出来的 时间是脱掉的 对 应该是没有用的 因为中塔的血量 包括上塔的血量 目前ZGDX这边保存的都挺好的 看这波的话 换线过来清晶灯4400的经济 再加上有一个处理之一 他这个经济 现在花油很难去跟他抗衡 是的 我看一下这波 卡特纳已经提早神行到上半区了 这条燕元火势灾必得 ZGDX大概率是不会跟他们竞争的 比他都在下半区收线了 他现在来不了 这就给了吧 先把线收的 把上线带过去 省得等我万一 哎 反正抓二 哎 这波没顺的 得走吧 浮出也不能这么浪呀 基金 哇 这有点无视了对方 目前的一个输出啊 有点贪了 就是感觉今天ZGDX 第一局状态 感觉是有一点侥幸 都暴流了点侥幸的心 就感觉对方不会提前看 那这样画右脚浮出加顺步拉开 反手刮二大招 一套直接又把炎魔给带走了 反送 响手 哎 麦奇就一个人 还好兵清掉了 大招流一下双峰 哇 恐怖降临挂一盆火 人头是给到了麦奇 这波的配合也是缓解了一下节奏差 哇 但这个伤态真的好高啊 正部再挂上束魂A一下 人头又给到了菲尼克斯 中塔也是同一时间倒掉 梁梁梁这个声音下来 感觉人要捐在这里 还好有匣子救一手 好在匣子赶过来吞了一下 再推 能推到吗 还好没推到梁梁 挂一过后要走了 交顺步又走 目前给到DGS的画面 基本上是属于被ESG追着打的 是的 挺难受的 把三再推 还好第一时间的话 森林是有位移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是的 这波森林是拆了一个下一塔的 但是反向的ESG 这边是收了对方的中一塔跟上一塔 一座塔换了两座塔 总的来看的话 ESG这边还是赚的非常大 前面在BP也说了 这一局下半区的中立资源是很关键的 但是感觉 ZGDX目前的这个局势 确实是只能全让 有点难受啊 已经9分钟的时间了 现在目前的话 场上的资源 只有一座下一塔 是让ZGDX有拿到 其他所有的资源 都是林峰对面的 9分钟2300的经济差 而且还都是在关键的双C位身上 嗯 ESG这个阵容爆发太高了 你即使说拖到一个比较中后期的情况的话 CGDX这边也不见得有多好打 不过两两这边的经济 倒也是可以让出来 因为可以看到森林其实6000亿的经济是比小秀高的 嗯 吃的是挺多的 哎 保一下自己家下半野区吧 目前来说 ESG肯定是想把这个时间拖到大石刷新的 20秒的时间 绰绰有余把兵线带过去了 是的 不过这一波的话 DX肯定是不能让蛇的啊 必须把下路的一个兵线部署好之后 在蛇附近去做一个饰演 14级的夜叉 等级确实是全场领跑 跟青行灯一个等级 对 但是青行灯目前的对位经济确实高太多了 高了将近2000块啊 这个经济 待会儿接团的时候 其实眼魔是有一点扛不住的 哎呦 假摸 还是想把ZGDX的人逼过来 把视角逼了 毕竟的上半区已经是把限加了二塔位置 黄金正海放生了 走了 森林这个地方不能被消耗太惨 否则回去补状态时间中塔就要守不住的 是的 不过这桌下二塔怎么办 好像 好像 得撤得撤 夜叉也只能看一眼 是 又来到了ESG最熟悉的这种片的环节 哎 反手三段了 怎么挂一架大一架 上当了森林 再挂二吸魂灯吸一口两两死蟹加顺步走 这波塔是保住人美了 中塔不一定了呀 是的 中塔要掉 而且下路再一小波线 就能直接把下二也拿掉呀 哇 这波森林倒下 损失有点大 这个高地不好守 要看ESG有没有起决心来 要起杀星要上这个高地 你好像不太好守这个高 呦 这个吸魂灯加摸A一下 两两这个状态 4700都扛不住 轻行灯本身就是一个滚雪球能力非常强的士神啊 那现在拿到了7.6k的一个经济啊 远远的领跑时间线 这个时间 你不是第一时间把它处理掉的话 团战没得打 牙子强行要去压魅惑有点难吧 这个状态两脚自己残了 蛇的视野看不了 森林手里确实是有相符 但是下半区视野一露 这蛇应该是放吧 应该是分打了 这就没必要往前走吧 石榴谷跟你两个人好像没什么资格往里面走 得撤 蛇的话ese稳定了 但是后排的话 两两已经到败起 叫手不拉开 石榴谷想进场留人 侧翼森林两套爆发 把清新灯的大招骗出来 但是效果一般 口不叫你打两个 不出敌仙可能很宽 那两两撞的很残 还有先收掉一个上路的卡塔纳 森林还想进场就有点进不去了 是的 这波拉扯团 随机那个词这边打得还不错啊 是趁乱收掉了卡塔纳的人头 而且自己家的残血也被起情顺利的吞掉了 那第一时间的话 在椰斯基这边拿到了蛇 但是少了一个人 看一下手间森林的进场位置还不错啊 其次的话 确实挟着这波是立功了 吞得很好 两边射手位的浮厨 其实交的都很及时 否则的话很有可能都会被留下来 而且这个时间点 DX这边的阵容啊 感觉Macky的一个输出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毕竟对他们来说经济还是一个中期 没有到后期 十六鼓现在经济对位安娜还是高一点 提一讲 还有一讲摸破绽 再提一讲手里有大招的 走吗 顺步跟上摸一脚 还要再一下大招 刷下来过后花油好像跑不了 手里顺步赶紧走吧 三包低 给上一个束魂 但是黄泉震放身过后挂1 顺也没跟上 还有魏伊 打招再跑双风还没到一 魂再跟 三进了还差两秒 这波不追了 下路高地没了 对方是两个低震点跑得太快了呀 是的 这一波的话 利用一个小秀吸引了三个人的集体火力 还把下路高地拆了 兵不选任的拆掉 在没有什么开团点的情况下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了双风那个跑速啊 真夸张 有点夸张 这真的是开着摩托啊 银石骑个小摩托 小秀是骑着银石的摩托跑了的 这波 这两条地震点 现在的话第三条地震点也要到手了 是 传送的话直接规避开 3D正点加下路一路高地的加持 现在ZDS的局面有点难啊 研磨的经济才7500 呃 不能说没有战斗力 但现在的战斗力确实是聊胜于无吧 是的 不高真不高 爆发太高了 还有个安娜会不停的骚扰你的守卫 但些花呦没什么难的 这波看要升位的 安娜大招起手 上趴也很难跑啊 换一趟 直接把上拉给了 风铃反腿飞到花呦给一手 这一波的相扶 给了一个扶出 过后差二 哇三空要走 这波肯定要走了 轻易的反手大招换了三个 在摩托过后礼貌献美 风铃反腿再找到匣子 只有一个花呦 背靠于自己的大衣门口 走不住了呀 五个人的卫红之下 恭喜SG拿下第一局的胜利 恭喜他们 目前逼分1比0 这一局就是从开局 就能感觉出 ZGS今天第一局的手感的状态 没有那么好吧 是的 就是刚才说到一半嘛 我感觉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生物中 那DX的话 今天好像在化妆间的时候 就是确实有一些选手 好像还没有到他们最亢奋的那个点 就还没到点 对 所以的话我们也是要看一下接下来 这一局有没有把大家打醒啊 对 下一局的发挥会怎么样 就一般情况下 第一局都是 就不论说是积分情况 就对于两支队我而言都算是试水 因为先试一下双方今天的状态 而是试一下近期的训练赛成果如何 那第一局来看的话 SG展现出来就是配合也好 包括进攻的点和执行力来看 确实要比ZDS要高了不少 从DP上面的话 也说了在后两手当中 考虑到了夜叉 但是16股这点也是因为 自己的三个 这个三班府吧 相当于都被搬上了班位过后 拿出了一个16股 想去跟ESG进行一个 前中的一个跑图支援 但是最后一手 对方补出了一个山土 再加上地震点 拿的比较多的情况下 跑图明显可以看出来 ESG更快一点 是的 这局确实ESG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看一下 在数据的情况 14分钟的时间还挺短的 这一局啊 11-2的一个人头比啊 经济的话 最后也是差到了7000左右 6000多 这个对于14分钟来说 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一个经济差了 是的 从这个伤害来看的话 Phoenix一个人的伤害 3万1啊 嗯 差不多底的 上对方双C了 是的 他太顺了 应该开局不到一分钟 出事之一 下塔在三分半 四分钟的时候就拆掉了 然后又去上路吃了一个 蛮蟹塔 他吃的太肥了 而且团队也都是一直围绕着清醒灯在做事情 是的 我们看一下本局比赛的MVP给到的 果然是Phoenix啊 玩到了一个清醒灯 603的数据 参战率高达82% 上海战比有32%啊 那整体来看成长也很少 百分之16 嗯 基本上这一局清醒灯就是 我指哪队友打哪 就真的是一打一个准 ZDES因为前半段一插的野区 也没有 虽然说没有受损 但是因为阵亡了 导致于他刷也其实比小秋慢了 然后他要去吃一个 两两这边的交替下来的一个边路线 但是这个吃线的时候 ES就一直在压视也导致于 正面打不了团了 是的 塔掉太多了 是的 好的那我们也是看一下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报 而且传送也给到了很到位了 是的 看一下第二局ZGDS 依旧选择在先手方 要看一下前三班会不会发生变化 上一局从BP来说的话 问题不是很大 呃 也可以看出来16股 迈克尼近期也确实应该是精进了 这个世神的熟练度 但是还是在节奏上面 从野区辐射到线上这一点 确实是对于整体团队的士气 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 那前面的六个班位 以及第一个选位的话 其实跟上一局是一模一样的 嗯 那咱们看一下后续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吧 还是会风力加上安娜 跟上一局一样的选择 我觉得可以再来一遍 对 对SG来说无所谓啊 我上一局确实整个快攻体系是打起来了 对 炎魔 还是礼貌 还是礼貌 小秀 因为那要不就再来一局一模一样 这局我看过 对 这局BP我看过 哎 这边觉得我 输上一局是因为开局没打好 对 确实那个开局侥幸 确定留了灵咒跟降服确实是比较尴尬 是的 看一下后续会不会选一样的一个选择 SG的第四首班位 怎么给还是千计班掉 应该是 那再下一首是第十天 应该是不变 那这样的话 反手风王虎 再是一个千计一下 就是如果说要一模一样嘛 复刻一下也不是不行 从上局来说 BP上面两边 其实 针对点 包括关键的十七点也不同 是 不过七点灯这个点 其实ZGDX是可以考虑去限制一下的 上一局 给到的 不管是压线的一个能力也好 还是前中期的那些资源团的能力也好 都是压力有点太大了 傀儡师 搬傀儡师了 傀儡师 最近其实ESG还挺少用的 嗯 ESG除了他们最初用傀儡师那段时间用很多 后来可能是因为大家也都会了 他们就不用这个套路了 并且在目前这个版本的话 傀儡师他虽然对线的一个消耗能力还是很强 但是一旦到一个中后期的话 还挺疲软 对 不像你轻情跟啊 虽然说也是一个前中期试神 但到后期他的伤害还是很能打的 对 这一首 ESG考虑的这么久是有点意外的 第一天应该还是要稳上班吧 这个点不太能放 搬傀儡师放疯狂火出来了 疯狂火还是班了 天井下出来 天井下给了 清灯加天井下 也挺强势的压线 是 而且也不一定会选啊 可能还是去选择一个山路 走一个双加速流 我觉得上一局ESG的整体的执行 包括针对的点都很到位 他们应该阵容不会发生变化的 反倒是ZGDS这局 确实也只有十六股放在外面了 还是十六股加夜叉 一样的阵容 那ESG这边这个山兔会不会选出来 应该还是山兔的 因为他们上一局是赢的嘛 赢的这一方 他是没有必要去辨证的 对 不过上一局ESG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正好双加速比这年 然后又配合他们的双加速比 其实整个阵容 包括说整个的一个场面的一个信息 都是比较对他们有利的 是的 上一局从开始就野区开始裂开了嘛 导致于整体的线上就是竞争压力 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了 这一局如果说野区没有被反 或者说没有像上一局一样一样 给到清晶灯出事之一的话 看一下能不能有别的打法出来吧 是 并且DX既然这套阵容一模一样的 又拿了一遍 说明他们这套阵容在训练赛里面 应该是比较有成效的 嗯 当然他们也可能是确实是认为 上一局我们只是试试睡 这一局才是真正的睡 真真了睡醒了 是的 并且的话我觉得这个夜叉 拿的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ESG整个阵容 是全部拿出来之后 他才去补个夜叉 对 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一个试试 是可以限制夜叉进场的 不管是辅助位的一些硬控 或者说是焦土也好 都没选出来 上路的像螃蟹这些的试试 也都是没有选出来 所以的话是没有什么试试 可以限制到夜叉的一个 进场位置 去切C位的位置 上一局感觉DX这边 大家大多数都在神游 就是在一些看似肌肉计 都在用肌肉计 在打这个游戏 导致于他们上一局 其实有很多失误点 都是摆饭的一个毛病 这一局的话 阵容是相同情况下 应该是把状态转回来了 想看来说再来一局 毕竟的话也说的 目前的话积分 他们是有机会影响于 前四的排名的 而且的话前八是不用担心的 对 都是稳前八一定会出现的一个分数 是的 所以说这局更多的 应该还是想把手感跟状态保持一下 那么目前一来到ESD 对阵ZGDES的第二局 目前ESD1比0领先 我是分枪解说一方 大家好我是唐鼠文 看一下这一局 ZGDES会不会及时的受制调整 把状态给找回来啊 现在就是走到了一个悬崖边 如果这局ZGDES稳定拿下来 那么他们可能会从其他边 往回乐一点 如果没有 那可能碰你就下去了 是的 所以像Forest也好双锋也好 他们之前都是玩偏刷的 这一类的士神更强势一点的 是的 那现在突然转到一个节奏型的话 其实不管是双锋还是Forest 他们线上的一个四包二啊 或者说强抓人 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他们更愿意去拿一个中立资源 逼团战 因为吃得饱才有打架的能力 是的 看来这局的分路情况 应该还是要换线的 方逸琳也是偏看一下 对方中路的几人有几个 那开局的话 依然是跟上一局一样的分路 只不过是 ESG没有继续去住进下半区了 这波肯定是不会再上当了 ZDS肯定也是吃一线长一只 应该让他下半区多少人 太多了 就都抱在一起了 四个人帮忙打野 但是把线换回来了 虚晃一枪 呃 那这样狸猫 跟风鲤对线的 不是风鲤很吃香 你先上 你再怎么样 你也最多是五五的一个局面 是的 李猫这边还是要抗压的 就看下半区 先上线二小组 能不能先把 在那个四这边押回塔前吧 毕竟前面 山土还是在中路的 麦体现在非常积极的在抢个等级啊 压血线压的也很凶 是的 双野起开 抢下时间线 练杀要看这波 拉脱了 瘦雅 今天就是森林感觉 手感上面 森林里的野怪都在跟我作对啊 野怪都变成黑森了都 对 野怪全是黑森 不过 好在于下半区 确实是双人走爱拿到献圈 这波刮耳摸山 打一套过后 二技能推一手 嗯 这波其实麦体非常有仙剑之名的 先回了一波 把冰线推过去之后 回了一波加啊 所以雪线是补满的 并不是很怕 小秀过来抓 而且刚才也是把灵柱晋能交了 嗯 所以说没有什么威胁 下路这边的话啊 一旦正常对上线的话 确实研磨加上一个匣子的组合 还是太强势了 没有什么组合能跟他们俩靠狠 我还是匣子这个点 前期压线能力有点猛 是的 从路夜叉拿完了山达木蛋 然后过来帮忙解压线 是的这局的话 开局ZGDX 已经有小几百块钱的精细优势了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是的 上路的话 狸猫跟风铃五五开的局面 狸猫也比较舒服 嗯 这样的话如果团队下半区 中下半段 没有出什么节奏问题的话 他能弥补前半段 比较穷的这个尴尬点 是 能吃的肥一点 以前双风是一个非常喜欢 帮刀哥抓的一个人啊 一个选手啊 但是最近的话就吃野怪太忙了 别说了别说了 来了来了来了 哈哈哈二过后一技能躲一手 手里还有松破 但这波好像顺的有点晚了 后手再跟顺 不为初始至一给到了卡达纳 是的不错的一个 拳头啊 那这波的话波瑞斯过来也没用啊 两个人全是满血 只能看一看兵线了 还可以这波没有帮忙把这线吃了 应该还是想三零三吃了 对 因为一起吃的话 打也是分的比较少 是的 这波看下下半区要卡线 四级再卡这个线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必要了 消耗一下吧 中路的话这两波 其实可以看到 麦克因为有夜叉帮忙了一波 所以说他现在的经济 包括节奏都会来得更快一点 其实我觉得双峰哈 他也不是爱帮刀割刷 他就是爱去上路 就算自己的下路双人组在上路 他也是往那个方向抓的 就是他的 拉上半区 上下里面只有上没有下 是的 林猫现在也能接受吧 虽然说阵亡一直 但是把对方的顺步也打转 小秀没有顺步 也是一个信号点 想动人的话 只要手里的林作基的捏得死 也不好抓 麦克这一局的话 做的也还是不错 中路没出过什么问题 而且一直有压着维扎的去打 夜远火依旧是夜叉这边先动 这局刷的还是逼着你 是 并且夜远火刚刷就动了 这就意味着 夜叉既还有机会 再去看下半区的这个野怪了 逼着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说夜远火的buff也是给的加速 这局开局 从中立资源给的buff是一模一样 又是加速解满 加速的一天 看一下这局可以看到 ESG已经是往下半区靠的 而且匣子其实是看到了 对方中野的动向 方依林 这局的话 因为是一个正常对线 所以下半区的这个资源 其实不太好动的 反正需要僵持一段时间 下路 四个人全部到了一个六级 中路线的话 16股现在确实拿的会更稳一点 而且他等级经济都有优势 那看怎么去打一个ZDS边的中野联动吧 三明现在的经济跟双风持平吧 下一个下一刷 看要不要往下半区动一波手 刀哥今天好稳啊 一直把线是放进来吃的啊 从来不出去消耗凉凉 踢一脚 又是双风先动 这边的话 敌心没有视野的 这里能看到的 赶过来看到小秀 小秀走了 他手里有烟火的bub 他跑来挺快的 这波可能是要 踢一下降服了呀 感觉是要震动啊 踢一脚 狸猫也来了 艾大要清线 是的 像大招也交了 这波撤了 感觉ES也得走 传送过来想留后排的人 马克勇搬血 伤害很高 手里变出大招 脚声不拉开过后 ZDS也是顺利的拿下了第一个地震链 这个地震链拿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看去波能不能蹲到远 两点是很危险 大招要不要交 大招打断后续三技能挂上 过后摸A 在手里有双波 匣子一口吞 好吞 保住过卡汤的大招的位置 只有花优在中间 所以在刮二锅后 这一边的菲尼克斯被分割战场了 前面第一时间刮三锅两个不出刮手 还要出胜 双波拉开 第一间脱离了青灯的大招范围 是的 而且一个残血逃生的Meki的话 也是被双波给追上了 那这样的话 只有Meki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是的 16股阵亡过后 这个中塔好像就不太好守了 烟火的buff也要用掉 快手挂三 留到两人 正面七秦 是不是位置有点太远了 把顺步打出来了 还有兵啊 放了吧 状态都很惨 卡塔塔塔可以往前里删除 第二个大招都交了 差不多了 大招都交了 也该把这个塔交出去了 是的 那这波的话 ZZX是用一个地震碾 换了自己家 给对方的一个人头 以及做中塔 那这样一看的话 ESG后续的处理 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并不吃亏 对 这一波主要也是ZDS主动想打这个团 因为地震碾拿完过后 他们是追击的 是可以走的 对 他们瘫了想打 结果后续自己的阵型 被安娜的三技能捆到了 花油 哎 前面的朋友大招挂 一摸一手工 自己要被晕住 好在有齐琴的一口吞啊 这口吞来得太及时了 对 齐琴这两口吞都非常的及时啊 刚刚那波团战里面 也是全靠他的吞 才少损失了一个人头 这一波省下来要守一下下路的一塔 mike下来过后 ESG现在也不是很急的不要去推塔了 因为你中塔已经被推了 双核道视野本身就好战了 嗯 小修现在可以做事情了 上下一塔的话 其实要看ESG什么时候 几手去发起一波进攻啊 现在的话上半区看一下夜圆火又要刷新了 这个地方收线卡丹那4200的经济 威胁到不大 反而有可能能把夜叉一套秒的 预判好身位的话 是的 夜叉这边还是需要再吃一会儿的 好像现在七分钟了 夜叉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吃线了 是的 上塔不太好推啊 卡丹那手里有神形 两两这边的话 3600的经济 如果没记错是比上局 给的钱更少了 上一局是4200 他现在3600 还少600块 那这个就别 哎呦一口火好喷 哎 哎呀这真的就是 要凭本事补自己的经济 这就运起来了 挡都挡不住 但是上一局我们要知道 是ESG这边比他最为领先了1000多的经济 这一局其实领先了几百块 相比上一局的话 他可能更扛得住一些 对 这波的话卡了个地形 卡到那底线没有飞过来 没错 那这套夜圆火明显 ESG也是不想让的啊 已经是四个人职合到上面 起琴 双灵咒一交走 麦克里侧一反手 摸一套伤害过后 大招刷的先把小子抽了 伤害太高了 但正面的话卡她的大招也没了 想要留到DTA后续的人好像也挺难 那大招小鬼顶起来过后 因为卡草没视野 进不了 起琴今天打的其实保人保的特别好啊 但是有点激进 看视野的这个身位啊 确实是有点激进了 他把自己当硬服打了 对 就是保人的时候是软服 开团的时候是硬服 反推加三度大 不足一跤往后走 他一技能走完过后 烟火也就直接给到ESG了 那ESG接下来的这个buff啊 不管是放在上台下塔 还是能够去拿掉一座一塔的 应该还是要把上台拆了 毕竟人都到这儿了 三个人 挂三摸二 反手两两 挂上束魂再给一 起琴又绑住了一手 但是三菱这波的话不能太忙 毕竟这个塔的血量不是很健康的 想绕后再去拦一下人 拐一踢到了 这波双峰的位置是没找好 那这样的话上塔给了 但是保住了队员的撤退 是的 而且下塔这边也是岌岌可危啊 ZGDX这个阵容确实在前中期 还稍微提短了一点啊 这被点一下花 又直接感觉下了五分之一的血 这刚才还是没吸到的 头子没中 现在炎膜保持好身位的话 风驴确实对他的威胁不是很大 但是不知不觉之间 时间来到大蛇快要刷新的一个点了 两面的经济还是差开了2000多 这地震年 真是你觉得一个经济情况其实差不多 这局还是先拿了一个地震年 这地震年夜叉应该是不来了 放了吧 一人一条 一人一条了 但是相对而言 ESG肯定还是赚了 毕竟他双加速体系 是 再加一个地震年 跑度还是更快点 现在森林 他经济不比小秀低的 就跟小秀差不多 但是节奏来看的话 小秀现在节奏真的是压着森林 森林是没有地方能去跟队友配合打节奏 包括说卡塔纳这边跟他的一个单对线 森林也没有办法跟他去强行的EV1换血 两个人最多稍微拉扯一下 对 主要还是因为森林不敢硬打 因为硬打完过后 万一被留住大蛇刷新点 他又是个打野位 这个地方的责任就很重大 确实是 那这会儿的话 蛇已经刷新了 但是按照ESG的套路 他们一定是不急着拿蛇的 这会儿要干什么 转下二塔 一定是会先压自己 又是一个二塔 上路的线也已经带到了上二塔 这样的话两波兵线同时进他 ZGDX可能是要做一下抉择了 也是一个一个不分路 先看一下 看到了山兔 这波ESG要撤往中走 嗯 这局没那么好拆 对方的二塔 上路的话 风铃线是困住了Mikey Mikey手里有一个神行 倒确实是第一时间不用急着过来 是 这局B差不上当了啊 还是很好地做好了一个上下塔的一个防御 这局炎魔6000经济 比上局要好看很多了 是的 他就没那么大了 团战的话 现在也有一定的输出 小秀这个走位 感觉Mikey要出事啊 森林也有意思往上包想宝 不知道有机会 这个位置好像小秀在等麒麟看视野 所以的话挂三摸钩子 Mikey半血 双爆顶回塔前 反手大招一套的话 卡丹娜血量还是比较健康的 森林进场 黄金之海能不能中 但是侧翼的话看到小秀 敌先是丢了自己的方向位置 快挂钩 反锤两人 挂钩 顺步挂上钩 安娜直接把葡萄销大招一丑 往后一扫 这一边的话 ZDS的关键的控制链技能全部交完了 是的 不过还好 黎猫是保了一下队友的撤退啊 这波DX至少没掉人 这一会儿的话 ESG的整体血量状态还可以啊 好像要摸蛇啊 是可以考虑摸一下的 黎猫大招还没好 挂三矮口 炎膜过来位置好像有点太深入了 侧翼踢下 反手挂钩 黑猫后手三拖 还有一个反之大 写秒掉十六股 是的 这边喜情只能救一个 救不了两个呀 这蛇森林全村的失望 有机会吗 正面给到失业了 但是对方不打了 停手了 这会儿要去找森林 三个人全部打残了 找森林 反正卡拿大都挂三 黄猫只还挂一二 再跳走 但是被雷琴的晕住 挂二再跳 上队满了 没出去蛇坑 一生的痛啊 没办法 这波ESG处理的非常的有章法啊 也是知道对方BORIST一定在后草蹲着 三个人一起去找到他的身位 是的 这波后续酸花优也收掉了一个小秀 但是阻止不了ESG拿了蛇过后的推进了 是我们看一下中路这波线非常好 已经推到了对方高低的位置啊 那现在的话ZGDX下路双人股 只能说能守普通线 但是待会儿的加强线就很难守了 送回一个Phoenix就胜步 看守山兔也给个大招 保一下后续的撤退 刚才不得不说蛇坑那波团卡塔拿 跟Mark Hero的先后手控制链反制太配合完美了 是的 而且确实什么时候该打蛇 什么时候该停手去找人啊 这个时间点卡得非常的死 让他那个死没有任何的机会 进场去降服掉这套大蛇 你看他第一时间钩子甩到四个面前 推回两个 后续被山兔大断后排三个 就直接使得前排被顶回来 他两个人是失联的 没有队友能跑的 对 这看似好像两个控制链 都没有像狸猫那么扎实 但是两个人把他打出了一种 比狸猫还扎实的一个配合 真的是游龙画风的那一波 操作太完美了 那现在蛇线还有两波 VGDS现在高地倒确实也还没掉 但是 自己的双C手线能力很强 但是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 下一波团如果说还被卡塔拿 跟马黑肉复刻了蛇坑团的话 哇 六天的经济差呀 这波虽然DX比较好守线 但是对方要是想强上高的话 也是有机会的 把三个大招反推找正面战场 手里推个大招过后 两下直接要把最关键的两两点死了 李猫脱离战场 那这边就没能扛得住了 基金比赶回到大营门口 下路高地直接拱手相让 中路的县森你也没有带出去的 六天的经济差呀 没有办法去扛住对方的一个进攻 五千八的李猫 这怎么扛得住啊 森林往前 两步但是要注意马黑肉的大招啊 这个中高地慢慢的被磨刀了 两两这边的话恐怖降临配合这传送 回到正面战场 但是卡塔拿推到正面的三个人 许多利亚时间 可以看到Felix的输出环境很好 在三个人的保护中 又把两两打残了 是的 不着急上午还有兵线 也有DJ你 想留人森林这波想冲的 但三级轮被安娜放到西魂的加坡 败血 这什么恐怖伤害呀 伟大的 伟大的根本不慌 他身上浮出顺步都在都没交 这上路 兵线一到 反推找三个 把关键的研磨浮出也打掉 再关三推一手 黄泉之海刷出盾 阅读自己的盾 保住了卡塔拿 马克里奥反手 删住大两个 再第一手 挂A 迈给死血在大阶门口 拼掉了卡塔拿 传送回自己的擒冰锦 但是上路高地也没了 SG利用了卡塔拿一人的阵亡 换掉了上路高地 三路高地进破的ZDance 好像现在防守有点困难了 运气的话 严谋就没了 齐琴又是一口突然保住了残血的迈克 但是这个时候把大交了想尽了有点难 挂A过后两两下往前顶 但是被束魂挂上的轻心灯 两下摸彩了 摸不到轻心灯呀 灯铃 轻线 挂二摸 冰线 第一波是轻掉了 天势亮了 ESG也是全员 退离了对方的大营 2400的大蛇收益啊 是的 总经济差也是来到了6000左右 那接下来这条地震点的话 ESG这边应该也是势在必得 这2000多大蛇收益就像一个山啊 ESG这山怎么能翻过去啊 有点难吧 哇 凉凉还想尝试一下 其实没必要啊 凉凉 凉凉 别把吸魂灯挂二加码 黑肉一个大招 反推两下 凉凉阳阵亡 递着你还没抢下来 黑肉拿到的 所以的话小秀想找人的 齐心手里挂了一个三 顺步跟上小秀踢一脚 但是踢一脚的位移cd了 不好进场 这波ESG也是保着后续撤退 在阵亡那个狸猫过后 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大营门口 背靠大营去防守 是的 因为这局 其实没有一方能拿到3D这年 感觉凉凉这波上头有点着急了 是的 这波 自己家是有一条的 不是很慌 九兵乱投一了吧 感觉有点急了 那这一波的话 三路的普通兵线进来之后 这现在有点难手啊 这下面那个兵啊 下面那个兵要喷一下 好痛啊 下面那个 那一个兵砍了一千血大营 他一半血都被他砍掉了 这跟上一周小兵拆家有益拼了 是的 这现在的话 SG不解 三路高定破了 而且二十多秒以后 二蛇刷新 他们完全是可以等到这个二蛇 做视野去找一波破绽点的 稳一点 是的 ZGDS现在 冲在最前面的两两七千的经济 这三处一个经济 还是不够看的 扛不住啊 刚刚出到结魂八尺精 就意味着 清晶灯现在打爬半关险 刚才摸森林也是半关险 一个吸魂灯加A 暴行了一下 半关险什么伤害 两下正面战场就得少人了 是的 不过DX没有失去斗志啊 他们还是想去拼一下这条蛇的 以临时放了 这斗志三路 在三路高定面前好像斗志也 挺难的 也不是特别重要 而且卡塔塔塔大招 只能先放下 这一团ESG在自己马上可能可以拿到赛点的情况下 应该不太会去犯这样的事物的 要拖下路兵线已经进去了 DX必须回程 迈可以回去 十六股现在一万的经济到清线可以 可以 而且有神行可以赶上 可以赶过来 这边有点在做假视野的意思啊 再拖 半血也没拉脱 小时候踢一脚够 但是安娜这边的话被研磨当时喷到半血了 确实 再拖下 ZDS好像有希望可以往前进了 还在打没有拉脱的 你猫有点越越欲似的 这个位置好像晚了 这个位置好像晚了 而且反腿找森林 琴琴一口腿 保住森林的位置 但自己的位置已经被卡到那留住 而且滑游 滑游摆泡位置 要把自己的扶住开 滑游摆泡别摆了 快跑滑游了 别喷了 这泡歪了 挂三口不叫你保护摆身位 滑游半血的位置 反手一个 琴琴给到一个魅惑 卡到呢 虚于保驾后续的伤害 这波蛇是兵不血刃拿得下来 没 虽然说ZGDX这边也没吊人 但是接下来这波蛇现在没法瘦了呀 太难了 这刚才 哎 森林别跑了吧 这波传送传回来过后 就传了个大跌回来 卡到那死血 要被先被留 这波没虚余了 收掉了 这波越多尊佑的盾也被打掉了 但是两两可能也要被 起劲一口吞 先保住 两两残血回到自己大人过后 手里还是有大招的 ESG还得再看下一波兵线 还行吧 收掉了一个前排开端点的卡塔拿 这波ZGDX可以稍微放心的去清一清线了 是 刚才 这一波打的有点艰辛啊 这个蛇线感觉 VGS推不过去啊 ESG下一波兵线中路线一到 卡塔拿只要复活他有神行的 等20秒的时间 可以直接来到线上 现在ESG就是不让你出自己的高地门口 把你视野全部压住在高地上 然后等着卡塔拿复活过后 神行过来传送 老人 马黑肉 扶出一球过后 黄杨之海放生没中啊 导致后续分那个死血跑了 对 但是 刚才分那个死 连顺步都没有 他就是 纯靠自己的一个走位走出去了 刚才的操作有一点极限了 但也可以看出来 ZGS现在有点极了 呃 操作虽然说没有出现变形 但是整体的配合上面 嗯 急躁了一点 那这样的话 刚才这一波好机会 没抓住 线 亲身能亲身去 但是刚才也说了 在等卡塔拿复活呀 卡塔拿现在活了 来到了一个 年兽坑的位置啊 看起来ESG是想再拖一拖 拖到一个年兽团了 嗯 40秒 年兽 兵线处理完 上路的兵线 只处理到了 ZGS大概1塔的那个位置 处理的不算很彻底啊 这个时候森林要是回来 去等这个年兽的话 是不够的 还得再轻 有点在温水煮青蛙呀 然后我们看一下双峰 跟卡塔拿的位置很坏啊 两路包抄 是不是要去找一下 对方的Force 森林有解控锤 和顺步 他跑也是 对 队友也是在附近慢慢看一下视野 对 跑倒是问题不大 就怕跑的过程中牵制人太少 导致于自己这边调度人 过后ESG把年兽抽了 对 现在可以看到中上的兵线压力还是挺大的 下路线虽然说带到了野区门口 再蹲人 凉凉 凉凉凉凉凉凉 刮二 加速划三 齐心一口吞 保住自己凉凉的状态过后 那这波匣子没吞了 这个年兽就可以拉到一边开洞了 而且伟大的卡着草的 继续在这个时间卡视野啊 没法进来呀 守株待兔 而且Force的位置的话 其实ESG就有看到的 是的 并不怕他 卡塔呢依旧是在上半区压制森 那将夜叉赶不过来 这个年兽放了吧 应该是要直接放掉了 好像没有人能够进来 凉凉 别吧凉凉走吧 你这个双波差一点 把大招交了 挂三 这波 去看也对 因为看了万一有机会呢 但是没有阵亡 已经是最好的消息了 那这样年兽的话 成功的让ESG拿完过后 ESG是时候考虑往前压一波了 ESG打得很稳啊 看得出来他们这个 要力保前四的决心非常的重 是的 因为现在前四我们也是看到 老包括第五名嘛 分数很低 其实竞胜分也是很低 哎呦 传走能走吗 传走了 死血可能要被烫死 瞎对口吞 对口要不吞话 麦克就没了 嗯 这刚才应该是雷琴达火气铃在身上挂着 对 冰线年兽久的buff 烫得很痛 凉凉还没见人 已经快要半血了 平线方面的话 虽然说双手很快 哎呦 对方把梁梁传过去了 挂钩 坑那手推回自个 浮出一跤 梁梁孔箱里也没了 须拖下时间 下面还有一个超级兵的兵线 森林趁这个时间点已经被对面打残了 两段跳到走 大尾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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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他们 目前比方2比0 两局 ZDS用的同样的这种 ESG也是用同样的这种去应战的 但是两局用的方式 可以展现着 ESG今天对于积分上面 确实是有很大的信心想把它拿下的 是的 尽量就是以更高的一个比分 以3比0或者3比1的一个比分 去战胜对方 这样的话 竞胜分可以多赚一些 对 应该从第二局可以看 那么稳 在一时那晚已经有 4000到6000的一个 经济优势的时候 很稳 稳扎稳打没有选择蟒一波 而是拖到了这个 上路高地拆完 然后等二蛇 二蛇再等年时候 就是明明优势很大 可以去接受让团队 往前蟒一波的这个局 但是没有 还是想把最稳的方式 结束对局 是的 那我们也是看一下 这局阵容由于跟上一局一样 而且整个局势 其实跟上一局相差也不大 大概也就是到7分多的时间 一个地阵脸的区别 对 耶斯基这边已经有领先 到2000左右的经济了 这个其实在7分多中 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经济差子了 而感觉ZGTX在第二局 虽然犯的失误少了 但是由于阵容的选择 中立资源还是 就是如果正面5为5的话 有点打不过对面 不太敢去看 对 感觉 我觉得今天两两根匣子 再去看视野这个点 其实打得还是有点猛的 看一下咱们数据的一个情况 那这波的话 其实ZGTX双C打出伤害也不错 但是最高的 还是Fenix这边玩到轻行灯 打出了86000的伤害 贵贵 这不大了 加Fenix两根伤害 把团队 把对面团队伤害全打满了 是的 那经济的领先的话 也是看到大概14 15分钟的时候 ES7这边打到电风 领先了7000块钱 这一局从中立资源 包括防疫塔 还有击刹大蛇来看的话 ZDS确实是 这个资源上面的数据 有点惨淡 只拿到一条地震脸 而且那条地震脸 还是ESG其实人是不齐的 对 一家是人齐 后续团阵还让ESG拿到人头 还拿了一个中塔 我记得 对 还把Micky人头也拿了 把16股节奏还给断了 然后森林这一局 野区虽然说确实是没有出现 说被对方入侵 导致于失守或说阵亡情况 但是两两交线 这一局比上局更早 3600的狸猫啊 确实啊 我们看一下 本小局的MVP给到的是 卡塔纳玩到一个风鲤 227的一个KDA 参加率高达82% 上一战比只有18% 但是呢 它的成像战比有32% 非常的高 它太顶了 那一波在蛇坑配合 山兔的反制团战 二打五分割战场 包括说最后一波 在大爷门口反推四人 骗出两人服务和顺步 这几波团战已经是名画面了 是的 我也是觉得在下一局的话 你们这件事可以考虑 稍微拆一下对方的这个组组 是的 那我们也是去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报 但是CCDX如果今天这一 小局这一场给输了的话 那他们的分数应该是 五元前四强了 只能说去保自己的一个八强 然后打季后赛了 对 前面说了嘛 今天对于这两支队玩员 他们是没有说 晋级上面的压力 对 只是说能把自己的状态 或者说往季后赛走之前 把这个手感保持住就可以了 确实是啊 我们看一下前几个班位啊 我有发声改变了 CCCDX这边 确实 把双锋上一局 上两局发挥的非常好的小袖给搬掉 是的 还是作为新手方 要看看第三手怎么做的 嗯 打成加重施还是不放的 作为后手方的一个稳定班位啊 那第三手的话 CCCDX这边看一下 还比较忌惮ESG的哪个位置啊 方黎 方黎也是可以考虑班一下的 因为现在卡达娜确实手感正好 嗯 搬 搬掉了 那炭治郎就放出来了 对 你这手炭治郎帮不搬 会不会搬呢 之前的话 也是由ESG在后手方 搬掉了炭治郎啊 这一手应该还是要搬的吧 炭治郎搬了 安娜呢 你上前两局 其实安娜也挺头疼的 是的 也挺关键的 大家看一下一手 匣子 还是匣子 其实喜庆这手匣子吧 在吞人方面真的是没得说 是的 前两局救的人应该是 每局至少就十个吧 功劳是很大的 队员都要对他磕一个 对 因为确实都是死血 就接近于要被对方击杀掉的情况下 这个救下来的 对很极限啊 我们看一下反手ESG这边 因为自己家上一局的打野跟上路都被搬掉了 目前在上野方面会发生一些改变 豆子 这个豆子要打一个问号 这豆子在ESG的战路里面确实是上辅野 射 他们四个人都会都玩 但是在比赛当中应该还是上辅为主吧 这局看是不是要打野斧体系入波野区了 看一下ZGS反手怎么做吧 会不会有点改变 这几局安娜 也确实是在安娜这条线里面 Mikey其实是很劲烈在压了 也做到了16股作用 选择先拿千基了 可能舒服一点 因为总是把他放到后手去选 给他挑的只剩一个16股 还是严谋 但是这个双C这种选法的话 依然还是要考虑个周后期的大团战 并且的话 ZGS可能反思前两局 觉得自己的阵容的缺陷还是在于 就是中路这个点 16股后期会比较乏力 想要换一个后期打团更厉害的 千基确实是后期稍微厉害一点 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技能 平凡和CD的短 清新灯 还是清新灯 那ESG这边整体的一个思路 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是要以前中期的小团战为主的 那就看这个豆子 看后两手搬人 就能定这个豆子的位置 一只柱 那你搬一只柱 你后面银石要不要搬一下 对 夜叉首先感觉ESG是不太怕的 对 从这几局来看 ESG对于森林的夜叉进场 位置把控其实很到位的 其实CGDX的双C双还已经够了 Force这边也不一定要选那种大火器的刷子 他也可以考虑选 一反海人这种 对对对 包括之前他玩特别好的文人一旋嘛 也是可以在这一手去选出来的 山兔白勒 断一下加速 反制效果确实 上一军 前两军马克勒的山兔也很亮眼 最后一手的班尾ESG这边怎么给啊 要继续限制打野吗 这一手 自己家打野其实也没出 哦 狸猫 我怕对方还是走一个阵地战的阵容 这个狸猫搬了是放了一个烟雾袋呀 就是他让你觉得这个豆子这个位置 一定走上 对 因为我把狸猫搬了 你只能玩站边 但其实不一定啊 卡卡卡这边最近站边玩的还挺多的 是的 善意 善意 把脚后排的都给它摁掉 是的 应该会把辅助位或者上路位啊 这个摇摆的位置藏一藏吧 看一下这手要不要出一下双锋的打野 目前的话 一反木面啊海忍这些点都是在场上的 节奏型的打野并不缺 如果出一反的话 这豆子应该是要走到辅助位去帮忙入野了 嗯 一反的话这局可能 AP伤害有点太高了 大概率还是走一个AD流的打野 那这一局的话 还忍 还忍是不错的 嗯 你考虑前有点久 嗯 前ESG因为是有赛点优势 所以他们估计是在思考 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个豆子的位置给它揭晓 是的 如果不想揭晓就要先把打野出了 豆子这一手如果作为一个辅助位的话 应该是要考虑换线的 大月丸 也算是双锋的一个经典试神了 嗯 这大月丸应该 应该付出意外 应该是 应该是 对 嗯 呃 ESG是非常少见的会用一个大月丸去打野的队伍 另外一支队伍可能就是MDD嘛 这位选手他是会用到大月丸打野的 在其他队伍里大月丸目前是差无此人的一个情况 用的比较少 基本不怎么用 能平替的试神太多了 确实 爆发的话 像刚才说的寒冷一反来了会更直接一点 那CGD给扣两手 要定一下自己的阵容了 打野位的话依然节奏型 试神还剩很多 上路的话这边 嗯 站边也剩很多 包括那种半坦半战的 类似于冷叶叉击之类的也是在的 那 冷叶叉击加文人吧 这样的话 前期节奏也可以跟对面打一打 或者说就 让森林少吃点玩个像 一帆还是这种 还忍这种可能更适合他 是 他用的也多 配上一个冷叶叉击战编 中期也能开团打架 很纠结啊 感觉现在的组合就是什么 森林玩节奏型 然后上路玩战编 还有一个就是森林玩刷子 上路玩纯毯 对 就这两种组合 否则的话 ZGTX这个阵容不够分钱 上路跟打野一定是只有一个 要吃钱的人 我们看一下是会牺牲到谁啊 但我更偏向于说是 让森林去玩一个容错高的 就玩后期一点 零食 零食配云外镜 配云外镜 这个组合真的又要走一个 纯周后期的时间点了 就控制链 黑镜拉一个 然后加前期后巨大招 整体控制链还是够的 好 轮来叉击 那这样的话是辅助位的米豆子 定下来了 这个我们前面也思考过 他可能是要走一个野斧体系 这个野区怎么防呢 哇 这个ES7的进攻目的 还是很明显的 对啊 他可能第一波野区确实不会进 他可能是第二波进你下半野 或者说三级入野 你这个时候你怎么防呢 你线上已经是战死线的情况下 你很难防 而这局有可能要被换线 我觉得ES7这边换线是非常合理的 他们这个手米豆子配上一个轻盈灯的话 没有办法跟对方的下路组打的 打不过 打不过的话怎么办 只能换线 让米豆子去进行游走 给到野区 Forest更大的压力 那这样的话 可能说卡达纳这边也要稍微的吃点亏 毕竟被换线过后 他打匣子加研磨 而且日子过了也不舒服 对 但为了保住轻盈灯的发育的话 他稍微牺牲一点前期 中期给他补一下也是可以的 是 这局反而是ES7真的可以选择主动换的 这局野区也是可以入 感觉ZGDX现在就是野区跟线上 一定有一个地方是要被定点爆破的 对 我们为什么这么频繁地去Q到Forest 感觉还是现在ZGDX的核心 还是这个野核 Forest这边只要过得好 能够把前进节奏带起来的话 ZGDX整个队伍就会被弹活 只要Forest这局可能声音小一点 那ZGDX就得往这种大后期拖到一个5v5 纯凭一个团战了 对 这个因为本身自己选了两个 稍微偏于后期的事 一个炎磨这家一个银石 银石中期作战力有 但是更多还是需要去收割人头的 包括前级 对 这种情况下相对于ES7这种 你看轮源插机也好 大野玩也好 他在6期的时候 他就可以有一个很强的自战力 是的 目前已经来到ES7对阵VGS的第三级 目前ES7拿到赛点2-1明星 我是本场解说一梦 大家好 我是苍鼠 我们看一下这局ES7到底能不能一级作气 拿到他们想拿的这三个军胜分啊 是的 上一次 瑞琳拿出银石 是因为顶家这边有个银石 能给他一个顿加一个加速 可以说让他在战场当中 变得更加的灵活 那这局是一个匣子 保人力确实要强 但可能说不能像 银石这种能给到及时性的帮助 是的 而且银石这个士神 这个角色吧 他的那个三段糖分大招位移有点太远了 像匣子是跟不上的 除非交顺步 虽然说今天齐青的这个匣子 前两局保人保得很及时 但这毕竟是士神当中还是有点不同的 野区敌人也没有进 可能还是要等到三局的时候野区再入了 是的 看一下两边的一个辅助 都是放了逸琳看视野的 但是啥也没探到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非常中立 随时准备换线的一个姿态 是的 炎波下半区底星应该是没有漏视野 看到轮越叉击出来了就直接换 这样的话让菲尼克斯一个人去一对二抗压 有点难受啊 不过炎波这边也没空线 可以等到一个回推线再去吃 吃的 这进行的手也挺长的 这俩人要消耗到他们也不是好消耗 而且银石这个是什么 前中期来这个三包一的可能性也较低 对 只要说伟大的这一局中路能一直压着千击 那这样的话千击动不了 来了 拐一踢脚后浮出一跤 两段小鬼要啃满了 麦克斯这个顺步捏得很死啊 对 还好就是说佛瑞斯也来帮忙稍微吸引了一下火力啊 那麦克斯结果就要回了 三级在中路稍微去压力波 那下达不难应该就给了吧 骑青这边过来给一手没货要撤 骑青这边的话打磨蛋是保住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前中期佛瑞斯这边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保住了其中一个打磨蛋 加上野区也没有亏 这也是因为下老眼组单队先打一个金灯嘛 还是有一个限权优势的 现在的现在的这个云外镜打谁都很笨重 基本上没有他能够打出优势的士神了 最多就是5-5开 等吧 他现在要等到三级 等吧 还要三级了可能舒服一点 但是这个线绝劣势还是会出来的 下路的话豆子回来了也没用 嗯 只是挨打的 他要混到三 豆子也要混到三 确实啊 没法没法去动 但是下路这个双人组啊 确实压得很凶 现在来把线再稍微控一控 嗯 这个线控完过后 要看银石野区没资源了 是不是要去蹲一波人了 嗯 看一下往哪一路跑一波 伟大的反手一个套圈套住了 哎呦 还是两个炸弹一起炸中了 一个圈晕 嗯 不过这波冰线来过伟大的身色 他就可以回过状态了 把M1 帮忙给他线 把线压进去过后 卡塔纳这边可以回去 或者说转线了 是的 下路这边的话 马黑肉还是挺难受的 是没有让对方洞悉到自己具体的位置 想尝试性的进攻一波 2 1 踢到塔里 再踢一脚 行人灯 但是骑行手里刚才是交顿了 而且交了个三技能 是把血回上来了 这两波 想去抓下路的人组其实挺难的 豆子加青灯 现在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强 是的 他们只能打一波进攻爆发 想要正常的跟对方去消耗和清线的话 太难了 还是要看大叶丸 应该这波也刷完 要倒六 应该是五级快倒六 然后等这个烟火 三分半烟火刷 倒六 倒六了 那这会的话 before it倒六的时间 其实稍微早一点 叶圆火已经刷新了 再加上上路本身就有优势 这个叶圆火应该是 被ESG要拿下来了 外进没倒六了 这来干嘛呀 出外圈 红阵 森林半血 小青橘卡麻 两千六这个盾强过后要好走 停这边的话这还可以 马黑肉半血被魅火顺步拉开 而一关还手过后吸回来 森林直接一刀被砍死 两两就顺步 还有半条命但是也不太够看了 这叶圆火没抢到就算了 森林还没了 有点难受啊 这波还是在于一个起情 顺步换一 再给一个旋风 还好三级的护盾是会给到一个盾比较厚 是的 主要是一个四级的匣子过来帮忙 其实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四级的匣子跟四级的米豆子啊 这确实是在这个小团战里面的作用差距很大 匣子可能说线上压制还可以 但是一到这种等级比较低的团 那种豆子的控制链就来了更重要一点 是的 那这波的话成功的让椰斯基又拿到一个人头 加上一条野圆火 前中期又领先了800块钱的经济 刚才 来 刷个外圈 刚才那个三没定到 我刚才两两也没有到六 两两是到六了的话 可能说会舒服一点 是的 两边上路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大招啊 这也是很吃亏的地方 这也是因为前面是因为 双锋把卡丹娜解了一波线 卡丹娜却终入顶的那波线 刚好是两个人把等级互补补上来了 而且本身卡丹娜这边选择隆越插击 就是压着一个云外镜打的 云外镜打不过他 对 在线上就吃了不少亏 来了 横攻上去 有想法 横过到两个 再骗 再骗 骗得有点假了嘛 这发优站位就靠在草里面的话 还是比较安全的 实距 这个实距 DX你看也动不了 银石 被阵亡一次过 只能在野球先发育了 其实我感觉 椰斯基非常清楚 随其DX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一旦说森林这边掉了一波节奏 阵亡了一次的话 他不太会去参下一波团 他会先去找自己的发育 就很多队伍 他都有这种比较习惯性的思维啊 一旦能够抓住的话 会给自己队伍取得比较大的优势 这波两两够凶啊 开了一个黑镜留人 但是两两和Macky的一个天机 在这个时间点六分钟啊 伤害还是太低了一点 是的 好在刚才Macky的魅惑中了 不然的话 两两应该是要把自己的顺步交掉的 是啊 挺危险的 上路的话 森林虽然说过来行接这个线 但卡纳达现在经济根本就不怕你 不怕银石跟他互换 是的 就光守线我是没什么压力的 对 在等队友 这两个半血很像 再吸一口 挂一 有一手这个云外镜来了 手里没大招的 一铃看到两人 卡下回程 挂一银 但冰美了 这波可以要撤了 森林被塔砸的这一下过后 下一波应该没什么想法 还好看他刚才没近身啊 不然森林这波有点威 得交顺 打得有点忙 下这一波血线过后 两两现在要从上路走到中路 就这会儿就八级到他大概十二三级是云外星这个是人最无力的时候场上只要没有中立资源他就没事干 对 现在让阎魔一个人下路单队一个 体能发育压力到不是很大不出塔的他问题不大的 麦几这两波虽然说有被骚扰的但是经济可以看到还是跟 来看结果 哎到麦几了 哇 这是麦几倒是有顿 屏幕大招过后 这边了火机灵再出发到A的 人头给到了双方 是我觉得这波麦几确实也有点侥幸了啊自己大招加上顺步两段位移都在手上交的都比较迟 不舍得交想打这个威力人混环 从今天的这一局的一集的对线就可以看出来其实麦几对自己的顺度变得很死 对 比较自信吧 对而且他今天确实前两局没得说 对 今天我就是白柴 白柴 K森 倒也没有了 那可不敢 我们看一下下路华游单对线一个轻能压力不大的只要说这个兵线是卡在塔前 他是不太会被消耗到 但是这也是给到一个信息就是他不能出去哎 这个棒子给到之后叶远回巴一给上他几下500点血 这波两两身心过来保压上塔 限时能清这波二一挂A付出一交反正没货挂上 把马黑肉推回塔前但是马哥能性交货感觉不太够啊 老师手两有顺步屏幕大招逗他单吃了 挂二再踢一脚一技能 还要给伤害 这波的话皮下差不多了 琪琴的顺步也没打掉了 反正挂上 麦克很危险 琴琴灯这个时候冷不丁的摸出来一个平A直接是把麦克带走 这波麦克很无力啊 我只是一个八分钟左右的千击我没伤害的 是的而且 确实处理不了马黑肉 如果看下半区华游这本强踩塔 挂二踢回塔前 好在手里扶出一跤挂三 二技能给一手摆炮位置被一技能踢起来 击飞再踢到飞一会儿 然后被安娜一个小鬼直接收下 好难受呀 这个麦豆子这局立了大功 嗯 刚才这波是花又有点贪了 对 他有点想说 反正他知道对方肯定是来了 死前把这个塔拼了 所以他往塔前走了 是的 刚好给豆子一脚踹回去了 因为中路这边出事了吧 他确实想在下路防御塔上面 取得一些回转的一个余地啊 想招捕经济节奏 对 挂二摸一手三技能给到 往镇一开 旁边是有队友的 队友马上来 卡丹娜这边的话 我们活下来 银石的伤害有点高了 但是两两处位置难走 卖自己了 两个上路进行了一波互换啊 5300分4000机 暗山现在这局卡丹娜更多重 也就是牵制 现在6400的银石 他现在也牵制不住 要把这个线到时候要给到打野完了 是的 卡丹娜这波的话更多打一个功能性 而不是完全的一个斩鞭 毕竟自己家的一个打野 算是吃经济的刷准 没错 马上路 一丝血了呀 就放了 千击大招下来 其实伤害没多少 对 听不了线啊 那这话的话 蛇已经刷了 而且下路第二个史距 叶斯基也是可以去拿一下 开始加速跑 那下塔的话 小兵看能不能摸掉吧 神下来 应该是 现在一共除了 叶斯基这边一共拿6个人头 马黑肉有6个助攻 百分百参团力啊 这局马黑肉真的存在感太强了 斗子打破的我们一贯 对于他的一个使用方法就是 他会在前级打得很凶 但是这局斗子是在五级开始 五级到八级的这段时间 频繁能跟队友做事情 三级反而没有什么声音 是的 在线上补等级 这样的话 11级的4300的斗子 这弹度跟云爱静差不多 甚至云爱静如果不拉白镜的话 他比云爱静要坦一些 因为他有一个三技能嘛 对 很能扛 目前来说 经济差在十分钟的时候 小三千 而且大蛇刷了 等一下 维扎的把这个自己的双麒麟 buff给他是什么意思 关系这么好吗 要给马黑肉什么意思 因为斗子踢两脚配合雷麒麟 可以触发第三段眩晕 很有道理 可以再飞一段 是的 卡塔娜说那我呢 卡塔娜说什么 菲尼克斯说那我呢 菲尼克斯身上现在一个圈都没有 菲尼克斯说那我呢 怎么双锋的雷也不让给我 因为中路的雷也不给我 他太肥了 太肥了 有道理 可是有的时候玩中路玩家 就是路过就直接给了 就根本也不看 谁在我脸上我给谁 太远的不跑 对 有的时候 因为自己中路玩家都不太喜欢动 对 通勤时间太长 误Q 都懒 说白了都懒 就都不愿意离开自己家防御塔 想吃线嘛 嗯 银食现在十七级等级 有点上当了 菲尼克斯先 死阵一开 卡塔娜就跑 这边有 菲尼留两个 这段没吸到 还是被最后双锋一段转 直接收掉 蔡尼克斯先 这边的话 也是留到了中辅两人 再给手没货 下路还想再留一个双锋 双锋手里是有位移的嘛 应该能走 那这我打了一个 一换二 这波卡塔娜背大锅 你这个 你这个紫阵是什么意思啊 你开红阵开黄阵 这波感觉 菲尼克斯都没有办法反打了 状态肯定很差 或者直接被收掉 开了一个挨打 开了个紫阵 反雪 然后面对一个人 开了个紫阵 很奇怪 开了个挨打的机 对对对 他当时应该是想要说他拖 因为他觉得打不够银石 想拖到双锋过来 就凤叉有点懵了 怎么回事 我就差你那点伤害 你为什么没有把我关注到里面 对 你开个黄阵 给我稍微控台一下 或者你开个红阵 给我不点伤害 它都没了 你非要选了三个当中最不好的 是的 还好你没开蓝阵 你要再开蓝阵 都没有把它算上了 确实 对 不过刚才这一波 也确实可以看到 森林在这波打完后 9100的经济了 这个时候已经起来了 是的 那这波的话 在经济方面 总经济 SG这边还是领先了3000 18级的银石 现在大游玩看了 他也得稍微的往后躲一躲 大游玩现在还差一级 没到18级 但现在大游玩看了 他顶多就是真的要打起来 就交个大招就走吧 是的 主要还是 银石比这个大游玩灵活太多了 在单级线的时候会有优势 那森林刚才最后一段也没吸到 那最后一段吸到可能又不掉了 是的 现在大只刷新 SG这局经济虽然说还是领先 但是 这三局当中 第一局让他们觉得可能这个经济 哎这个神行想要抓 宝源五天的一流出过后 森林手里有进到的 彩虹色啦 直接圈出红色范围 但是凡西怎么吸到 哎 为什么 吸不上来了呀 没吸上啊 难受 这一部分又被大游玩卫宜秀了过后 直接是阵亡了一个银石 正面想开 请他反手一个大招 保住阵地过后 三技能挂上了 Mikey这边可能要被晕住 起进一口蹲 保住了Mikey后续的身位 队友在游戏中的马黑肉 马黑手里有双波的 两两两没大的 先一脚拉开挂三技能 加速小流人 好像正面只有一个两两 云爱静还有条命也就不追了 蛇就可以动了 对但是这波的话两两大招已经交掉了 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白镜可以去拉人安全的开视野了 ESG很放心地去把这条蛇开掉 这波中路团是Z-Ti这边其实想开的 因为看到银石拖住了关键的上野两人 正面能打 结果发现打不过 哇卡达娜这波神型颇得小伟真传啊 放了一个后排的位置 确实是有一点点意想不到 而且刚才那个冰箱的位置也比较好 是的 天时地利嘛 这一波再把石巨一拿 三石巨了 现在这清晴灯 就摸一下 包括安娜 有点痛啊 是的 因为安娜的话是可以非常安全地去切到花U 也就是后排的一个位置的 这局银石 不是个半肉 二石巨 主要无效 整体这个半肉的话给到他三代加成蛮高的 但是在这种局势上面 如果还军事还好 刮二 夹子一口吞 保住 军事的时候这个银石很猛 但是现在这个局势随着这个蛇线 就不是军事的 就有点疲软了 目前的话 其实你看ZGDX这个阵容选择这么武威王 白晋挂三想留 卡汤呢还是神版有点硬的 对 先听线吧 现在是通过这波白晋大留了 但是下一波怎么办 再召唤蛇 直接召唤了 半血的下路高地前击 屏幕大招 挂三摸一手过后 想去留人 但是被米豆子屏幕大招 卡到了黄阵进场 三人赶走过后 先把他一推 没了 曾林半血的位置往后撤一下 李爱静换条命出来 中路的线也被双锋带到了高地的门口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血量往前顶啊 ZGDX也有点保守 没想往前押 还是经济的差距太大了 ZGDX这波大招分配的挺好的 白晋大去清一波线 然后想让Mekki的这个大招再清一波 但是有点清不掉 而且ZG也大就知道 你会原来第一天手提一波 所以说是全人往后拉了的 并没有被消耗到 后续第二波召唤蛇线 你就没什么技能了 是的 这样的话下路高地拆完 就看到清灯已经是去上半局清剑了 梁梁这边在吓人 这位置 天天找了个双锋 都没什么机会啊 放到 小鬼加三 排起来森林 要先周围一拉开 人圈圈到了 但是白晋开 先拉后面车位 要保住队友的车队 但是三菱好像留不住 前平到霞 森林四姐是被双锋留下 迈卖掉过后 花优加一个扶足 和顺步拉开车位 想打输出 好像输出没打算 打小拼身上了 得走得走 ZGDX要全力往后撤 掉了两个人 中塔也保住了 这个高地给吧 对面人这么多 挂三 晕两个吧 打开车往前一顶 三技能提前是 只拉到了一个双锋 前击平步大招 给到了中路残存的兵线 下路线很多 下路的线也不还在 但是正面上 听不掉了 没清完呢 那恭喜ZGDX 拿下大吵的胜利 恭喜他们 为ZG拿到了 宝贵的一个大吵分 以及三个竞胜分啊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他们其实竞争前四名 就更加的有话语权了 我觉得今天 以3比0的 行御流水的操作 拿下了大吵胜利 那么要看一下 今天后续两场过后 积分会不会发生变化 是的 因为今天我们也说了嘛 第二名到第七名 今天将会全部出场 在我们的一个赛程里面 所以今天那个胜负关系 会决定着前四名额的变动 对 从今天 第一场是 ESG对上ZGDX嘛 然后ZGDX目前是排在了第七名 在第七 然后跟ODG是同分嘛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第七名的决注已经是结束了 但是目前来说 ESG因为拿了这个3比0的胜场 他们的这个小场积分 应该还会再往前高一步的 应该是要挤进去了 但是从今天的这个第三局的PP来看 这首豆子确实是让ZGDX是算了半天的 因为它搬掉了山兔 然后又去搬了一个脚后排 双风常用的一个扇翼 但是还是放出来像大野丸这种 配合上一个豆子在十级 六级到十级这个区间值当中 对于后期包括说是中路的骚扰 导致于这个中塔掉的还是比较快 是的 并且的话 CGDX很明显想去打这种阵地战 因为它阵容打阵地战很厉害 可是我们发现在十六分钟之前 他们是没有集合过一波五个人 在一起抱团的一个情况的 没有让他们的阵容发挥出任何优势 而十六分钟是什么 ESG已经拿到蛇在拆对方高地了 是的 这一局的话 十七分钟结束的对军 输出最高的是伟大的的库扎纳 四万九的一个伤害 是的 那FNX的话 这边也打了三万六也很高 ZGDX这边 其实打野位反倒是打的伤害也很不错 对 那双C的话 他们其实发力点比较靠后 所以在这个时间 打出的伤害并不是特别的好看 这局的话 ZGDX三C其实都打伤害 但是这个伤害前面说的 天机也好 和炎魔也好 他们的伤害都是比较后执心的 而且偏魔 对 他要好 而银石呢 可以看到 虽然说9100 那时候已经是9100 可以打单带了 并且已经被 比这个大鱼丸等级都高了 是的 但是被对方的上野两个人牵制住口 导致自己阵亡 那一波蛇一丢 这个局势马上就天平就逆转了 确实是啊 并且经济的话 我们看到一直是由ESG领先的 即使前中期的话 也有2000左右的经济领先啊 所以 ZGDX想要在这种大后期的阵容里面 取得优势的话 还是要考虑一下 怎么去转现 保好自己的防御塔和中立资源 是的 让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的小剑MVP 给到了ESG双锋的大跃弯 4-0-2的KT 三战率60% 伤害战比20% 伤害转换率279.6 乘伤战比22% 一个标准的打野数据啊 是的 而且这局没有阵亡过 对 并且的话 呃 确实迷洞子这边跟双锋两个人 配合的特别好啊 基本上一个人飞飞 一个人关灯嘛 两个人只要一个技能 一个控制技能中了 那后续的话 这个人肯定是跑不掉了 卡特的词句翻译 你是看了没阵亡过 那打的都是我 确实啊 我们看一下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报 斩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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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看完了刚才的精彩回放 确实从这三局来说 ESG今天准备工作做得很充足啊 并没有给VGS特别多的一个反扑的机会 前两局用同样的阵容 用不同的方式击败了VGS过后 第三局呢 使用了他们近期一直有在研究和使用的野服体系 这个体系其实在近期 12-0版本当中 很多队伍都已经在研究了 想看能不能把硬服再重新的搬回 我们的这个赛场当中 是的 目前来看的话 在ESG这个豆子的野服体系当中 他们是做了一个新的突破 就是不在前几集入侵你野区 而是在中期之前的一些小节奏和一些转线的断档点上面 去打乱你的节奏 把你的中路也好 或把你的关键的这个带线点全部牵制住 让你没有办法做一个衔接 那么可以看到ESG确实 今天ZGS在转线的过程中 是受到了很大的阻挠 而且我觉得双方对对方是很了解的 ESG这边其实也知道 Forest打野的一个习惯 还是更多的去刷 特别是在节奏断档的时候会刷的更多 所以的话 他们也不用太担心 对方去采取一个四包二三包一这样的一个月塔行为 而是可以很放心的等到夜圆火呀 包括说下路这个资源刷的时间 再让迷豆子去参团 再去发挥它的一个作用 那效果我们也是看到了 就是每次迷豆子参团的话 会比另外这边的一个匣子要好很多 因为匣子当时还没到6 而且其实前面也说了 因为匣子它更多就是宝人 它其实整个大厂来说 其今的几个吞 宝人其实宝的都已经很不错了 但奈何于它只能是个吞人 你看它几次想说用链子去魅惑到马克里 马克里直接开三根一个顺步 二级人就拉开了 导致于自己的位置可能第一时间就要被秒掉 而且后续JG可以看到豆子当时经济 在没有比云外镜高的情况下 但是它的存活率 包括说在战场当中 对于后排的骚扰和控制性来的是更直接的 这使得ACTS这个阵容本身就只有一个云外镜的情况下 云外镜又没吃饱 经济全部让给银石了 银石又被上野两人给牵制住了 正面团战的剩下的双C呢 又可能是要偏于后期输出又打不出来的情况下 耶斯基就直接快刀斩烂麻 就让你在中期的时候舌团 你就一波没了 是的 而且为什么这局敢让清一顿一个人去走下路 放养他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知道对方选了一个炎魔射手 而炎魔拆塔速度太慢了 如果对方是一个妖狐射手的话 我相信是不敢这么放的 否则下塔会很快就没了的 是的 那我们的采访也是已经准备就绪了 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给到主持人 看一下今天的赛后采访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本场的主称橙子 我们今天请到了ESG的上路选手卡塔纳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ESG的上路卡塔纳 也跟刀哥约这个采访约了两个星期了 终于有机会采访到刀哥了 就是看到其实今天确实是状态非常的好 三比零一下比赛的胜利 之前有想过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之前看他们打赢了阿斯特感觉会很难打 但是呢没想到就今天有点轻松吧 有点轻松了 那其实也注意到 你们ESG这个星期的状态是非常的好的吗 所以说在中间有为这场比赛做哪些调整或是准备吗 就是打训练赛的时候尽量自己 就是少失误一点就行了 还是在训练赛的时候就严格要求自己吗 你们有跟DX打过训练赛吗 我们可能上上周打过吧 然后一直被他们虐 真的吗 所以说今天也算是这个爆了训练赛的仇了对吧 是的 好 然后就是来看比赛啊 第一局清老师的这个清晴灯发育太好了 十分钟7.7K的经济 直接是超了对面2000的经济啊 怎么会在前期发育的这么好呢 他的灯节 他就前面拿了个夜叉的头嘛 然后发育就特别好 他自己玩的也好 然后就很有钱 不仅是这个决策好 然后玩的也好 那也是想知道确实在开局 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下路双组会去下路去骚扰这个森林 开下野 这波他们当时是在比赛前就做这个决定了吗 他走路走一半 发现对面下野去感觉有东西 他就进去了 然后就把对面夜叉看死了 灵机一斗 然后没有想到收获到了一个大头 好 然后就是来到第二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你的风铃拿到了MVP啊 是不是可以扬眉吐气一下了 还好吧 我训练在风铃玩的也挺好的 玩的也挺好的 就是其实你的风铃一直是水平是代行的对吧 今天就用了训练在半层功力吧 这样的吗 那所以说一直是蒙昧在黑你的风铃是吧 不是你实力的问题吗 是的 可以的可以的那我们这个东西具体是怎么样 我们觉得还是要多几局比赛来评判一下 那确确实实不过说回到第二局比赛你的风铃确实在那一局的发挥是非常好的 然后当时一蛇看到你们的处理也是非常不错 就是你跟蒙昧两个人直接把对面的地形给分割开了吗 包括说也找到对面的这个森林吗 所以当时一蛇是怎么样处理的呢 就看他们想进来看视野嘛然后就做他们然后就打死了 好哇这么简单啊好那二蛇呢二蛇也是看到你是直接就是啊一个招过去牵制了三个人啊当时是怎么样考虑的 就他们全站一块然后我就勾一下然后勾到三个人就这样 你今天真的是有一种高手的云淡风轻在这儿啊可以的可以的那也是说到其实第二第一和第二局看到你们是两边都选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完全一样的竞相体系啊 怎么会在BP的时候这么有默契啊 呃就感觉他们觉得第一把失利嘛就不是阵容的问题就是这也没打好然后呢就想再来吧 我们刚好也拿到自己想要的嘛 啊所以你们是觉得你们这个阵容其实还非常好用的了可以说 就挺好的能玩 能玩好然后就是看到但是确确实实他这个镜像到什么地步呢也都是刷到了山库加地这年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高提速啊其实是你们也是非常能见到的 所以今天确确实实是天时地利人和啊给到你们 然后就是来到第三局比赛第三局比赛 嗯怎么会给双峰老师选大月丸呢 呃没适成玩了嗯就随便随便拿一个吧拿个大月丸啊 但是觉得大月丸效果现在强度怎么样呢 大月丸很垃圾嗯但是风格的大月丸很屌 哦可以还是非常肯定双峰老师打野实力的就是随便拿也可以 玩了是吧是的 ok好然后就是来到其实当时第三局我们有看到蒙妹在十分钟的时候身上是有两个buff的 他怎么都可以拿到buff了呢 就没人给随便随便给然后他可能就舔一下炸的嘛 炸的哥给个buff然后炸的哥就给了啊好 嗯然后就是来到当时十二分钟啊当时在下路是有一波小团战啊 看到你是直接开了一个子证啊我们大家都有点懵说嗯为什么你会开子证呢 嗯前两波死就被银石炫量下我就死我自己就懵了然后呢 然后呃下路那波是 我以为他三段大要直接冲我来了然后我就直接开个子证 哦有点害怕所以开了一个子证觉得子证有用吗 没什么用但是可以少死一秒少慢死一秒吧慢死一秒都是赢了好可以 今天还是非常你跟大哥玩的聊的也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看出来今天ESG整体的状态也是比较轻松的嘛 所以也希望你们明天的比赛也可以继续加油 后续比赛都可以继续加油啊 那也是感谢哥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一起稍微休息 那在其他的位置上要不要再做一些针对啊 因为这些点在上个大场其实是搬掉的 这大场还没搬 听记也是可以考虑做上班位 包括最近其实打野真的比较凶的小秀这个点 两边木木也好耳也好玩小秀都是比较出名的 所以两边是可以考虑针对打野位去做一个班位 包括文人 文人 探子狼这个点班不班 探子狼也在 相对啊 阿斯德这边其实上次选择确实挺多 农月叉鸡啊 风鲤啊 鲤猫这些都很多 还有 还有九次良 Mory也是 给我少破了九次良的百分百甚至 就还有个九次良 Mory就更多了 雪月叉啊 荒川啊 就腻着版本 什么腻着版本什么来都可以 是的 而且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局 他不只破了九次良百分百胜率 他还破了风鲤 对 新赛就是我们新一轮的零胜率 对方玩的是风鲤 然后他输给了风鲤 他那局玩的九次良赢了 他又玩了一局九次良又输了 然后又玩了一局风鲤赢了 就是 就是为了去 感觉就是为了去打破这个谣言啊 然后强行去玩的这三局 宣传科学 是的 咱们看一下阿瑟 对手班位犹豫了很久啊 哎 这个笑容 拿尼这个笑容 如出一辙 大家都是在看谁呢 应该是刚才把这个导播 应该往那边一甩 说刚才眼神飘忽的是阿瑟这边谁 对对对 好吧他指望搬了 还是要搬 这一局 这一局上路应该 东西放出来很多 而且也不用先抢 看看中路要不要先抢了 安大接点都在的情况下 嗯 包括说如果要走下河的话 像天井下目前也在 包括画军也在的 这两个点还是可以保护一下下路的 因为欧利记在前段时间也是让摩尔玩过荒川嘛 嗯 所以上路他们的选择性更加的极端化 也不容易被搬掉 确实是上路不好搬啊 摩尔这边顺势还比较怪的 看一下 第一手 第一手考虑时间很久 画筋 画筋 可攻可守 嗯 克一下对方像一些小秀啊这些也能稍微的克制一下 哎 包括说什么阿修罗李猫这些点也是能够克制的 一旦进场的话是可以很好的空手接白刃啊 嗯 阿斯特这边如果不出意外勾勾的这个风鲤啊 应该 应该不是这首 九四凉呢 应该是这 这首如果出就是风鲤 不出就是后手九四凉了 九四凉 好 风鲤加上安娜 这个风鲤这个世神 应该 所有的上场率 百分之七十以上是 狗一个人 完成的 狗狗真的很喜欢啊 啊我们看一下反手 OddG这边 嗯 这两手选的也挺凶的啊 嗯 并且小秀的话 木木最近的发挥真的很好 那在打野方面的话 现在只搬了一个文人一拳啊 耳少这边像海忍啊 包括说最近他玩的比较多的一把木棉 都是有机会拿的 那现在第三手怎么选啊 进一手 打野位 其实感觉也不用急着掏的 如果这手不操的话就不用急了 嗯 场上面像银石这些 这样往后面打野能打 偏刷的也有 是的 急得出就是为了抢节奏 抢节奏 一场海忍这些 对 只能这么选 海忍都不错啊 我们看一下阿瑟怎么考虑吧 那考虑的这两个点 都可能会被化金压倒 那这个就要考虑进场 一反 一反 一反来了爆发更直接一点 是的 就被压的概率低一点 但也不是没有 没错 还有个大 就算被卷了他也能解一手 是的 农叶插机也搬了 那九次梁是放在外面的 还没搬 而且要是搬九次梁的话 不一定能搬到点上啊 我没最近的话 他也不怎么玩九次梁 是的 他玩的是神 他万一突然给你掏出一个清房 你都指不定 你都都愣住了 而且这一局其实玩坦别也是合适的 毕竟 狸猫也在嘛 对的狸猫之类的都是可以去拿的 毕竟自己这边是选了一个化金的嘛 他也不害怕空手见白人 是的 化金在自己家嘛 是的 还要后手 力气这边怎么去做班人啊 射手没出的 打快攻妖狐要不要搬 你研磨搬了妖狐 考虑一下吧 妖狐 凤凰火 这些阿斯德尔也是很常用的 凤凰火的话 之前我们是看到搬 A7有去搬过一个啊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GREEN这边也是为凤凰火带人的一位选手 而且这个前两天 GREEN还发了个微博 就专门去做了一个凤凰火的新手教训 我还看了一下 就是交了一下连招 对 他交了一下这个123的连招 我还是比较认可他那个连招的 确实是不容易卡到这个连 那个断层的一个问题 是的 但是现在没得完了 给你搬了 搬掉了 那豆子呢 那还有个豆子 你豆子搬了 那就可能是妖狐加山兔了 如果打快攻的话 还搬不完啊 这辅助位好像不太好搬了 是的 辅助位有点难搬啊 看一下最后一手 搬天几下 比较怕对方拿天几下去打一个进攻的方子 嗯 豆子 豆子 前面也说了这个班位上面 平地的在阿斯德这边其实很多 所以说这个班位不好做的 这一手ODG破招 那就是抢一手妖狐 哎 然后让 让瑶去玩二口之类的 哎 这个配二口也可以 二口一样强 对 甚至你说到大后期 说不定二口的作用会更大 是的 虽然说就是 伤害来的有点太相似了 但是中期爆发 你却人力实验点 权揍魔抗也来不及了 ODG现在也很纠结啊 看一下他们怎么去应对对方这个节奏 因为一反木棉 加上迷豆子的这个单点控也好 群控也好 有点夸张 是的 目前是ODG阵地战 你选第一时间肯定想打 阵地战 打阵地战 那二口这些肯定也好用 是的 包括锦纳罗也可以 哎 但这版本的锦纳罗 就那样吧 中规中矩 锦纳罗的话 都是久久这跟SOR 都有这个熟练度在啊 都可以玩 嗯 就是节奏起的太慢了 可能还是要考虑二口女妖狐这一类 去跟对方拼节奏 啊 银石 上路的银石 这我想到拳叶叉的时候 我考虑过 但是我把它怕错 我觉得银石这个是人走了上路 他前几节还是有点难混的 有点难的 呃 主要还是银石这个点 他走到上路的话 首先他吃的速度啊 嗯 他没那么快啊 对 没有打也那么快啊 其次的话 确实呃 你要让他去进行一个单带啊 那其实正面的这个团战 前中期还挺乏力的 会少一个很关键的数据 而且他补了个零路以前 嗯 这意味着是为了在中期打团的 也是两个配合 可以配合第十天 打出一个不错的阵地战效果 但是后续的伤害 有点不太足 阿斯特这边反过来说的话 就是妖狐嘛 在中期配上一反的高爆发和安娜的控场 以及豆子的连环控制 但是看上去会更加的稍微扎实一点 在中期来说 是的 毕竟上路你补了一个银石 银石它虽然那个炸弹啊 同时炸到 两个炸弹炸到一个人的话 是可以有个晕的 但那个晕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对 那也不要看对方接不接了 是的 太不稳定了 所以ODG整个阵容伤害是不错啊 可是整体的前中期的控制容错率 没有那么高 对 就是可能说化金这局 会在ODG显得会更为重要一点 如果说化金这个压制压得好 无论说找到妖狐 还是说找到一反把它秒了 然后后续进场 队友能给到一个平补的阵地伤害 那这个团战是美如画的 但反之如果化金这个点卷没卷好 或者说压制取消掉了 给的同时 因为自己阵型的问题取消掉 仓皇之下 那么这个局势就偏于阿斯德的 而且一反不眠跟这个风里 大概率到第二件或者第三件的时候 会选择出一个虚余 这样一来的话 你只要压制期间没有被秒掉 就活了很长时间 那风里跟一反不眠是可以有后手跑掉的 有后招的 没错 目前已经来到阿斯德对着ODG的第一局 我是本场解说一望 大家好 我是乔徐 近期零路以前 这次也是好久不见 在近期像河里斯清灯这件盛行的非传统射类式神登场的时候 零路以前的这个登场率是越来越多 而且零路以前以前就是哪位选手爱玩 Fenix 对 Alien Phoenix最近其实玩的都少了 没想到在99Z的手里出现了 今天的话 ODG这边还是按照首发位置去给他们分的路 99Z玩到射手 所爱玩到的一个辅助 所以还要期待一下这个零路以前的发挥 小二看一下中路的草虫视野 这一角的话算是把野区的人位置是看到 看到Soul的身位的 对 也是一个正常对线 没有办法再去换线了 两边的一个上路都不是很支持换线 特别是银石这边 那银石要别换线 就是说赶紧把线给我换 是的 击生射手的一个转线时间也要换回来 是的 因为银石群在后半段更有作战力一点 因为这个上线豆子还是要偏于 帮伊凡这边稍微的加快一下打野速度 所以说现场没妖狐前一级还是要比较弱一点 是的 妖狐其实无所谓的 手比较长嘛 所以它是经典的可以抗两个人压的 有人在偷东西 小秀在偷东西 在偷小野怪 这波好像 他没看 对 没看到 因为安娜这个位置刚好在中路对线呢 直着一个对线看不到 勾哨这波的话 去看了对方上半次的小野怪还在的 嗯 这一波的话没看到视野 等他这个勾来到河道的时候 可以看到木木已经在摸蛋不蛋了 嗯 所以说一反又回到上面野区 看到小野怪没了 其实这个10.20版本 还是非常适合木木的一个版本 因为木木以前就是以抓人胸 抓人角度轻奇所著名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那在刷子版本的话 其实它没有很好的一个发挥余地的 现在又回到了一个节奏性打野的版本啊 我感觉木木是如鱼得水了很多 他那时候什么夜叉白荡炉小秀嘛 都是在四日当中是常用的 嗯 现在下轮的话 因为豆子帮一反把下半眼轻了 回到现场过后 妖狐就会舒服得多 这个压制列三级也会来到最高 嗯 随波的话 也是两级的米豆子啊 过去看视野了 这两人都往野区走 也是来入野啊 知道你的这个上半处的小野怪还在的 这是真爱啦 这个钩这个线 反正现在他去吃这个线也是回直中线 也无所谓了 茫茫看一下一反打野的时候 不出问题 看下半区 想拉 把兵线拉回来 中路的话两边抢现局 其实抢的还是比较胶着的 是的 凯斯托这边既然玩了个第十天的话 可能前几集没有安娜抢的那么凶 但是稍微等级高一点就无所谓了 可以看到主要凯斯托还是以消耗安娜血量为主 是的 这样的话下路 还是比较平稳吧 现在更多的还是想把这个野区的经济追回来 现在追回来过后看他怎么做事情 对 我们其实现在看到一些硬斧的优势也是在于 他们在帮忙打野 争取这个打野的时间之后啊 然后再来线上吃一波线 吃到三级左右的话 上半区的那个夜远火刚刷 那个时间三级左右的硬斧会比软斧有用很多 就可以去帮一波 反正一波放爆 三级的往前一丢 嗯 这波的话是因为往前丢了手榴弹 所以说阿斯特勾这边其实不太看往前压了 都上奋感啊 没有摆一个 魔宝鞋两个背鞋 再摸一个反A加大挂一段 哎这个地方细节的没有打到这个破绽的位置 然后木木拿到了处置一 是而且木木抓人的这个角度就是有点标端的啊 在自己家上路其实已经回家的一个情况下面啊 成功的把狗手给抓死了 这波也是蹲了一波知道风铃前面动了一波手 所以说这波的话是扛了啥 这波二二到六 有机会的 哎 但是也是两段位移躲开了 这边 两段小米有点难受啊 因为确实是因为一级的时候 豆子去帮开野了 所以这个现场确实是比较难度 那这两个标 这边标到了 真不好说 摇在应该是在等自己的标CD 两边都有顺的 两边都有顺的 我看一下 有自愈的 对 这波贴脸不好压 标到了 你有自愈不交 有什么用啊 自愈现在不能减伤 你没必要 夹缝中 求生存 一标中了 我觉得现在很多射手卫 还是 就是按照以前的那个想法 还有那个老习惯 对就是要打被打了 我在交 其实现在无所谓 你就把它当一个 小回血的小技能 把三加大背心摸手 直接是把摸尔格射部摸掉 反歇息 但是 打错的很不错 这边的人头是给到了一反 小修过来进场 明里操真摸一脚爆鞋 拿到一反人头过后 也是逼出了勾的顺部 还想再刷大 再追到在这个破装 位置贴墙了的 不好进 对 勾上应该能走 没问题啊 但是这波的话反应非常及时 ODG也是成功止损 是的 而且ODG这一波 可以看到对上半局还是很重视的 一瞬间来杀人 所以这局其实ODG打的不是下盒 是上盒 我认识最重要的 ODG直接太大说 溜了溜了溜了 ODG这个大也没听到线啊 这个卡的话确实是要拖一层皮了 没办法 ODG刚才大过后 敏感往前压一个穿透 是的 他怕万一被豆子踢到了 自己没了 本身队友在上半区 这个时候他只要能活下来就可以 中路的话 第二天还是以摸沐沐西的血量为主吧 但这局安娜也没动起来 是的 目前中立资源刷了 这个地震点刷了有一分十六秒了 两边都没有想着去过多的动他 嗯 往上半区的节奏走的更多一些啊 那这会儿的话 上半区也没什么野怪可以刷了 阿斯特这会儿对地震点发起进攻 现在的话 但是索亚这边的话 今也已经到六级了 其实这会儿 他的一个辅助的战斗力也是很强的 小秀要不踢一脚给个链子 给个链子 看一脚挂三进场 要平一下降服了 降服了 但是后续进来 过后一技能又踢到了 这个位置 这波有点难受呀 上到这边刚才降服也是有的 他 没挑 他是被逼出身位了 然后木木交了降服后一丝的血 木木交倒了 对 木木交倒了 耳上没交 再一脚给他冰给踢掉了 确实 这也挺惊险的 这边的话 勾是想测试线干清线 但是这个线好像清不掉了 来了两段挂三 大招起走 再给一套木木这边冰底身 这个人头给谁 挂棉锁 人头是给到了木齐 是的 用双部 规避后续第十天被动效果 那这样的再挂三双爆打一套 帝甲二一 再帝甲 吃了个满大呀 在天上飞了半天 末日是什么技能都没放出来 是的 勾手这个大招伤害打满了 是的 那下路这边的话也是阿斯特继续压线啊 哎这款是一打二取得的一些优势啊 嗯 因为现在妖狐的经济有优势 他大招刚才也教的 应该是运气也不错 出来 这一圈压残了都 下塔 这波应该能拆了吧 至少吃塔皮要吃掉了 哇他沐西摇的待遇摇天地啊 待遇就是不一样 上一局我们是什么情况 ESG这边对吧 是辅助球的中路给的 哎马黑柔这边去中路一波 哎中路给我吧给我吧 伟大的就给了 哎这波呢沐西亲自啊送双buff过来给摇 待遇有差距的 你就在这等着 我带着buff过来找你 确实 而且同样辅助都是迷豆子对吧 哎挂二一 哎再踢一脚二只能提先不急的脚啊 停不大招 嗯这也是因为小秀位移确实多 把顺步逼出来 这一波下一步好进场了 大招轻掉 这两个人有点惨大 重新一球 一技能第一线被压制吃完了 这套技能全部是完凡手 先收零了以前 稍耗在塔前的话 因为没有技能力直接被留下来 顺步过后沐西也是直接走 有点危险 我还没带 摩扎加大刷 我带回来一个还可以 弯掉了 这一波打也快上路 但是这个单速很大 瑶瑶去报仇 挂AA 在一个关键的雷奇灵 晕出过后 摩托也走不了了 是的那这一波的话 是打了一个二换四啊 欧队气亏大了 Coco倒是有点希望 哎我没上车 你们怎么都走了干嘛 都走 问题不到 带回来对方的一个木 很关键 还带了一个摩托过来 这车没想到我成车了 这波本身是一个月塔 然后 阿斯特这边五人先集合 然后ODG这边神行过来集合 那在月塔的情况下 阿斯特能打一个二换四的话 已经很转了 这波银石赶快实践 已经算是残局了 然后收掉一个后 死了经济 稍微追回来一点吧 40005还能再等 停步大招 3-2加大招 好秒的 这不是好消息啊 这两波 画金为了去配合队友 去转线跟看视野 这两波阵亡过去 会导致于 整体转线跟控制 会缺了很多 本身画金这局 我们前面说 他的这个压制很关键的 他如果为了看视野阵亡 控制量就跟不上了 现在的话 第二个 叶元果已经刷新了 这一会儿 一反目标直接在拿 现在8分多多 2000的经济差 是的 好在就是说 ODG前面那个 拼完降服之后的 那一下伤害 给到了地震脸 你地震脸第一条 还是有ODG拿下的 是的 这样的话 上高的塔也没了 现在Aster 要 疯狂的推进压制 有点清不了这个线 难受 后续压制 勾这边反手挂三 能不能推到人 哎哎哎 这推的有点远 大风车坐的有点远了 对不上了 放弃 快我吧 哈哈哈哈 就没办法了 传魂 跟我说等会儿 就刚才他在天上飞的时候 他脑子也想 没事我再拖一下 队友都跟过来 结果发现勾的是一个 对方的小秀 魏力太多了 这边被三起人 瞧瞧 加顺步 再摸底下 人头又给到了 尔这边 米豆子三起人 后续的话也是平铺的 两个平铺没有死 三角小妹 跟上挂一 消敏打两段 掌兽 但是后续操作 直接被一反全部挂解掉 只剩一个乌鲁敌营的球队 直接被逼通秒了 是的 邵思雪逃生 还是被魔人追上 那这样的话 勾哨这边也是 刚刚回程啊 神行过来 兵线位置 瞬步 我飞 再挂三双爆 两段出场位置 李思雪 不敢进了 而且 开斯托刚刚的那个分身的话 也确实是 交得让姚失去了目标啊 没有地方可以去给伤害了 只要勾第一时间 飞的天上 他是想找到开斯托 他也不好推了 是的 这一波的话 算是 Murray把场子给找了回来 而且经济已经反超了 确实 而且刚才那波 99Z虽然只拿到了一个人头 然后把自己换进去了 但是他这波说说残局 包括说压对方血线 也挺关键的 嗯 但是这个经济差 3000还是比较多的 哇 这两个人直接在这边偷蛇了呀 对方现在是没有意识到的 还准备在下路拿第二条地震点呢 蛇没了 是 假视野 不知道给谁做了假视野 直接说我在上面去 我蹲一会儿 对面要入我们野区 我们就洞下面地震点 对面传来了 对方已经将大蛇击杀 哎呀 我们弄地震点 孤女大蛇已被击杀 对我们拿地震点 不过现在的话 零路以前五千亿的经济 确实也伤害不高 暴击一般吧 对 大点胎一个 毕竟摇这边是六杠零的一个数据啊 有点恐怖啊 这边想蹲 但是来的是三个人 哎 想蹲摇有机会有机会 有机会 把三提两角 打出来 再一套直接秒摇 摇什么技能没放出来 而且是榴弹又榴弹后排 再回上摇 这是一波很好的蹲人 很不错啊 把上射两人全部带走 拿这个兵线的话 就可以趁他们阵亡的三十秒时间里 轻松干净了 应该是可以吹到二塔了 对可以反推一下 这一波蹲人的话 阿斯德也大也 自己也觉得 OD技能应该是不会在这出现的 对 摇甚至没有用自己的一技能去摸人 是的 就以往摇 其实用腰回往还是很谨慎的 会去摸一下这个没有看到的视野 但是这个回确实是觉得优势太大了 而且有队友 两个队友都在身边 来 踢一脚 好三技能一开 反手被卷回来了 转步加大全部脚 我这个兵线的话 不吸还可以清掉的 是啊 哇这波要留啊 哎 银石这边还有胜部的 走 不吸了走了 银石挂上 那这波打的确实是有点凶了 再晚一点走的话 要被脚追上了 往小兽第一天进场过后 扛的塔太久了 所以说木木已经是第一时间离开了 这一波的话二塔没推掉 但也相当于把下半区的蛇线全部清掉了 是的 看经济曲线啊 反而是被odg打回来了一些 嗯 odg前面经济差距最大的时候有4000左右 现在的话只有1000多了 现在 要看 看一下最后一波线吧 是的 这波线要看妖狐怎么去带了 二塔肯定是能拆 安娜现在经济也挺高的 现在 阿斯特 四个人经济都很高 这波高地 odg 要稍微往后撤一下 或者说分带一下 不过兵有点少 odg 这边双c放一放大的话 就清掉了 找 反手大招挂3a一套 摸了半戏 肯定经济增长肯定不多 对 还没结束这小时啊 你看一下后续 挂3 开球 短声随便还没跑 听完了 挂1a过后撤过去 走这个的话 从后排大招 先让二塔拆掉过后 这边残血 不出 还好 这是个盾呢 这样没给到这个盾 人没了 是的很难受啊 上路这边的话 现在Mori 9.4k的一个单带点 而Aster 这个大蛇收益 1200 1200 因为下一塔 是相当于满血的塔皮 全没了 是的 Mori现在 Mori现在单带 得有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去处理它 嗯 勾哨一个人已经带不过了 Mori现在单挑 抓软 狮子捏 可以捏妖狐跟安娜 这俩一捏就死 是的 因为他俩反正跑也跑不动 其他人可能还说 给他踢天上的 不太好打 他只要囤个三段大招 对 这个位置 在目标 他位置很腰酸啊 没给到吧 还好还好 我双进去看了一眼 是的 就Mori也怂了 确实他也害怕 万一这个时间点 外突然掉脸了 尴尬 因为只看到两个人吧 其他人视野都是问号 现在 但是这一波的话 Aster肯定要反过的 二 给个三 反手大走 问题不是很大 这波你抓银石很难抓死的 是的 不过Aster需要考虑的 就是双地震点 都在ODG手里 接下来16秒 马上要刷新的 这个地震点 他们是势在必得的 嗯 不过 不过 得赶紧过去做布防了呀 Mori也是出的 鞋无相加 9分8指径 嗯 还是半肉的 嗯 而且这样 输出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还够看的 1000的天气差 地震点 你刷Aster这边的话 会有一条上路线的小小优势啊 地震点这边 Aster应该要稍微去 争一下吧 卷回来一个 一反 但没有第一时间跟 是的 但是打得很凶 感觉要直接拼降服了 挂三 Castell这边 甲心也是 骗出了目击三过后 再踢一脚 扫半血 地震点已经有点残了 看到小流人 要进场 踢一脚 仙草这一脚 踢到大 都迈上了 直接把他尔杀了弓 还想进场 小修这边的话 在人形当中好像往后走 摇这边的大招位置不是很好 徐余的队友能救吗 说号转很长 手交双布拉卡 管手一个三卷 这是摩尼进场的四个当中 飞天上 云竹挂双爆 能不能吸回来 对 我还在救 找米豆子 米豆子开三级的往后 拉一手 迪士尼的卷米卷到人 阿斯德四个人可以是抱团往后撤 是的 这波阿斯德损失一个耳哨 倒是勾哨这边 把D震点抢下来了 嗯 呃 算是有惊无险吧 看一下OTC 能不能趁着耳哨阵亡的这个机会啊 把蛇视也站一站 对 看下那个达摩能不能去站啊 我算是 先去了 而且勾神行过去了 应该是站下来的 对 这个达摩事业 阿斯德捏得很死啊 没有机会给到奥地界 目前场上面16分钟人头比 就差一个 经济差的话1000多 也追回来了 嗯 现在就是 Mori 刚才的输出是被分散了的 打在风力上 打了一半过后 又想去追木齐 两人都没打死 没有个稳定空啊 他左这边 8三不足 假身一跤 有分身有机会吗 死掉了 这得亏 第一时间 对方也没有再往前压一步 摇也没甩大招 得亏是个地势天 其他任何中路都已经没了 哈哈这个地方 要点了拿命在看 嗯 在家 哎 摩尔这边想找人 找不到吧 挺难的 对 古瑞站的视野还挺靠前的 第一时间命的30秒 但是手榴弹着了 耳这边盘中压子 1秒 大招杀了过后 这个队友救了一手 哦 嗯 小秀大也焦躁了 对 画晶大重叠了 而且沐西这边吸引了大部分的火力啊 但是这波的话可以让 狗狗还没回到 去摸这个蛇了 是的 打成狗狗已经半血了 狗狗还在回 蛇 狗在往这边赶 但这个来不及 应该是进不去了 是的 把这边哎这个地方 哎呀快走吧 赶紧走 豆子小溜人 给我反手 大招反推 找到了一个魔瑞 反抵挥二段 摸一个雷七零 再 出去一瞬间被灭掉了 很难受 那这波的话拿到了蛇 但是少了一个魔瑞 跟上一波阿瑟拿蛇差不多的情况吧 阿瑟也可以趁这波聚会 把冰箱再处理一下 好这波魔瑞后面是跟着 他不是跟着鬼巷后面 嗯 如果刚才说的出鬼巷后面 应该还能 就顶个盾 才可能还能再活下来 对 那这样的话 接下来的团 这个蛇好像也不太好 去做事情了 应该也要被稍微清掉了 上路这边 耳兽已经在进行一个担待了 把尚线稍微往前清一清 魔瑞还有14秒的时间才复活 黄兽将卷 没卷到 这卷到的话 可能团也不太好 因为毕竟你少了一个银石 你输出没那么高 年兽两分钟的时间刷新 倒是给了阿斯的 还能有一些处理兵线的时间啊 不用急着去争一个年兽 18分钟把一塔让 呦 这边耳朵被吓了 直接开大 再跟一顿 要开的要开的 手里拉回来 没有顺步了 也追不上了 而且那个大招 刚才回来那一下的话 给耳朵吸了不少血 是的 进攻敌方 这两段 一反收力还要免锁 你要抓他还挺难的 又长难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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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余 一边很急实 一步大招 开始的假神也是往后走一下 不是很急 不认一技能减速留到后排俩人 然后这边赶过来打一个标的伤害 这局打到现在真不好说啊 两边的话首先 阵容都没有说非常的后期 可能相对来说ODG后期一点 其次的话 目前场上的防御塔也好 经济也好 都是一个军事的状态 就看阿斯特能不能防住这条蛇线了 现目前来说 安娜还是能轻的动作 说不被勾滚 哎 反对想打 找到了 压制住 压制一趟 输完了 风铃没了 风铃这波虚与美好的 这波银石是被野区的灯笼鬼看到了 那这样的话 阿斯特要放弃下路二塔 回到高地门口防守 确实啊 我们看一下啊 线还有没有啊 中路这边已经是普通线了 下路线也已经轻掉了 只有上路还有一路这个蛇线啊 也是会去轻的 看这个位置可以往前绑一下 木木扛了一下塔 三技能一片 小鬼底下波往前甩 还是把通路高丽给骗掉了 是的 拆的太快了 拆的很快 而且下路这边的一个普通兵线的话 也是马上要进来了 上路还囤了一波加强线 阿斯特刚才这个防守 其实感觉有点缓 没有硬防啊 感觉很怕化金的这个勾当 嗯 但就有的时候 太害怕导致于给到对方很好的一个进攻机会了 好在这一波掉的是一个中路的高低 哇影响没有那么大 那上路这边的线的话是得去集合守一下了 只有晚上一个人去守有点危险啊 囤的线有点多啊 是 两人来搞他 两段大开大要走 手里双目要交 木木跟上一个大交但是没有机会吗 小个人都不太敢 帮一下把冰淇掉 勾现在也不太敢去 在两个当中去勾赢了 万一出事了 天亮了 开座这边的话这也去被留到 哎这个操作很不错啊 但还被击飞到 不处挂三 能不能拉到人 拉到画金 顺目拉开 一些年兽到半血的位置 这波阿斯特要找机会接 如果不接的话 年兽给了odg 这后续的团就不能够打了 好现在有点晚了 来不及了呀 耳再进去 哎这个位置耳就不进了嘛 耳反手要走 但是又没扬子 这一波一反正完之后 少了一个输出点了 GREEN直接被一阵的创作 直接打残了 后排不息 被MORI打得死血 勾进场收掉一个送 他收了一个画金 MORI二段吸 3A残惜一只 走了 但是后续伤害 是被揪的一个传承 对 摇倒下了 那这波只剩下 木希跟郭瑞两个人 中路的线 安娜可以清一下 但是还有一波线 两边是3块3 目前的人数是一样的 但是兵线方面的话 肯定对于odg来说更加利好 这一波年兽给到的 加持还挺大的 是的 直接把经济追平了 而且这波给到odg有机会 可以先看能不能摸到 下路高地半血 MORI进场 反台 墨西开大 挂3技能 凡手大招7招 一套一套 有点难受 给上出魂 一套要走要走要走 还是拖了时间 让球队把下路高地摸掉了 是的 这波骗到了 下路再拿一座高地odg 新一赛的一个防御塔 优势还挺大的 而且接下来还有16秒的时间 蛇就要刷新了 这两路高地 给完过后 阿斯德阵容有点难打 对 阿斯德今天首先单带点 他没有MORI这个单带点 那么强势 他这个单带点 方黎现在都不能算是单带点 他也必须参团 少他这个控制 这输出都打不满 现在正面团战 阿斯德必须五人齐 但是五人齐odg 是完全可以拖的 对 瑶这边倒是有 出到一个罗刹王鼓锤 但是 对方的这个小控制 包括说九友Z的这个穿透上 有点密密麻麻的 让瑶防不顺防 是的 刚才其实沐西 离死前丢出去那个 哎 水波先吸 交叉不拉开 还有浮出还行 我先把MORI的事业骗了出来 大蛇已经刷了 线也处理的比较好 可以打一波团的 阿斯德这边 狗也在往这边赶 狗地鸡应该会给你拖一拖 拖到下路的兵线 有压力为止 狗先往 也 往河道槽里面先丢标 摸奖 抽奖中了就开 这会儿给人感觉 就是阿斯德这边的双C的伤害啊 慢慢的再走下坡路了 稍微有点处理不动 MORI加上木木两个人了 是不是也在转召了 没配有的 MORI在骗 MORI在骗 MORI的大招也全交了 木木的大招也交了 两个大招全交 耳机面大招反手挂三一 一套半血 想配合勾哨秒后排 没收掉 这波续于拖时间 但在三个大招反手被卷 先收到一个小笑 可能打咬换掉 但上路也被白白的牺牲了 这一波的话 木西开大招顶起了 后续的MORI MORI还有一段的 下路的兵线啊 瑶这边被追着打 MORI还有一段往前顶 再追 MORI解控锤 反手两段 加一个C 把MORI打得死血 他开始被飙死了 瑶这边太细节了 刚才 感觉塞尔的那个勾 是盲视野的一个勾 而且很难躲开 但是 瑶就是硬生生的 用一个顺步拉下的程序 成行宝 最后的B 那三路高地进破 阿斯特这个 像荣期B很慢的 好手吧 管三大招 方态总是差一些 想配合勾后 球队小马杰月 因为手里有一个穿斗伤 这一颗穿斗伤很有可能要把瑶打残的 是的 不过这一波的话 ODG也不着急啊 本一的 三路高地优势了 他现在只要去拿蛇 把视野压进就可以了 是 ODG现在优势非常大啊 看似好像 像牛红笔和金字笔都是一样的 但其实有了 Morin这个剪 再加上这个盛容和 王里塔的压存的话 可是实在的一个秘密啊 非常小 这一局 阿斯特没有把握好自己的优势期 对 优势期压视野的时候 内波下路掉点 导致于整体就 哎 结果压制 吃完了 主任把两个大招都吃了 另外看到视野了 但有点早 然后进场光烟 哇 太早了 拿着蛇 两脚下流人找到沐溪 踢脚过后 沐溪手里没劲的 大招刷人还上去到沐溪 沐溪一直往前一甩 九人两段穿梢死血沐溪快跑 第二段穿梦没给到 他也握住了Morin再修 再变回SR加一个手楼来 先收Morin 银石之后 正面站到虚拖时间 勾这边拖的时间 看姚能们赶过来 但中路的兵线压力很大 勾反对三人 要走迈自己 流人流人 是的 但是这波兵线真的能清吗 虽然剩下一个双C啊 但是 有一波蛇线 对 等待会蛇线过来了怎么办啊 三路是齐头并进的啊 好像来不及啊 清不掉 加强兵加上蛇线 这个时间点25分钟 真的清不掉 小线处理人 躲开了SOUL的勾 但是自己的状态要注意 CADLE这边很容易 可以把你打到半血的 兵线还可以清 但是小鬼 反手顺不压制 那就是二一挂 一个大下来千秒 目前没有人 只有一个咬 那么 CADLE的反败为胜 打下第一局的胜利 恭喜他们 目前迷分1比0 这一局真的是挺艰难的 就如果说不是那一波 上野两兄弟配合 蹲到了咬 把那个一蛇给他化解掉过后 这一局很有可能是 阿斯特在一蛇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奠定很大的优势了 是的 我刚才在休息时间中场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Morin跟尔少 两个人一起往外走 一起去休息 然后我听到Morin回头跟尔少说 我们已经摸清楚你们的套路了 然后现在第一局看来 真的是Morin的这一手 银石的上路的单代 到一个中后期的话 安娜以及妖狐 他们的一个下雪速度 是不如银石的回雪速度的 对 而且虽然说最后一波 尔跟Morin在单挑 确实是把银石收掉 但是也拖了很长时间 导致这么长战 已经是打不过的 也就说明在今天的第一局 从BP来看的话 波迪计确实是已经 比较在掌握到了 这个阿斯特的BP的一种模式 所以说在后期当中 补到林瑞贤跟银石的时候 很自信啊 并且也拖到了他们成型的时间点 球队其实前半段过的是挺苦的 现场相当于是半放痒吧 因为他其实打不了 这个妖狐这条线打得特别凶 而且在现场还阵亡了一次嘛 但是后续可以看到 中期团战有了大点态 包括说两件暴击桩的加持之后 林瑞贤的爆发伤在中期 确实是给了队友很大的一个支持 确实是 这一整局打下来的话 看得出来 ODG在第二轮的一个比赛里面 是充满了自信了 并且木木这个点 前中期抓人的节奏 还是挺猛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上局的赛夫数据 25分38秒结束的对局 输出最高 你不得不输 阿斯特这边输出高了一大截呀 10万的孔山啊 9万7的摇胡 全打在Mori的回血上 和Kazato的甲身上了 对 相对于ODG 这341的输出就比较平均啊 都是6万多 但他们这个6万多 零度以前这个可能说 还带一点穿透伤来 但是Mori这个6万多 实打实实全权到肉 打在了 要么打在一反 要么就打在 峰里和安娜身上 就真的是至死那样的 而且从整体的经济面板 可以看到 前半段在16分钟的时候 都还是阿斯特的优势 但是那个时候的优势 因为随着Mori 有人头进账 包括说他单代 包括等级的起来过后 是慢慢的缩小了优势 到后来的话 配合着这个蛇 包括年寿的技杀 然后ODG拿下了小级的胜利 那么MAP也是给到了 Mori的银食 7-5-9的KTA参加率73% 伤害战比25% 伤害转化率401.1 成章战比31% 真的是又打又能打 而且他单代的时间 其实蛮长的 作为一个一直单代的式神 能够打到401的一个 伤害转化率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夸张 我们也是看一下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报 人开始有点花里红少 确实是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小局 阿兹尔作为一个有选面权的队伍 选择了先手方 也是先把画金这一手给搬掉了 虽然是上一句画金 几个人都在疯狂的扭他的那个卷 卷准不准不重要 但是他顺步压制真的挺大的 你是真没办法是的 你可以尝试一万字赌 但是我只要中一次你就没机会了 确实是啊 看一下反手的话 我得去搬掉虫师 看一下后手的话 文仁也是上班 这个银石这个点 要不要搬呢 搬了吧 又很占搬位啊 不搬的话 确实上一局 自己的这个双C处理不了 但阿兹尔也可以考虑说 转换一下双C 是的 如果选择比较下河的 像炎魔这一类的式神的话 他其实是不怕银石的 因为他处理银石的速度会非常快 反手还是大折 目前来说炎魔也没搬嘛 所以肯定阿兹尔先手是想抢 对有机会拿的 看一下 再的话炭智狼 银石 还有匣子 都在场上 如果说要拿炎魔 就是搬搬 搬一下这个炭智狼 把炭智狼放先手搬 但让后手的话 其实ODG也会选择 把这个炎魔放上班位的 觉得阿兹尔可以考虑 炎魔放出来 让ODG去搬 因为如果ODG拿到炎魔的话 这个压制里啊 没有像瑶拿到炎魔那么恐怖 对所以他这一首炭智狼就要考虑一下了 这点考虑炭智狼 但这局从上局来看 阿兹尔现在会不会对于他们拿炎魔这个东西 产生疑问呢 因为上局来看 勾近期其实还是玩战边度 你要选炎魔肯定是要的 玩稍微 要么你要玩战边肯定还是容易插击了 这种 要么就变成狸猫这种了 能不能转变过来是一个 现在要打个问号 是的 而且郭瑞这边的话 硬死目前像凤凰火 包括上一局的豆子玩的都挺好的 如果玩到炎魔的话 肯定要给郭瑞选一个比较好保射手的点 对 可能说像匣子这一点 是的 目前的话匣子也在场上面 拿完匣子可能也要考虑 是要继续妖狐体系 还是说是炎魔都有可能 是 我们看一下这一首 阿德会不会搬匣子吧 如果不搬的话 自己大概率是想拿一个下盒的 让匣子去保护一下自己的下盒 听说备用时快到了 嗯 三秒备用时了 没有备用时时间了 赶紧啊 哇 这不游戏这么久吗 就是你看哪里都不笑了 这首确实应该是从上一局当中 是被限制到的 匣子 这首看这张烟魔你一定要放一个出来 看一下炭之狼应该还是要搬的吧 毕竟现在可以保护炎魔的辅助 不是很多了 可能也就一个 对 匣子也是被阿德自搬了 偏几下或者是 可能是偏硬服一点的 诗神 其实炭魔选拽也就意味着 把阿德的核心固定的往后面放一放 嗯 是的 那么ODG只要打前中期节奏 他们像小秀啊这种 包括天眼下他先抢 你是很难在前中期说 能跟ODG抗衡的 是 包括说下路的话 摇虎清醒灯 还有傀儡师这些点都在 走一个前中期节奏的话 也是有非常多的市场可以选择的 加上你炎魔选拽 你上路勾对边的选择 还是选风鲤 如果还选风鲤的话 那你中路木齐就稍微要牺牲一点 对你的输出出来 选一点千基啊之类好 开团的点啊 看一下ODG ODG 怎么选他 也挺犹豫啊 因为突然阿斯特进行了这么大的一个辩证 都打快攻了 我觉得就选 就是人家选炎魔了 咱们就打快攻 让炎魔起不来 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要么就选伊凡 要么就小秀了 就是抢前期节奏 然后一波摁的 在一舌或者说二舌之前 结束战斗 那都是可以让阿斯特这个阵容 可能吃到吃走 毕竟你选炎魔是想往中后拖的 小秀的话就是纯打前期吧 因为小秀奈何不了炎魔 到后期他处理不了炎魔 反而是伊凡木棉还可以去切一些炎魔 小秀 小秀 也是因为上去小秀的手感好 是的 木木这手小秀真的 确实让阿斯特有点难受啊 确实安娜选完也相当于Buster 错了一个角色 就是你不要考虑压线了 有千姬这种可以该出就出了 因为毕竟你选了个炎魔 你还是要稍微地去顾及一下自己 后期的一个站位吧 是的 千姬这局是 哦 选下来了 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啊 那既然补了千姬的话 还是 狗少这边是可以选一些站边的 因为控制和肉度上面 由木稀这边 对 弥补住了不少 前面也说嘛 如果保住他要玩站边的话 那么中路就要牺牲一点 是 这个选择还是比较符合阿斯特的 团宠勾勾 团宠勾勾 对 odg 这样如果这样的话 有滚 玩个应付 对 你这个阿斯特你班位上一定要搬应付的 神乐 神乐 开始搬一些 后期 人抗衡的 他觉得odg不会堵得这么死 他觉得odg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就是我一定会让你 哪一个后期设类是谁 那如果odg就堵前期怎么办呢 这焦图搬的就是为了开你团呀 就是堵定我就不给你打后期 就打前钟啊 那你是没有办法的 你这手只有一个班位了 还要班射手 应该得班射手 好 班的傀儡师 山兔提速用的 是的 那把射手位往后藏一藏 我们看一下阿斯特的最后两手 现在可以保人的辅助真的不多了 你要再选一些类似于日和坊啊 或者说桃花腰这种的可能相对来说 就比较拖大 而且容易被跃他 就前六期特别容易被跃 现在odg故作迷阵啊 就这一手射手 因为你反正套烟魔 你不可能再套一个出来了 嗯 这种情况下我射手放最后 你要堵我这个射手 到底是玩后期 还是玩妖狐这种速腿体系 一反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你要跟我抢前钟节奏 你拿一反跟逢林 跟我抢前钟节奏 那 哦 灰夜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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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确实是很后期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这样的啊 我觉得炎魔首先他对线能力个人就很强 配一个相对来说没那么强势的灰夜姬也可以接受 因为毕竟对方都亮了个山兔了嘛 你再配什么射手 下路也不可能说压我一个T3 是的 但是 下路对线是能打的 就是这个灰夜姬 选择后你要看他煮什么 因为如果主谈谈乐的话 我是主框的 对 主框会有一个点就是他的CD CD短 但他CD不会很短 七八秒这个时间就是说意味着 他不会像山兔来那么直接 一个顿或什么之类的 他的这个框 而且他的框不是说框完就及时有控制 他是要边缘框 还是要看你手法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考验Green 近期有没有玩这个灰夜姬了 我觉得灰夜姬是这样 因为我也是一个辅助玩家嘛 你也是蓬莱钢筋是吧 不是灰夜姬是我基本不选的一个世神 但是灰夜姬的胜率齐高 因为他的大装嘛 他有个体坦的作用 对 就是我每次玩到灰夜姬啊 线上肯定很吃亏 被对方疯狂地去压线啊 甚至说一塔会掉的很快 但只要能够拖到15分钟 甚至说20分钟之后啊 灰夜姬的这个辅助的作用 比其他的软斧啊 相对来说还是要强一些的 不过相对于看一下阵容的话 这局美血桃花也是因为这阵容 从桃花哪怕大招甩出来 如果阵地已经冲散了 也就看起来又倒一个了 而且桃花更多的 保的是一反目缘跟风鲤 他保不住研磨这个点啊 保了研磨没用 研磨站起来继续倒 但不得不说这后两手 阿斯特选出这个阵容 其实也是被ODG 最后两手的故作迷阵给吃走的 他认为对方应该是会 就从搬神了开始就觉得 ODG应该是不会堵这么大 不会说啊我就不打后期了 但是他到最后搬掉辅助位的时候 就意味着怂了 开始有点害怕 万一ODG真的搏命说就打前中 最后补出一个灰烈机的时候 也是稍微的弥补一下前中的 一个弹度的问题 是的 那么目前已经来到 ODG对着阿斯特的第二局 目前阿斯特的落后语分 我是登场给灰露 大家好 我是桑鼠 我觉得这个灰烈机啊 其实给下路线上的压力 倒不会带来太多 因为本身研磨 它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经验能力非常强 是的 它主要给谁会带来压力 它会给野区带来压力 因为灰烈机如果去支援野区 野区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看一下 这局要不要正常兑现吧 感觉对于ODG而言 他们要加快的话 因为你本身是研磨加上灰烈机 我一个轮烈机抗压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妖狐快推 然后转线过来 三分半左右就转线回来 是不会吃特别多的消耗的 还是蛮传统的一套快推转线体系啊 这会儿的话 我们看一下一个首发的选择 依然是99z玩到的一个射手位 前几天我记得也有Soya 就是拿出妖狐以后 拿妖狐 对 让Soya去玩的 当时也说了嘛 这可能说是 在双方下路配合好的过后 来再多多湿的这边 摩瑞这么凶啊 顶着喷吗 这波为了挂个圈 没必要吧 摩瑞 是 再喷两下 难受住了呀 我喊的被喷住了 再一个沉默 盘蓝钢筋再弹两下 不过他这样的话 也确实是做到了 可以让对方第一线没有轻线 这线会卡着方波线 会拉不住 是的 不过摩瑞现在确实一点经验都没有很难受 他还好有神型还可以回忆 是的 注意 火力机压线过后肯定是要往上半区转 毕竟他选出的妖狐加山步 堵的其实挺大的 你跟研磨堵后期肯定是不值当的 哈斯特在抗压方面来看的话 目前做的还算是不错的那种 拉到了 半血几个下 把三拨二给一手叫山步 拉开后给一手束魂 绑一下自己耳的后车位 嗯 还是千击前几级的一个伤害不是特别够啊 你看到大部分那个伤害都是让耳梢这边去打到的 他看的阿斯特跟不立即这局开局打的有点剑拔弩的 两边其实都是在互换墙强节奏 上路的话都换的还行 血量上面来说的话 虽然说没有魔人那么健康 但是至少把这个线给顶住了 不至于说把这个卡皮给掉很快 没错那下路这边的话 魔人也是这样安全的吃到的三几啊 那现在压力也不大了 两边前中期的节奏还算是平稳发域 没有出太多的事情 主要还是待会第一个夜圆火 以及第一个十具刷新的时候 阿斯特的一个抉择 这回波还挺痛的 炸了99Z半血 摆着双爆过后妖狐单线来说他的毕竟体质没有那么好 摸两下还是挺痛的 中路也是赶紧来帮一下 那下 起步线紧完过后要不要换线 两个 双爆炸两下 再赢给了 没活到 故事机拿下 两个人头全是勾手的 测破太突然了 救救那根缓 还没有反应过来啊 顺步都没交 趁这个时间里阿斯特也把塔吉吃的比较多 下路两层塔比没了 这一军了呀 觉得沐西这边伤害不够 但是勾勾的伤害是够的 这一波推的非常好 这个很细腻在配合上沐西后续的一个魅惑 嗯 这一波 有来了 在抓找梳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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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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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把这个节奏抓回来 对 很想把节奏抓回来 那现在的话是属于ODG的一个快攻体系 没有打出节奏 反而让阿瑟尔全中心拿到了 一千多的经济优势 加上三个人头 嗯 而且这三个人头还都是在风鲤身上 是的 并且的话 是久久这边在受苦 反推双爆 摸眩云 大招 尬3A 哇 这一波直接把ODG下轮手打裂开 说实话 真不是缩啊 不交顺步 没机会 MORI到最后这波是第一波尝试 小秀提一下 往后排身为冠写 先把尔收掉 摩西赶快大招 后天前期 一套的话又收掉九友Z 再挂二一 收掉风鲤弓 单机能又流到呼吸 哦 这一波的话 ODG利用后续的快速支援 给MORI拿了个三大神器 这一波是ODG五个人全在的 只有说这边是提早被击杀掉之后 在自己家 那其他四个人的话都是及时的支援过来 是的 而阿瑟这边的话少得下不说二组 这一波算是把ODG节奏 前期的节奏都找了回来 是的 要不其实也是阿瑟自己 其实有一点点满了 收完 太自信了 对 收完山兔之后的话是赚的 已经可以走了 来 塔前还想强行再守一波 这边的防御塔 拖下十天 下路再摸十句 前中期的资源 阿瑟只能说他们能通过换线 拿到下半区的资源已经是不错了 因为毕竟这个阵容在六级左右的一个作战能力是不如ODG的 是的 目前来说 九十队要把经济稍微的找补一下 他这个经济不太够看 山库也挺难受的 连死了三次 阿瑟这一局的骑手找的人很好 他就是找了你换线的下路二组 知道你想强推 打快攻节奏 然后把你二组裂开过后 给了研磨就拖到时间了 对 而且山库确实这个时间点太脆了 是的 胜部没交出来 已经把一 被这个连环控制给打倒了 现在 要看勾下一波怎么把现在的更深一点吧 刚才莫瑞拿三大军果经济也追上来了 他就现在战斗力也很强了 两个上路啊 都是最肥的减4K的经济 这波ODG拿完了 炎火效果过后 不想拼翔服要赶人 嗯还想把这个咱们蛋先稳定拿下来 ODG可以看到是四人抱团 在上半区想找节奏啊 莫瑞进场 万竹林为什么没给到 还是踢两脚 不住一招顺不拉开 神度这个大招也是被规避的 这波摇的手速很快 第一时间顺不拉开的时候 还规避了扫的大招 哎 这个免锁空了 当脸空三个人 三个人就穿过 这擦肩而过啊 我只能说合影的灰烟机确实 最近没在玩啊 这个没关系 这个没有太没默契了 太没默契了 这个框 但是瑶刚才是通过自己的操作 是规避了致死的山兔大招啊 瑶说这个顺我可以不搅的 嗯 其实我是可以活下来 我是可以省一个100多秒的顺步的 顺的 我希望你能懂我的意思 GREEN 哈哈哈哈 我目前看的话 7分钟啊 人头差两个 经济确实相对于比较持平一点 但是你不得不说 GREEN 这个框捏的是很死的 他只会在救人的时候进行一个使用 平常耗陷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用的 找一下 走一走沉默 红色一山 不出一跤 山渡大招 断着后白的木漆 因为自己这边还挂了一个触魂 把兵验清一下 下路反追 推到妖狐 救队 搬血方暴的轮导 SR刷拆过后 勾这边状态 被CASGO配合妖狐的大招 是消耗的有点残了 是的 因为刚把99Z推进去的时候 塔里面还有红色方的小兵 所以这波99Z 没有吃到太多的一个塔伤 好在于勾手里有神形 你看这波要不要去支援一下 其实ODG这个时间 确实是有点着急的 他们在这个阵容下 没拿到优势 反而潜众器还给阿瑟 拿到了进去优势 这波本来状态来不及 神形已经CD了 没下去 我们这样下塔丢完过后 相对而言 ODG利用上半区一直在 频繁的骚扰 把这个塔上面的节奏 稍微的再拽回来一点 但上路的这个一塔的血量 也太残了 也需要稍微的再去拖下时间吧 上塔一调 炎魔现在经济4600 Z48到追回来了 那前期的一个防御塔 互换节奏的话 肯定是 这个55开 就算是阿瑟特这边转了 中路的线 木析5000的经济 跟Castle持平 等级上面的话 一个兵也追上来了 烟火 这波看烟火怎么抢 万竹林 这边的话 魔瑞反手开 黄色往前一点 勾进场位置不太好 跟队友是分割开的 想抢这个烟火 怕是有点不值得 两边眼齐息鼓吧 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魔瑞刚才也是一个残血 上打给了 是的 那在这个时间 两边经济军事的情况下 打这种团战啊 还是欧敌气的阵容啊 强一点 阿瑟的还得再等 还是要往后拖一下 是的 毕竟选了个炎魔 炎魔经济也并没有说 低特别多 这在可接受范围内的话 是的 往后面打是有优势的 主要这座中塔 不要跳的太早 对他们来说是视野能够接受 有地方吃定期就行了 打什么玩出出来 莫尔现在其实卡堆挺高的 而且旁边有个木木 高这边的话不能太忙 这个人 打招 自己可能没了 小换 大招刷下来 挂着 大招的盾 带出去 找木木 咱们都打出双帽 顺步跟上 哎呦 还是被对方的人先包围了 狗少这波很帅啊 一位四 但是结局还是他阵亡了 我以为我可以手握星辰 结果我被打在了地上 对 没想到木木最后还有顺步啊 要没那个顺的话 真的就被狗少一换一了 换掉的话其实就还挺赚的 毕竟拖了四个人 但是没换掉就有点伤了 是的 那在大蛇刷新的前夕啊 这几波的连环节奏 让ODG是经济上面 有一些小小的优势啊 并且节奏上面 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下二塔 阿斯特还没有派人回房 他们想直接去动蛇 有颜魔在动得很快 可是ODG反应过来 ODG对 看到你没人手啊 马上反应过来 而且能交过了 来得及吗 一个大招 屏幕大招 反手 算不进场 为什么 有机会有机会 啊 这边是 不认了 打的 是这边的拿完锅后 国内先阵亡 要搞 这波高的门留住后盘的人 让队友先往后撤下 摆一个阵型 严魔直接挂二加大招 直接是开胖 要被银炮打死吗 还好 哎呦 也应该 卡了个草的视野 没看到 也不敢往前摸了 对不过ODG 在 阿斯德在眼下把蛇偷了 感觉有点愤怒 要看能不能趁这个时间点 把这个线给带一带 ODG吃了大亏 而且其实大部分队伍的话 可能去 呃 去处理这个夏儿塔 去三到四个人 但是ODG的选择 是我五个人一起抱团去 是的 吃了视野上的大亏 眼皮是底下 被人家偷了 这个蛇是有点气的 而且反应速度嘛 你说慢嘛 其实也不慢 第一时间感觉到 就往那边赶 但是炎魔这个经济 其实打蛇不算慢的 确实 挺快的 并且最后的话 Green这边也是成功地 把这个蛇拿下来了 立大功 前面那些框 没框到 都可以预认他 对 这真的是大功臣 就洗白了 现在又是白绿了 白绿 白绿是那什么 White跟Green的 那个CP名是不是 是的 前几大招 在麦雅木西这边 在蹲自己的身位 我觉得现在很多队伍啊 都超级会骗 特别是一个前排啊 经常就身后 可能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 骗背方我身后千军万马 骗得好呢 叫做骗子 骗得不好叫实乘 勾呢 就属于实乘跟骗子 来回转换的那种 是的 那也是让格勾这边 去进行一个单代 平行CP还没好 骗的话 也不好往前送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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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 嗯 战斗力有 但是节奏确实是有点慢的 是的 那现在阿斯特的话 能利用这个伊蛇 去把外塔多多的拔一拔 其实对他们来说 已是有优势的了 没有必要说 强行的要去 呃 上一个高地亚之类的 他们现在也做不到 这两波山兔的大招 没打出效果来 嗯 就没有看出来 这个山兔大的反制效果 哇 吴迪姬好弹心啊 瞬间衣服的手 换住人 狂住口 果然先把自己卖掉了 蒸发 那一瞬间地上丢了个大招 确实 证明我来过 哈哈哈 还挺好看的哈 咱们三里欧的这个 一个一个皮肤 是的 这样的话 利用辅助 骗掉了轮插机的大招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条蛇可能会陷入一个 连中一都拔不掉的情况啊 阿斯特感觉 这局的蛇拿的好像是偷来的 啊 确实是偷来的 是偷来的 就打的就是很 很不熟悉的样子 对 但是比上一局好的点 在于阿斯特这个阵容 我就是能拖 对 我拿到 只要这个蛇不让 ODG拿的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现在来说 ODG的经济 其实还是领先的 他这个反对 你好像也不太好打呀 还是他们的强势期啊 阿斯特很难 我摸着神一上去 还被打 随城被打断 也就不上了 打断 上塔的话 目前有一点危险啊 如果能够把人拖住 这个上塔没了 第一方黄语塔 就被摧毁 ODG的底线也没有想要去守 是的 阿斯特这边 这个蛇的收益 就是一座上二塔 经济的话 还是减差了1000块钱啊 瑶这边 现在还是一个 000没有怎么参过团的数据啊 那接下来的话 他这个8.2K的经济 已经非常够看了 接下来下一个 实距的团战啊 看一下阿斯特要不要接 他们其实也不着急 毕竟 实距是一人一条 现在中立资源其实两边差不多的 嗯 军技 他也差不多 嗯 ODG还是领先一点嘛 但是这个阵容再往后面打 打负手 又是不出 蛇偷的 不出意料 这蛇怎么偷的 偷的一个负手艺出来 这个 他是打的还是有点保守了 感觉是经历了第一局过后 这一局打的有点太稳了 而且 灰野鸡享肉起来 那得挺后期的 得等一等 这几波都是秒绿叶的 灰野鸡 灰野鸡应该是肉不起 后面能肉 后面真能肉 但是他真的要等到大火器 因为没有他的经济 那这个上面的数字 得往60分钟走 不至于 这个时间点灰野鸡享肉 25分钟之后 这个灰野鸡可以随便去探仓 他不会被秒 他得多吃点 也不至于 就自然经济吧 想一想 现在的话 ODG没有了蛇线的压力 到这边 现在他们又可以 把这个下半区视野摁在手里 接下来这条蛇 就没这么好骗了 还有30多秒时间刷新 刚现在经济 8500 也不太好 跟灵野鸡打单带 灵野鸡还是能拖住他 甚至给他把他打残 再回来的 是的 不过这会儿 灵野鸡还没去上 不过很舒服地带了一波 还是想通过节奏差 去拉扯ODG的人 然后再给阎魔拖一点 发育空间 毕竟他现在9200破万了 过后阎魔的输出就很爆表了 确实是 这话的话 第二条蛇也是 马上就要刷了ODG提早 来做一个布防 哥哥转到下半区去带线 而魔鬼这边的话 也是回到了下半区 ODG这时候应该是要死阎魔的 这个蛇 现在视野布的有点死啊 因为知道 勾在下半区露头了 对 ODG这边布的很死 而古人很贵 古人不出一跤 幻竹林框到反手三桌大装 开手可能要被卖了 这波尔进场位置很好 先收掉一个安娜过后 这波空档也来了 再来进场 找到魔瑞 魔瑞紫身一开 反手一推 怎么找魔瑞 这边输出第一天打 战斗的楼 幻竹林框一下 这边的鬼超后面出发 也看不出 胸部拉开 波瑞 这个很细节的木希的天际二技能 直接拉回来的 哇 这样一来的话 古人一思绝也没阵亡 这条蛇的仇恨没被拉脱 直接让阿斯特收到二蛇 我这个蛇拿的 这回就不是偷的 这可是正打光明抢的 感觉ODG稍微有点着急啊 他们首先 对方的勾手虽然在下半区 但是他有神星在 其次的话 Castor这边 他去看视野去拦人的这个位置 有点太过于深入了 是就 可能是当时沟通的问题吧 因为4号反手也是甩了个大招 但是大招的位置是 甩在了矮口的位置 并没有甩到Castor脸上 没说 耳这边其实是没有吃到这个控制的 哇 那ODG 现在落后2000多进去 有点难了 先看一下这个位置 Castor虽然是很好的 把对方鬼打去盘去 但自己也没顺秒了 少了他这个弯键输出的话 这个阵容本来到这个时间输出 就有一点乏力了 又少蓝娜啊 99的一个人根本就打不动 这二蛇不太好听啊 这个蛇线 光考安娜一个人 并且经济的话 已经是让阿瑟实现了反超 哇 ODG这局有点难受啊 ODG这局其实陷入了 像阿瑟的上一局一样的困境啊 就是我这个阵容 现在17分钟了 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对面的一个阵容的话 正是最强势的时间 现在 冰野机在 方推高的时候 其实作用很大 他这个框冷不经框住你 可能就是一波团 是的 他也是可以摸奖的 对 这个抽奖在防守方可能作用不大 但是在进攻方的作用是很大的 确实 两个号 往前一点 复着反手伤出大招 想变他造自己的状态很残了 换出林框 找他开速到 前击平步大招 冰线的话 被安娜轻达比较快 但中路线的话 也是ODG分派能拒亲 是还好 还守住了 还好阿瑟是个炎魔 但下路高地 应该是放了 这高地 耳朵开大招 反推的话 应该是把这个高地给拔了 毛瑞想留 还 不够重啊 直接提了坦度 小秀直接被揉 三个人拉回来 再卷一手 毛瑞阵亡 双破坑上口 被丁顺挂上 从这边被分割战场 开始到这边 被两人追击 直接被留下 给的摇 三大神器 顺松啊 根本守不住呀 上下两路兵线 马上就要进来 宝宝巴斯估计 现在也很绝望 很慌很慌 是的 那么配合着上路的兵线 那么也是恭喜阿斯特 拿下这局的上列 把几分白皮 一比一 这局的话 阿斯特虽然说赢了下来 但是赢的确实也是比较坚信的 底波 其实从那个精进面板来看 其实ODG还是拿到优势的 在对方 阿斯特拿到一舍的情况下 还是一个 附舍的一个收益 确实也证明 今天阿斯特的状态 还要再调整调整 是的 包括说在这个下路 既然要选下路大核的情况下 这个辅助位真的是被搬得有点 有点被死了 对 太被搬死了 最后选了一个灰烈机 那只能说灰烈机到这个 我们看到15分钟之后 大户期的团战 一定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但是在前几机的话 真的比较隐形 并且在这个防对方 切自己家后排的这个情况下 郭瑞那几个框 好像都没有框的特别好 但他拿到蛇了 是 立功了 对 全部都换了 而且从这个BP版上面 可以看到 笼共十班 五个班在了辅助位上面 确实会导致于 自己最后这一手辅助 很难敲 再加上自己是一手拿的 研磨嘛 基本上就定了整个团队的 一个性质过后 想拿这个软斧啊 确实是限制的有点大了 我们看一下 这局的赛货数据 17分58秒 结束了战斗 输出最高的是 瑶的研磨 35,000的一个伤害输出啊 还是挺高的 而且从整体的经济来看的话 两边在前半段吧 14分钟之前 各都有一段时间的 经济优势的领先 但是慢慢到这个20多后 这个ODG这个阵容 对于后期伤害批准 包括说轻线上面 那个压力就展现出来了 是的 而ODG这边打出 最高伤害的 反而是上路的Moran啊 他这局确实是比较亮眼 但是可惜自己家的双C 到中后期 有点处理不了 郭少以及沐西 这两个偏肉的视神 包括说 辉业机开了大招之后 就更肉了 是的 我们看一下这局的小招MP 给到阿斯德沐西的千击 2-1-7的KT三战率 8% 伤害占比25% 伤害转化率233.3 乘伤占比233% 就是666的 分不了2333是吧 对 我感觉沐西 这局虽然看数据 没有说特别亮眼 特别爆炸 但是呢 他前中期 帮助勾哨去打开了 一个上路的局面 那波其实很关键 是的 包括说是在几波舌团位置 给到这个大招的分割战场 也是给到了 勾进场的一个时机 是的 那我们也是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放 就 勾可能任劳任怨 多大了一下 这说明什么 阿斯德尔 往期的这个 作战纪录皮 LF多了一局 对 证明什么 阿斯德尔劳模是谁 是勾 劳模 好我们看一下 两边的一个选择情况 我第一次选择先手方 果然还是要把MP给搬掉 是的 先手方的话 匣子也上的搬 这一手 看指挠应该也放不出来了 看下先手 最后一手搬什么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手搬位到底给到谁啊 这就考虑谁好久 还是文人一选 其实我感觉 纵观阿斯德之前的比赛 尔绍的这个文人一选的发挥 不如他的 海忍啊 小秀啊 包括一反目眠这一类的适审 但是大部分的队伍面对到阿斯德的时候 都是更加倾向于去搬这个文人 示弱 就是他示弱 示弱 还没有到关键时候 可以稍微的让大家觉得 哎 这事实上 他玩的不行 没那么厉害 关键时候发作就可以了 看一下最后一手 炭治郎还是搬掉 前手的话 医生抢画金是不是也有点 亏啊 有点早 还是抢了画金 那就是为了定后续的操作节奏 嗯 那这样的话 献拳优势 安娜 是可以先抢的 对 封离 封离 封离加小秀 这样一来的话 安娜就要拱手让给对面了 我们看一下 Castor这边会不会把安娜给选下来 这两个 其实Castor打的都比较主动的 嗯 这一局的话 因为炎魔被搬了 两边的射手 我也都不急着出啊 怕被对方的一个上野给针对 可能都要留到一个四五手再去选 其实这三局打到现在为止 两边的射神出的并不多 特别是中上野三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 这几个射神来回 对 来回组合 那这一手 天机也是来回转 是的 看一下后两手 就不用搬中的 都搬射手吧 因为这射手跟辅助 我也得去区别了 是的 陵阳杀机 开始搬Mori 考虑到ODG其实是一个上核队伍 所以就不管你们下路了 银食你搬不搬 对我感觉银食是可以考虑搬一搬的 因为ODG现在整个阵容 伤害啊包括吃经济的点不是很够 下路的话 ODG这边肯定是要搬一搬下了 我昨天的慌悟一直就没下来过 是的 那后续的话 ODG这边和阿瑟这边打快攻的下路到还是蛮多的 二头女啊 妖狐傀儡师这些都在场 银食搬掉了 上路留了一个 再往后面站边的群体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像全杀这种 是的 往后群体 然后你要玩坦边陈的话就是离猫点 总不能是荒川吧 有点过分 我也在想荒川这个 因为毕竟自己家还拿了跨金嘛 你选一个荒川也不是不行 海鲜组合 都是海鲜 都是海鲜 应该是配那个海房主 海房主 对 妖狐也搬了 那妖狐搬了的话 其实下路二口女啊 包括说是 傀儡师这种前妻射程还在的 两边射手其实都很好选啊 你要说阿瑟的二口可以选 然后你要真往后面打 吉纳罗神乐他也能用 是的 虽然说对方有一个画金 但是从这局来看 画金除非顺度压吧 但是神乐应该第一次业很难被压到 而且这边可能是零路以前这种都能选 神乐开打期间 你也没法压他 对 把伤害转出来了 这两边射手的敲位倒不会特别担心 二口女选出来了 阿瑟的这局的话 还差一个辅助位 整个阵容选的还是中规中矩 没有特别凶的 用酒磁梁加清醒灯 清醒灯的话 觉得性能点稍微可能手长 舒服一点不容易被压 是 并且清醒灯的话 他不像上一局的妖狐 在后期这么批软 他在后期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他对面其实这局也不是很肉 打起来其实也挺痛的 最后一手 辅助位选择了进攻性的迷豆子 那整体 阿瑟本来看前四手的话 可能前中期的这种小团战的能力 不如我理解 但最后既然补了一手迷豆子的话 这个迷豆子确实是 要打一个问号的不确定因素 它的存在会让整个战局 包括说这小团战的一个胜负关系 产生很大的改变 这个豆子 有可能先是方野 然后再到线上 然后也是到六七级的时候 才开始做事情 是的 也就是等夜远火刷新 或者是下路的资源刷新的时候 再去做事 而且它其实也可以把化金踢出去 相对而言的话 也是稍微的可以解压皮 反正这个豆子作用性 有多大 就得看这局有没有悲欢性 如果说正常对线 九次良这个点 是不是要稍微针对一下 而且我发现 ODG这个阵容选的法强好多呀 四个人全都是法强 99Z这边的 轻益单带一半的一个AD 然后九次良是一个AD 那就是3.5个法强伤害 那这一局的话 其实ASTER这边 前中期可以考虑多出一些魔抗 这个的话 ASTER这个阵容来看的话 更多的也是输出为主吧 包括这个豆子的估计也是 对 说不了太肉 不会特别肉 但这一局的话 应该还是要抢一个前期节奏 小秀跟一反 谁的节奏快 意味着中路的线旋就稳 从这两局来看 两边打野 降局节奏都是在三级左右 还是都在三级 两三级的时候 对中路或者说 换线过后的单人路 毕竟动手 然后抓一个线权优势出来 是的 这一局阵容上来说 真不好说 不像上两局 很明显的前后期阵容 有一个时间差 那这一局的话 大家都能打 可能目前进来到 ODG对着ASTER的第三级 目前双方战属 战属第一名 我是本座姐妹们 大家好 我是桑鼠 看一下在两边的一个 抢载点的局 到底哪支队伍 能拿到更好的一个分数 这是棑鼠 其实是小秀 主张 奥迪记其实也挺想把这换回来 就他们想争前四会有点难 但是是有机会的 谁家过年不想吃饺子呢 确实 肯定都想赢 我想吃馄饨 猪肉馅的 我们这边又选石墨膜的吧 没有 不过这局好像开局有一点点的安静 双方并没有在说这河道的地方打起来 没那么凶了 变迁的话对线也是一个常规对线 只不过谷瑞这边依然是迷豆子现在的一个打法 就是先帮打野抢一个打野怪的速度 然后再对线上吃线 下路的话二口现在肯定就要在前几点稍微的抗下压 毕竟豆子还是帮小秀倾下野 是的 我们也是看到确实有辅助的一个帮忙的话 他的一个进野速度明显比木木这边的一反不明要快上一截 但是一反的话也是选择职业配合队友先把下达不大拿了 刷一下他的刷也属于和路线 这两个上路应该也打不起来了 这波也是在卡线 看一下99Z为了卡线一几点的什么技能 哎呦还是被动啊 停灯一几点被动可能说来了直接点 但是没法卡线 线一定会过去 是的 还行这波卡的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他前面也没怎么A兵嘛 嗯应该到小秀这边的话是从中路过应该顺带把线送进去 然后让木西这边帮自己一起拿一下上达木蛋 也区那这样的话镜像的还是刷的比较平常的 节奏也差不多 要看小秀 小秀做坏事了 来了 木木也要动手 挂三给输魂 宝西摸一下三 不好走的 这波不好再进去抓了 是的 哎木木有点紧张 应该是摁错的 应该是想去清兵的 对这波的话 也是因为只有三级和四级 第一时间也没有 很好的给到木西第二个链子 所以伤害不够啊 木西就慢悠悠的走出了这个区域 这波二应该是觉得蹲人的话不好蹲 还不如先跑 这边的冲也都来了 是 正常开野的情况下真的好和平啊 挂三 要摸免锁 挂三后后摸A走 半血到死血 这波冰 木西要吃不吃不到五 木西要死的感觉 木西心好大 这个顺步还没交 所以他还敢在这边吃一波 再炸一个 好痛啊 对 莫瑞直接残血了 要不单杀一下 勾有想法的 短技能 差一个技能 勾中 顺步挂 哎呀完了 被练到了 是的 莫瑞这边还有顺 想秀 完了勾啊 勾勾是先交的顺步 而莫瑞这边的顺步捏得很死 这波成了 就是在精彩之间 失败了 也是在精彩之间 就是谁说特性版的问题了 是的 莫瑞的精彩激情啊 是的 这波很细节 莫瑞也知道 勾应该是会对自己的血量产生这个杀意的 然后 链子中的一瞬间顺步拉一个身位 首先勾勾没想到 就是这个这个链子能练中自己和强 对 刚好那个冰清掉了 对 刚好掉了 这也是时间契机偏向于莫瑞这边的 好像中的线权 白安过后 墨西 两个二进程中 踢一脚过后给他身位 低出了一反的大招 两脚还差一脚 刷大下来 一脚踢起来 伤害差了一点 顿刷出来 对 往后走了一下 这一波感觉 ODG稍微点没沟通好啊 开子头这边是往下 下半区稍微走了一下 而木木一个人上了 其实应该是 子龙这边是想配合队有四包二的 这波 腿手加速 踢两脚 到这边半斜 反推顺步拉开 第一时间卷是卷了个二口 那这样小秀给一脚踢掉了 是的 这波卷只是一个人头给谁的问题 是的 他不想给摇 给到小秀 其实现在节奏来会更快 小秀现在已经2.6的竞技了 没错 所以还是刷了盛气楼啊 大招再稍微压一下血线啊 这局的一个盛气楼的话 目前还两边都没有什么资格去动 得等一等 毕竟是一个正常对线 看起来都不太好 古路的话 紫头现在把线压进去 有机会去看一下下半区的视野 因为一盘也在 但可以看到小秀这边应该是已经在摸了 下老师也在压 打不打是也拿完了 第一件小秀是大事摸完 你是考虑到地方的 上路的话都没神行的 都来不了啊 现在是个4v4 三技能捆到沐西再过来 前击大招位置可能要转起来 挂1 还有一套法木木收掉了 开子罗这边大招顶起来 功效果一般 请你能反手打 好像并没有打过效果呀 是的 但是这会上路的话已经走过来了 打招 能不能中 中小秀 伤害一般 再进场踢一脚 两脚挂一吃压制 没活动过后 这边还有大招 扎下来 撞击手被收 二头两段条减速 留到这边的那个Mori 有狗倒狗就这样 大招推大风车 留下 狗就在打了三个人的小团面 是的 而且应该是只有开子罗 一个人没阵亡 刚才木木的话是复夺了 对 所以是打了一个 四人的一个小团面 这真的 这地方 打得有点太急了 是的 确实第一时间 Mori先赶过来 但是伤害点 只有清醒的一个人 而且他已经没有大招了 这波我觉得还是一个多多的问题 看不错 这波是想回的 但是队友想打 导致双三里面 只有一个输出点在场 这两波就没必要打 因为安娜也没大 结果这刚才要把大交了 对 少了两个控场大 其实 安娜在这也真的是杀不掉 对 这波链子中 高16大招 也不是很慌 现在看木木 第一段 大A能不能中 中的话 有机会秒 刚才也没顺啊 但是有个大招 他也不是很慌 所以说亦凡也 也不是很确切 能百分百秒 所以回野去了 哇 这个波团战打完 直接让阿瑟获得了 1700块钱的经济优势 刚才3500的经济 对位虽然说 还是比较吃品 但是队友的这个经济 实大实是拉开了差距 是 特别是夏阿璐这边 又让姚天帝拿到了 3.7K的经济 看干嘛 几套半戏 莫丸走了 也就只有这一套了 是的 也没办法 你看尔绍身上 大师魔丸第一剑做出来了 其他人对他没什么伤害 只有九次两打开是空的 而且安娜刚才也是被千击 打了死血状态 是的 这波过来摸鸳鸿 这局 这局就是阿克 应该是武装魔犯阶 哎 挂二双爆 直接是把木鸿的大招打出来 挂三A 再一顺步拉开 队友牙子又到 即使 拦着屏幕大招 过后一死血的勾 回来搞 大二再摸一段 哎 哇 伤害不够啊 还能再聊 魅惑中了后排 开足的 开足的把扶住一跤 轻能反手大招 配合着队友 还是拿到了勾的人头 是的 嗯 这一波 一换一 但是摇没来 他拿到了烟火 嗯 他还推了 阿斯特大转这一波 确实 虽然是一个上路患辅助啊 但是在这个防御场方面 是大转的 因为他把所有人都打到上路来了 而且烟火这边还是稳定拿了 确实 看下中路 这波还想提 二技能一技能够不着了 太远了 不想用这个顺步 这段帮忙手要上路线 这边开中加大招 挂一 这个伤害 现在小秀的经济四千五 不是很怕你这两根打 而且这个大势魔玩意 不要不踢一脚 有99D打他不是很痛 哎 有机会 有想法 有想法 这边是阿斯特三个人 这一波再绕后就找不到人了吧 哇 中路现在也没有人防守啊 趁盖子都回程的这段时间 这个中塔要被拔一层 直接拔掉 带着buff来的 都不是一层了 直接没了 没想到耳少也来了 那这个中塔没了 一被摧毁 八分钟中塔掉完之后 上路可以看到 迷豆子大后白胜位了 第一时间没有急的往前冲 先加一个大招 消耗一下血量 四人包 包莫瑞 莫瑞手里是没大招的 只有一个胜步 胜步先将 传手二只能的话 对眼距离也没有魅惑的 凌队友过来救一手 挂三归 有服务有胜步 总是没问题的 现在没什么中理资源 阿斯特尔也是在找机会 想对一个回去的沐西 两段面所直升一段 沐西不慌 沐西都不回头看你 他说你没事 你动我 沐西确实捏得很稳 还有大载的 沐西这个时间点的话 莫瑞也是灵性的神形下去 退后就先把下路的一塔也开了 换一个塔 这个好像怎么出过大师魔玩 然后专专找莫瑞 勾手也是 这俩兄弟出了装备 一模一样 但是出了这个装备 其实去打其他人 还是挺有优势的 打莫瑞 莫瑞很开心 打九四两 一水刀下去 顿都没动过 看一下中路塔 这个不算很快 三个人 莫瑞这边手里有大招 来手挂三 不好压 ODG现在就是想找节奏 找不起来 控制链不是很硬 除非让索尔先手压制 但划金先压了 也就意味着 勾跟尔进场 没有任何威胁了 是的 而且划金这一局的话 前中期也是被抓死太多次了 所以整体的肉度不太够高 这边的话 带哥把大交了 所以这边的辅助也交完过后 也不好再追吧 二口屏幕大招 99Z现在的这个经济啊 是跟莫瑞一起吃的 所以他的等级 在队位上面比尔差了三几 这个差距有点大了 来了 这波减速 盛起楼应该是稳定拿吧 这边莫瑞是被 莫瑞看到了 莫瑞还想等级会有点难 走了走了 双盛起楼啊 哇 非常坏的消息 因为两边的阵容 打肉能力都很一般 那现在让阿斯特这边 拿到双盛起楼 把自己的肉顶上来之后的话 ODG后面的处境 会更加艰难的 蛇还算 这个时间点 阿斯特这个经济 可以直接摸蛇的 可以去尝试摸一摸 逼一逼团 蛇西加勾 两个人还有个豆子卡住 矮口处 这根本进不来 进来了顶多是一个开大的一反 搜到这边小机场 一反进场过后 二口平补大招 先找后面 先找团 平补大招 效果还可以 打到三个人 但是觉得一脚被踢没了 然后利用着为一加一个跳 直接跳到了开斯托脸上 开斯托村废被打掉了 莫瑞练子酸 中到一个木西 太好不行 木木这边也是被勾 逮捕了 找到位置 一脚踢又找开斯托 一脚又收掉了孔珊娜 安娜倒了过后 这蛇就没什么机会了吧 不过果然也快被这个蛇喷死了 莫瑞还想进 这地方进不去了 莫瑞没进呢 莫瑞练两个 莫瑞想打 有大招 蛇没被拉脱的 进场挂三 莫被洗 哎呦 直接两下被秒了 太脆了 他出的传输出 很脆 那这样的话 蛇直接被阿斯托 稳稳地拿了下来 是的 而且是 慢慢地把欧帝级 这边四个人给处理掉了 现在的人头 比已经来到了十比二 经济也是差了四千多 这波现在莫瑞很尴尬 就莫瑞想去带线 但正面团战 没有他的输出又不够 是 莫瑞现在经济其实还不错 但是没办法 呦 二级的 打脸 看到 莫瑞一勾 双步想一脚 但是被筋骨开 直接练住过后 反手推过来 莫瑞直接两下 被一号点死了 真发了 队友也现在完全扛不住 因为他们的阵容 也没有什么前排的 是的 姚现在八千一的 这个经济是二口 现在这个爆发太高了 也已经有三级大招了 这会儿这个大招 灌到脆皮身上 脆皮是扛不住 一定要分摊一下伤害的 11分钟 五千的经济优势 还有领先外塔 以及还有蛇线 接下来这个高地 要看怎么守 因为不立即这个阵容 倾线能力 也挺一般的 好在于这是一蛇线 但坏消时 对方这个经济领先 差太多了 没有可能会直接越着你的卡 这个大尔 得分一下 哎呦呦呦 分一下是这么分的呀 但凡少少N一下 这扫可能人没了都 对 以为是完全的分摊 结果是所有一个人在承担 太惨了 是孤独的摆炮 这是三四炮 三炮我一人吃了 进场停步大招 海下开出的身位 前进排出的大招 九十张大招两段 进步可能要先收鬼 鬼先收不中 三阶段挂车 过后顺步压制 一趟秒的风里 而进场功也是收掉了个 扫 但是魅惑中后我们两人 不不要被扬秒了 再挂 摇出太高了 这边再一攻 一架 要继续跳 再跳A 再减速顺步挂A 哇这波 完全封印啊 自身呼应 这波其实反打 ODG已经打得很好了 但唯一的缺点是 他们没有人能够摸得到摇 摇一直在输出 一直在连跳 是的 这一波打完 直接让ODG溃败 是的 扶波线也不够 应该是可以直接大赢 那么高下是得拿到赛点局 五千离分 二比一啊 这局的话 倒是 阿瑟非常顺利地拿下了胜利 而且前中期 一直打的效果是很好 除了最开始 我们可能看到 哥哥那波乐塔 有点冲动之外 其他所有的画面 都是阿瑟这边 一边倒的一个优势 对 就是那一波 给他定到耻辱质上了 其他操作 其实还都挺流畅的 不过最后一波 有一个小戏 也就是在瑶这边 击杀掉 Mori这边的同时 两个人在往下跑的时候 Kesto是被小秀 免疫苍针踢晕了 导致于Kesto身位是平行的 那么瑶也是利用的 先收掉后排人过后 连跳跳到Kesto脸上的 小秀这局 确实耳玩得也很顺 操作包括说是 找的位置都很好 而莫莫这边的话 这局 他的小秀被抢了 只能玩到一反木源之后 好像整体的节奏 没有上两局 这么凶了 是的 就感觉 也是因为一反 这个士神的象径 就是他前半期 如果说做的事少的话 再到这种 比较偏于劣势 他倾线能力比较慢 他要去被迫倾线的话 就导致于正面团枪 他的输出提前 打不出来的 而且这个大士魔玩 真的太致命了 是的 我们看一下这局的 赛货数据 12分57秒 结束的战斗 打得很快 输出最高的是 摇的二口女 31000的一个伤害 这个经济面板 就一路是 偏向Aster这边的 是的 RODG这边的话 因为其实没有 打什么时候 去团战 所以输出最高的 还是一个魔人 以及整体的输出来说的话 Aster这边更多的伤害 都是给瑶做嫁衣的 因为很多团战 都是围绕着二口女 去打的 是的 并且的话 RODG这边 这个3C位 除了Mori之外的3C位 看到对方的耳哨 没什么想法 是的 打不动 他大士魔玩 出了第一箭过后 就去Mori Mori一套爆发 打了半关险 没人能打了 输出跟不上了 后续没有人补伤害 补不上 是的 而且那个时间点 其实青青灯的发育 并不是特别好 他只能是蹭着局势 跟着队友往前走 但队友如果说都 选择回撤 或者说防守 或放塔的话 他的发育空间就很小了 对 并且青青灯第一箭 一般也是七面天女 是的 AD装还是要往后 稍微去处理出的 没错 我们看一下这局的 小剧MVP 给到Aster摇的二口女 7-0-7的KD 参战率88% 伤害占比34% 伤害转弱率308.7 乘伤占比9% 就几乎没有什么伤害 是灌到他身上的 确实他也没死过 而且他的身位 其实基本上都是 以一个收割位出现 是的 我们也是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放 这个一反木棉 明显好像木木 今天没有特别好的手感 给考虑 稍微去换一下 市场体系 看一下 我立即后两手同学 中路 其实这局发推都不错的 其实压线各方面 节奏都在水 银石 白藏主 白藏主 先抢了一个位置 先把银石选择出来了 因为你看到你也拿了个 轮延插机来 而且我也放给你 我就告诉你 这个银石就是走上的 亲机 很久 总觉得阿瑟会不要使坏 就是让沟绍哥木棋 先换一下线 让亲机先上去 亲机先去对付银石 银石打不了 先折磨你 这就跟咱们姿势当中 看到射手走上路一样 确实 折磨 看一下后两手怎么去扳吧 有可能会这么操作 但这样的话 其实亲机很有可能会被改藏主 一直限制在上路 走不了 毕竟上路线 还有点长的 确实 那这边也是送上了班位 正常的线 要去扳一个中路了 而OTG这边的话 继续往下路去扳 自己捧住已经选了 可以再扳掉一些 类似于天井下 包括说是凤凰火 队爷这边玩的比较好的一些事情 但肯定防火又放不下班了 对 感觉是要扳的 防火 那豆子又 就是 豆子也能扳 这几个里面你只有只能扳两个 现在阿泽这个阵容 确实很适合去选择一个豆子 是的 把二口扳了 二口 既然我选不完 服务我就把射手摁了 那再扳一个妖狐 还是 扳个妖狐 其实妖也可以把你录一弦的 啊 妖狐扳掉 阿泽这边扳了一个比较 这个常规般的 对 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第十天其实 跟青鸡打的话 青鸡打他没什么办法 怎么说 绿叶的凤凰火跟迷豆子 要不要考虑掏一手 还是豆子更稳 因为有控制嘛 嗯 整个阵容来说 青鸡的爆发也够 而且软烟杀机半入半输出 中期的伤害也足 是的 有个控制令 那这手这个射手 我感觉就是零路雨前这种的呀 我感觉挺好的 零路雨前一套穿着爆发伤 直接炸裂开 ODG这边三个人都挺脆的 是的 看一下ODG射手怎么选吧 你要 要抢吧 我感觉要抢啊 这个零路雨前得抢一下 哇 自己拿了 对 这不抢零路雨前 给阿斯特太香了 你抢完过后 补个什么 伤害其实也够了 有一个零食 加零路雨前的爆发 嗯 这手 中路雨 中路也可以补一个 偏团队型的试神 牵击这个 嗯 牵击 牵击 这手零路抢完 阿斯特要往后期打的 神乐 神乐 神乐其实 之前一直说的一个问题啊 就神乐配上 迷豆子 两个人进攻性 开团性很强 但是对线上来说的话 神乐是会有点难受的 因为迷豆子不提供 任何的回复能力 所以这局有可能换数 是 非常有可能啊 我们看一下具体怎么换 因为对阿斯特来说 换线一定是利好的 神乐换中路 亲戚换上路 这种换也可以啊 然后银石就说 我现在就开始疯狂的鸟语 我真是呢 我觉得只要让听技能 对上银石就行啊 其他不重要 对 因为银石确实在前半段 从第一句可以看出来 其实银石 阿斯特是有去针对前期的 但是在中期的时候 还是相当于有点放养他 没管他 让他刷起来了 是的 所以说还是要在 中期节目当中 还是要把银石这个点 再摁一摁 多打压打压 可能说这局 莫瑞可能发挥 就不会那么舒服了 这一局的阵容 全二代过后 阿斯特这这种 控制链足是挺苦的 但是你要说真正说 这个坦度的话 光一个农业插机 好像也不太够看 可能他坦度后期 还是要控迷洞子 去稍微补一点吧 是的 而神乐这边的话 倒是一定程度上 能够限制 板田银石在团战里面的突进 板田银石突进来 神乐是可以用大招 去抱住他的 把他摔起来 是的 这一局 ODG的阵容 也算是把看下点都掏出来了 不得到什么都掏出来了 也算是考虑到说 这局要稍微的抢一抢前期节奏 要决绝一点 毕竟已经来到阿斯特的赛点局了 稍微的节奏点上面 ODG这局估计是要大胆一点 放一点东西出来 神乐打银石有客制关系的呀 神乐打银石先不说可能误猜 但你不要忘记我静春 但是他还有一个画筋呀 画筋有个压制呀 神乐不一定能出来 原来如此 我以为静春能是咬皮咬银石 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目前一来的阿斯特 这支ODG的 今天是我们的阿斯特二级 李箱我是本家的推荐 大家好 我是方鼠 看一下已经到了阿斯特的一个 先拿到赛点的局了 这局又是掏出了一个神乐 其实我蛮期待的 神乐最近的出场率并不算太高 是的 仅其因为神乐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打这种 像二口啊 这种就是说 能够在中期打出高额爆发的射手 而且这种射手呢 也能在中后期去打输出 包括轻银灯 还有魁蕾石这种 也是同样的道理 像神乐这种可能 就是说对方掏出像炎魔了 我可能说拿一个神乐 去稍微抗衡一下 后期的一个这种体系出来 是的 并且的话 神乐的神仙组合 也就是宠师 宠师跟神乐很配嘛 绝配 那宠师放不出来 所以说神乐 少了这么一个好搭档之后的话 也很难说拿出来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献权效果 对 因为神乐的话 还是手有点短 而且他更多的 还是希望对方来进攻自己 然后开大招 去爆摔打一套小号 近期来说的话 很多队伍都不会去 让神乐有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今天既然能把神乐放出来 那阿斯特应该是做好准备 而且他自己这局其实是拿了一个轻机的 有轻机这个点 对于单体的爆发其实是挺高的 就看这局轻机能不能稳住吧 毕竟是自己的赛点局 阿斯特每每在自己的赛点局的时候 总是会思考的像是烈士局那样感觉 就是会犹犹豫 而且动手啊 就像他第二局一样的 就明明有优势 他可能就会很稳 打得特别稳 稳到就是说 没有可能性失败了 我才会去尝试成功的这种方式 是的 希望这局阿斯特 不用打那么的 卫手卫脚 可以稍微打得大胆 毕竟这个阵容中期爆发很高 而ODG这边的话 这套阵容选下来 木木依然是选了一个法术打野 最近确实法术打野的 这个打野速度还是挺快的 所以木木好像更偏向 去选择一个法术打野 这局选择了一个白藏主之后的话 前中期的节奏 我相信他应该能够更好地消耗 去带起来 其实会比上一局的 一反目面作用大一些 而且这一局的话 北浪主要带的是个逸琳 所以说可能在视野方面 作用会比较明显 要使坏 要坏线 但是是 少使坏 没使到 是的 对方也没有选择上开 而且是ODG这边选择的一个坏线 那这样一来的话 Mori这个位置要去单打 BDo一个摇 也还行 因为也是知道 BDo肯定这个时间不再下线 是一个一打一的情况 这局的话果然是换线 这局 神龙打银石 银石也不是特别怂吧 但是毕竟考虑到 对方还算是个射手 稍微的尊重一下 不压得凶一点 选择起点人肯定还是摇 这边更残一点 没压到 来了 踢一脚找谁 位置先踢 找到九九队 两脚踢飞起来 都没有给九队反应的空间 顺步交完就没了 对 因为没办法 九九队交完顺步之后 郭瑞银和尔少跟了两个顺步 顺步也没拉开 郭瑞银那个位置 刚好是一顺过来 直接一脚给他踢起来 是的 感觉 你知道真的很喜欢装上 是的 但这个达摩得抢到了 这个位置 拿完达摩蛋过后 白亮主要回野区 只是说 这个人头给的比较关键 小秋拿完人头过后 节奏相当于 把换线过后的ODG 算是打裂开了 是的 双灵咒也没了 而且刚才 林路以前只有一级 等级也很低 那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 龙岩叉鸡 其实在被换线过后 其实它等级下面 不会有一个劣势 也不会被压了 是的 并且下一波的话 我们看到辅助 跟这个龙岩叉鸡 跟这个林路以前 两个人 都是没有顺步的 所以下一波 说不定 阿斯特还会往上班 去找节奏 去找机会 并且的话 刚才镜头最后 给到的是下路 下路我们看到 神乐跟银石 这对冤家 欢喜冤家 之间的一个战斗的话 当时我看到神乐 他的那个怒气 是过了50%的 所以他的伤害可以 对 就是不知道 两边的这个技能CB 对 有多少 是的 而且其实 在很多对局当中 可以看到 如果是银石 被换到一个单线当中 很多银石会选择 一级先绑一步 因为先压一波 血量过后 哪怕说是压失败了 这个兵线其实也乱了 但这也就双方开局 在神乐跟银石 对线一起 谁打的还是比较平稳的 兵线在中间位置 然后都是 这个兵快死了 去AE刀 也没有说去换血 二级的时候 反而是抓到了 自己家 也都在上路开团 想去打一个一对一 效果来看的话 55吧 因为摇这边 其实还有一个字役 那这边的话 银石手里 有一个神型 所以说 兵线压力 倒是人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Aster节奏上面 还是要看小秀 接下来跟豆子们去带 这两波打完过后 神乐的状态 有可能要豆子下来 稍微的保 毕竟要吃点经济和经验的 现在很多队伍 打到ODG 都特别喜欢 针对那个双忍路 也就是99Z和索尔那一路 是的 其实索尔去打到一个射手位的话 会稳很多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会宠一点 说的好听一点 就是确实是很稳 就是你没有办法 去把他当一个突破口 除非真的去四包二 线上去对决的话 索尔很难给机会 但99Z的打法比较凶 容易找到机会 但是也容易给到机会 对 就是99Z 感觉他俩 其实我是在我的印象中 他俩的相性 其实挺难达到一块 是 因为索尔很多时候 他是比较 他对于队友的站位 包括说自己的站位 是比较有这个讲究的 但是希望能够在同一步调 但99Z属于说 我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是会把 这个机会给他放大的 那这种机会放大 到底是把自己放大 还把对手放大呢 就是一个问号 就是找机会能力有 但是同时成为机会的能力也有 这两个人其实能走到一个下落 而且到目前为止看上去 还比较平和 这是我也没有想到的 因为索尔在打辅助的时候 他变凶了 是的 这波小月 这波扛卡扛的有点多了 姚这边帮高少找回场子了 是的 这前面也说了 因为他带了一个自愈嘛 卡了个时间点过后 回来多喜 而且姚这边也是有顺步的呀 可以拉开一个身去啊 摩瑞有点着急 上头了 二级如果没想到现时 再来过击同时 拐 知道你没顺的 但是有队友 这一手脚械过后 在进场位置 莫这边把勾的顺步给打了出来 拐一 打一套摸在了古人身上 不好近了吧 这位置兵线进去手里也没什么人能跟啊 波木木还想在塔前挂钩 这位置有点晚了一点点 这早一点的话可能就留下来了 是的 神情下来的话有个好意思 稍微保一下 勾照倒是生存没什么问题啊 是的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视角都放在了上半局 那中路可能要造点队 把移民摸到 链子是吃了一套 划三给了一个盾 木希的话状态有点残 这波估计打完回家了 下路走着过来 怎么要混到三吧 你不混到三 再去动 节奏有点慢的 我这一局 潜中西果然打的 还是比较主动的啊 现在已经是主动打两波了 哎呦 勾照这边好危险 我也走一段 等级上面的话 勾其实还行 但是这场波因为随着等级 明明前的伤害会高一点 对 哇 我们把三消耗一下 两边冲路还没动 还是想等到六扣找机会 是的 而且还有十秒钟 夜远火就刷了 这会儿的话是想来限制一下 古瑞颖 不让古瑞颖 很好的到上半区去支援 这波小小机会 哎 丢空了 没机会了吧 古瑞颖还能在踢脚的 没炸出晕 是的 哎呦 木木这一套 反而把自己的状态打得有点颤啊 这给到耳烧一个信息啊 就是上半区 现在确实是没什么人的 可以来帮一手 二到六了 有机会 是的 而99Z 以及索尔的话都只有四级啊 这个虽然是个二打二 但是本级差在这儿呀 要不上一下 再踢一脚 第一脚链子没撞 第二脚骗出了顺步 这个晕没踢到 但是骗出顺步 还算是转的 有点 太怕了 因为这波小秀有六 有大的 赶紧跑了好 那这样烟火就给了 烟火给完过后 要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 这个buff 还有他的这个子弹 往哪边甩了 要往中路用的话 这个中塔可能推得比较快 但是现在肯定更多的是 想把轮位插击给解放出来 上路能不能找拨机会 还想蹲上啊 耳烧真的是 真的是把99Z 当成一个突破口啊 99Z现在顺步跟自愈都站好了 应该不容易死了 而且到六 没到六啊 化金就四级 来了 踢一脚 紫正一开 反卷 脚脚械 反手大招一套 我们跟上挂打一套 先手扫 再踢脚破斩 一个瓶 收掉了 就得当自己被他砸死了 对 换了一个耳烧 那整体来看的话 阿瑟这边肯定还是赚的 对 杀人肯定赚 但是这个中间的金钱 也是整个最为了 稍微补助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 ODG这边可以选择 先动一下下半区的 10剧了 10剧应该给了 对 这部木戏也不在啊 下半区没有什么资格 跟对方争夺 ODG还可以 虽然没拿到叶云火 但10剧拿到了手里 这局总体来看 陈仲基还满军式的 这局 从头来看的话 阿瑟领先 但是经济却稍微持平一点 不好找机会 现在肯定要到六 主要是也是因为 双方中路现在都没动 千鸡这边 也被千鸡困在现场 也不好动 再加上自己家打野 这两波其实也是 平凡的往上下两条路跑的 想动 哎 小莫瑞 报喜 破绽全摸出来了 莫瑞这个位置得跑了 是的 好在果瑞还没有到六级没大招啊 是的 这个位置 勾勾有点吓人啊 位置想蹲探 这个位置蹲人有点难吧 而且外圈没中 卡放 队友都不在了 全在下半区 勾勾赶紧放了这个塔 看能不能换塔吧 下半区摩瑞这边有点危险 小GV3 看扛塔的是神乐 再刷个大下来 我再踢一脚顺步跟上 最后一段 上的四八 哎呦 死了 这个地方伤害计算的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 而且就博尔最后他想回手给个息 但是没打到任何目标 对很难受 人家不抗塔了 最后预判人家会跟上 其实没有 然后侥幸心 哎 我应该活下来了吧 不是 哈哈哈 就没了 难受 啊 不过这个塔呢 倒是守住了 没有被开的 嗯 那么这样的话 看无敌机换线过后怎么效果 束魂挂上 顺步拉开 想留人 确实无敌机这边 没有扫在的话 就有点难 那顺目卷回来的话 就可以把豆子留下了 这波节奏 连换节奏看中路 能不能摸下塔皮 两边各掉一个人啊 那后续的话 中塔没几个兵啊 是可以轻的 这波 这抢手兵线拉回来挂压子勾 你这波就有点太主动了 而且队友第一时间都没有跟上压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少了一个勾 呃 这次中塔看看好不好手啊 沐西目前是一个半血 没有双灵咒的状态 得放 这个 但是 对我来了 对我来了 压制 他们控制点不主播 国员可以进场的 同步大招 挂三技能往后拉下 把兵线进完了 塔是守住了 这波的话 OTG确实控制点 从这个阵容来看的话 真的不足 挺缺控制的 请看天机 二技能跟大招的释放位置 这边还说了 这边压力也会比较大啊 他这个化金的勾和压制 非常的关键 那整体来看的话 现在七分多钟的时间 OTG有一个几百块钱的经济优势啊 其实对这几局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情况了 提起来 兵线上针 直接把服务打出来 暴起 尽压轿 破绽 半血 这开始都这中路也挺难混的 现在 烟火刷了 要蹲 这位置想蹲啊 要不 写个视野往里面走一步 但木木是隐形的也看不到 哎刮到刮到了 刮到刮到走走走走 溜了溜了溜了 挺吓人的这个外圈直接是忙给 对 当时白浪主看到 勾进场 其实他抱着脚钱 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挖我一下 我走了走了 挺吓人的 是的 这样的话又要换塔了 上塔拆完过后 看下路这个能不能守的 扫手里是有大招的 踢 踢起来挂一减速 给三 不好留人啊 现在阿斯德这边的控制链 也不多 也少 对阿斯德控制链是要什么 是要等迎时进场之后 靠摇去抱人的 是的 少了摇的这首神乐的大招的话 控制会缺一些 嗯 那前8分钟 两边的人头差两个 心继倒也是持平的 这局打得看似腥风血雨的 其实数据啊 包括说中立资源上面 都是分的挺公平的 嗯 注意 这 杀完人过后看这个实际吧 实际秒后实际刷新 阿斯稍微要打一个吧 毕竟青鸡也挺有吃这个伤害的 人后的爸爸差两个 沐西是已经吃了8分多钟的经济了 一直没有去打过一个正式的团战 但是他5.3k的经济 不容小序 接下来沐西参团的话 对ODG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把下半区实验扫了安静 那这个实距就可以直接动了 这实距蹲人的位置 一琳看到了 木木想进场 在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进吧 先接先往前 听一讲 一琳挂招跟我付出一开 二琳给 球队大招也全部交出来 第一时间ODG的屏幕伤害是把人全部赶走的 所以也可以接这个实距坑的团 对把耳烧血量打成残血 这波接团也比较安全 这个实距应该是让给ODG了 嗯 不行大招开了其实也没打出伤害 这波阿斯尔应该是觉得想接的 但是第一时间看自己撞的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我只能走 那下塔也给了 这两波团战 哎呦还想守呢啊 神星下来 直接留人 狂战留住后排开始到 反手被压制到了 这段可能要命啊 先反手休秒了 再进场位置的话 不是很好 绝对输出环境还不错 这么拉开第一时间被留住 神龙霸摔摔 所以的话木木也是直接被轻聚留下 二一挂手扣 魅惑中了 开走死血河道的第一塔门口 但是最后一人不够长 莫瑞再进场了两队 打回拉挂没中 再被雷吉利利组 三挂也禁在天堂 吸血 四打一 三打一 还是得往后走 铁跑铁跑链子撞了 但是伤害差一点 够马够马套姆死了 又给了个盾 那这一波没机会了 哇应该是要被拆掉了 这波瑶跟莫瑞都在C啊 太吓人了 瑶刚才那个非常细节的走位 躲过了莫瑞的那个三段大招 是的 太关键了 那个要是没躲过瑶 这边直接阵亡 小胜板一扭 摩瑞就说 太会扭了 扭完一瞬间 摩瑞就说 糟了 首先这玩意儿走过来很难受的 他在走过来的过程中 把自己吃到饭血 而且他没能量 对 也是在这个位移 找大招的位置找的比较好 他顺步抱出来 把这个也给秒了 是的 并且的话后续 队友给的一个声位 输出声位也不错 就可惜他的那个一技能 远程一技能还是短了点 嗯 就一丢丢 和后续摩瑞赶过来支援也比较及时 啊 这样的话 两边经历下播一波团战过后 经济稍微拉开一点吧 几百块钱了 他 是的 阿瑟稍微反超了一些些 摩瑞五千八的经济 还得再 听话讲 对OT计下言摩瑞的这个经济 不太够看 还得给他拉扯点空间 现在JUZ的经济七千三 其实还挺高的 但是现在零位前 队友没有什么特别的控制链 他这一套爆发打完过后 也就没什么伤害了 来进场 来拉到 压制给Grain Middle可能被秒了 所以的话 JUZ还是给了个大招 害怕对方万一进场 全退一下 对 昨天玩的这几局的画金 真的都力大功啊 几个勾子 包括说的压制都非常的准 那处理掉了一个前排的Grain之后 让他三技能都没开出来 就直接阵亡了 那后续已经刷新了这条蛇 看一下 ODG要不要有一些想法 对 二塔有机会拿的呀 还没人回 这位置 而且 有点危险 两钻 手雷加大 顺不拉开 顺的很关键 现在双灵都全部交了 这下一步不好打 而且下路的线要守一下 ODG这一波处理的还是比较细节的 没有急着去拿蛇之类的 这好在于 因为自己家选的个小秀 没事踢一脚 也能看一下蛇的位置 是的 再踢一脚 走了走了走了 再踢要出事了 下路的话 也是分派勾去进行一个倾线啊 那这波ODG也是看到勾的位置了 是的 正面想尝试找一下大蛇的机会 勾在下半区 但是手里有神形的 兵线也可以带到 想蹲人 看银石的位置 要看阿斯特上不上当吧 Grain 阿斯特完全不上当呀 勾手还在带 Grain 你再往前走可就要犯罪了 顺步压制 你没办法呀 谁都不怕 就怕这个压制 开不了三 但这一波的话 米豆子把技能吃完了 伏地技也不好接了 他现在没有压制 关键留人技能了 是的 那下路这边的话 勾上把兵线带到非常安全的位置 赶紧神性到正面 怕对方动蛇 是的 虚惊一场 没有动 不敢动 现在 现在这个压制 确实对于阿斯特这边来说 谁吃都不好 只有豆子吃 稍微来说还算可以接受的 是的 或者你勾少吃 因为勾少吃的话 你可能一趟秒不了他 他的鬼像后面已经出了 就只有他来 上浮两人吃腿 其他人谁吃都不吃 是 从刚才摊势眼来看的话 肚子吃吃完过后 ODG也确实动不了 也往后走了 也往后走了 那这会儿的话 就是在等下一个 十具的刷新了 这会儿十具已经刷了 ODG提早赶过去 哎但正面不能出事啊 解一手 赶紧走自己队友不在的 现在 先发的天机 坦素还可以 诶 十具动完给到讯号 想直接强动 但是 来不及 可能先把弹不弹拿了吧 想留人 这波位置 八百天定成两个 把一过后走一下 状态确实是被消耗残了 ODG这边 但是 阿斯特这边 因为兵线上面的问题 也要回去处理兵线了 对 ODG来说好消息就是 他们拿到了三十具啊 这个三十具 拿在手里还是挺安心的啊 那阿斯特因为是有两个前排嘛 一个笼叶插机 加上一个米豆子 到周后期 有这个十具 三十具的加成的话 ODG这个阵容 其实不用太害怕 打不动对方 有一个伤害的保证 一只 蹲人 这个地方不好 有点危险 一铃也放了 主要是忌惮这个化金 对于阿斯特而言 神乐其实可以再摔一会儿 他不用在蛇坑这边一直蹲着的 但是 这个时候ODG把视野赶走过后 选择直接开蛇了 超摸摸在打蛋 反手压制 又吃完 画外圈 给竖魂 两段捡回来 狗这边抓得很难 开紫色 狗可能要被秒了 魅惑中控顺不拉开 能不能离开 我看只能为你走一下 那技能交来差不多了 只能没拉脱呀 这波 是的阿斯特还想拖一下在进场 小秀在的 而这边能踢一脚的 给到视野了 正面的话 拥波的伤害还可以 就是这边也是把自愈交出来 两边的战场持 蛇跟蛇 没拉脱 感情不去啦 神乐抱在地上打死了 抱为 战甲切斗的是 被一只的ODG 全都在一刀直接收下 神乐看似 泡了一个 没赚到人 大家都迅速分离了 摩瑞二段大 直接过来 沐西出现 没有被烫死 留住过后 勾这边的话 也是保住了沐西的撤退 还想追进场有点难吧 还追摩瑞 三段大跟上 打红阵也收不掉他呀 能收吗 但是这样的话 中路平线过来 反够压子 勾没了 高地也没了 只剩一个沐西了呀 一个青鸡 男手 好像这线 美股不出了吧 不好手啊 神行保险 那么直取 大爷 恭喜有地记 拖入生死局 恭喜他们 目前比分2比2 这一局 其实 确实陷入了一个 阿斯特的死平环 就是他们一到这种 赛点局的时候 犹犹豫豫的 敢打又不敢打的 导致于你看 几次兵线上面 前半段打得都很顺 然后抓人 抓得也很稳 然后决策也对 但是一到这个 舌团时间点 从带线再到牵制 再到切入的位置 频繁的出现掉点 跟掉人的情况 就给ODG抓到机会了 是的 并且的话 我觉得今天ODG 让阿斯特非常难受的 一个点 居然是辅助位的画金 对 这个画金只要压制不交的话 阿斯特这边 是不敢进人的 对 不过下一局 也是双方的生死局 阿斯特是可以选择 先手方 先手方 那这样这个画金 这个点可能会被 稍微的counter掉 或者说被 要么选了要么搬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先手当中研磨这个点 可能就是ODG 在下一局当中 要去考虑的问题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可能会放出 像大蛇 或者探装之类 相对比较强势的 包括说辅助位的 匣子之类的 也没有办法限制的 这么死了 对就是感觉 下一局应该是 会在BB当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因为毕竟是双方生死局了 战成2比2平的 最后一局的时候 应该大家会 多多少少 放点大招吧 其实这一局 你看摇的发挥 其实已经很不错 在下路躲开这个 摩瑞银石的大招 然后反手打了一套 其实今天神乐 发挥很不错 但是奈何确实是 双方对于神乐的 这个技能释放 跟他的身位啊 研究很透 研究很透 大声可能打不到人 是 每次看到他 一个大招转起来 对面的站位超级分散 对 让神乐的大招 基本上原地转没什么伤害 然后轮叶插机也是 轮叶插机进不了场 这两波其实都是 在Green看完摄影过后 勾去带完线 打了一个时间差 让ODG每次都能够 打一个五打四的团圈 导致于不论说是轮叶插机 还是说是迷豆子 都很尴尬 要么招了大招就得跑 要么就是为了队友 然后把自己卖了 是的 我们看一下 这局比赛的赛务数据 打了15分40秒的时间 其实人头经济的话 差的不算特别大 经济也就是最后 退高的时候 才会有一些差距的 是的 输出最高的 我们看一下 其实 99z的 23000 但是双方的C位输出 差不多 包括上路的输出 也是五开的 就可能说 因为这局 前半段节奏 其实平补很好 但因为到舌坑团的时候 小秋的作用 更多的应该 还是在舌坑位置 是的 小秋它这个地方的伤害 确实没有像白棒子 能摸得那么多 包括说前中期 这个30句 居然是阿斯特这边 一条都没拿到 我是没想到的 是的 因为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这局是ODG主动选择的换线 迎时作为单人路 在下路的 也就是说 阿斯特这边是可以让双人路 在下路的 这种情况下 没有拿到一条10句 其实在前中期的节奏处理上 是出现了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局的小局MVP 然后ODG SOAR的画金 0-1-10的可以参战率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剩下的商战比 百分之十 乘商战比百分之二十 是的 那我们虎虎 其实拿到MVP 最近比较少见 是的 那今天SOAR也是 跟我们看到了 这首画金的压制力 下一支可能是要被 上到一个班位了 是的 目前SOAR上场的 这几局来看 夭壶拿过一次MVP 画金拿了两次MVP了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 看一下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放 还有很多的试诚 都非常厉害 是的 可以放在这边 最后一首 也是纠结住了 每次好像阿斯特 在最后这一首班位 都要纠结很久 是的 他们总是会在一些 关键局当中的一些 关键BP位 就是考虑很长时间 匣子 匣子慢点 主要还是这一局的 胜负关系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 他们能不能进前四 也就是能不能有这 炭治郎放了 炭治郎给你搬了 炭治郎给你搬了 那炭治郎肯定拿了 对 那不用考虑了吧 这首 这首放炭治郎 是 炭治郎应该是有应对措施吧 不然的话 其实炭治郎 一人拿一个挺香的 没错 当然有可能考虑到 确实阿斯特可能 不一定会玩炭魔 他可能会拿炭治郎 然后是有拿一个神乐 这种也有可能 对 这样的话 那B1999的也拿一个炎魔法 有点亏 OBG不一定想打这个秀和体系的 那说明在BG的前三班 上面还是 Aster是占优的 他拿完炭治郎过后 这中路 安娜这些也都在场上面 那不拿可能就没了 是的 先定一个伊凡 伊凡 会加一个安娜吗 看一下再犹豫啊 安娜 安娜 还是为了现场更为 对 并且的话 阿斯特的下路 主持人池非常深 今天甚至说 我连这一首 灰烟机就敢去拿出来使用 说明这个下路组 其实不是很吃这个BG 可以吗 放一放 那这样的话 双方出台挺镜像的 这下路 它都没通 是的 下路组要去搬一搬了 但是 OBG其实不是很好搬 因为他们不管搬 快攻还是搬 中后期都有可能搬 搬在一个肺搬位上 是 豆子 豆子 那你这个风王火 可能也给他搬了 对 风王火大概也是搬了 因为搬摇的话 确实有点搬不完 那两边 阿斯特这局 有可能真的是 腰狗一张山兔 嗯 有可能是 那这样的话 天井下 天井下搬掉 不想让对方下路过得太舒服 中后期也搬 硬股都给你搬了 嗯 这时候还要再搬辅助 SOR的辅助 施成池好像也就只有个山兔了 而且他的山兔说实话 就今天的发挥可能没有那么好 对 呃 这怎么办 狠狠心也给他摁了 自己再掏个灰野鸡出来 狠狠心摁了 出现什么情况 九九队去打辅助了 这样的话 他们就换位置了嘛 对吧 有可能哈 看一下山兔要不要搬吧 我觉得山兔可以摁点 哇 就摁点 这么绝 就绝一点嘛 反正都最后一局了 对吧 咱们再见也不是今天见了 也有可能最快也得明天 才能再见到面了 是的 看一下ODG 后手 先把尺度与钱 这首零路以前 是有点想要把命了 要搏中期节奏的 对 而且零路以前跟风鲤的那个大风车 是非常好配合的 风鲤主要能推到原 零路以前 零路以前 对大招是能打满的 SOR怎么办 是妖狐还是二口 决则就要在这一刻做出来了 二口的话 AP出出有点多 她只要没出百慕鬼 我觉得是合理的 她们还有一个百慕鬼 她们的百慕鬼 她们的百慕鬼 说实话 就是我每次看到 我都觉得不是摇摇丸 是耳上摇丸 对对 就是这个 然后要出现摇叉了 就我很害怕 就目前来说 我觉得就妖狐 妖狐 二口 二口可能说 伤害就是太相似了 可能妖狐好一点 对 二口的话 因为有一部分的AP伤害 会 可能对方又是一个大宠官套出来 也是比较难受的 对 辅助位的话 现在硬斧斑的差不多了 软斧方面好像 也不能选那种 灰烈金种太后期的 因为毕竟不是下颌 要选一些能真节奏的 这下颌 这下颌 这这不顾 明节神 让盼之狼四一分代到底 哎呦 哎呦 一目莲 我差点忘了对 这是 首先他是山兔的一个下位选择 对 他有加速吗 对 这个 这个我跟少尔打资质的时候 他有用过一目莲 哦 但是这相当于就是 就是掏底儿的了 掏底儿是神了 对 就保底是神了 就是再往后面可能 就真的就是要往云草 这上面去考虑 那还是让九九队辅助 对 所以这局我在思考 这局会不会换位置啊 看一下这个一目莲是谁的 对 从阵容来看的话 苏老师会玩一目莲 从你对他的这个了解来说 但是中国觉得关键局 前面少也拿了MAP了 是不是也该奖励一局 换一换位置体验体验 而且是合理的啊 因为你现在失去了山兔的话 想要跟袁杰臣去争一个转性节奏 肯定争不过 是的 那我至少还要有一个大速点赞 那一目莲的话 也是作为山兔的一个 可能是二级的选择 他是可以选出来的 这局的话 袁杰臣确实是 没想到会掏出来 因为整体来说控制链 对方控链其实并不是很多啊 因为为了转线的话 探紫囊转型其实挺快的 都算是上路站边来说 自身位移跑得比较快的 非常快的一个阵子 对 阿斯特今天这套阵容 最后这套阵容选的 真的很像ESG 嗯 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转据的灵活度啊 是不是也像ESG没有 让人适不及防 好的 目前已经来到 阿斯特对阵ODG的生死局 我是本场解说一梦 大家好 我是超鼠 这场的话 这个GP也相当于 被方方都摁死了 是的 特别是死部位啊 对 今天好像是因为他们 都特意特别的赌 尤其这个大场 就摁摁摁摁摁摁 而且我觉得 所以是这样的 所以是这样的自己 这个辅助位 专职辅助位嘛 是的 我失神区一定比你深 所以我们一起搬辅助 一定是我转 没错 也这么说的话 好像有一个博弈论 啊 哎 所以这边毕竟是 从射手为转的辅助嘛 是会稍微浅一点 看一下这局的分路情况 这局是换线 但这波应该是抓了个换线 两边还是想正常队上 也去先去 要不偷个麒麟 好像偷有点慢 回线了 就去看了一下 这边摇好像是还没漏吧 嗯 不过双双换线 这波的话 没有让阿斯特能够 是打到一个快攻击系啊 正常的正常线了 我再摸一手 阿斯特这边肯定 还是希望把这个线正常队 因为炭子狼被压的话 其实回来 其实有点也挺慢的 这风鲤嘛 可能说还能大大控制 炭子狼就真的 那就是一直在刷了 两边辅助地位也差距很大呀 每一局木木都是 就是单人开野的 然后 国瑞这边不管软服硬服啊 总是去帮 哎 拍下这波 哎呀被你抢了 耳少难受啊 耳气坏了 哎 刚才想炫耀一下的 他可以A那个打不大打 他不A 他等他靠近了 他有点怕 哎呀 他没想服啊 那就凭A也行 其实哎 这波摸两脚 挂上术魂 就这个位置 哇 我刚想说就是国瑞去边帮耳少 其实是这么打野的速度的 但是这个达姆 没争下来 只能说 亏大了 很亏 是的 这波没拿下达摩的话 上下达摩都被LGG拿了 双达摩全掉 哎呦 这波 有点痛啊 小笑前期的连环性 线上消耗打起来了 是的 最近的话 那其实勾这边打的还是比较稳的 我们看到他也经常像卡巴那一样 把线放到偏自己塔的位置啊 很少给追上 这局阿测全中期算是亏大法了 首先幻线被抓住啊 没有把妖狐的这个快攻转线体系可以打起来 其次的话 明明是辅助帮了耳少的 结果达摩也没登下来 这样的话 上路这些好像也不是很有用 对 连接神确实是现在 在线上作用力没有想到那么大 不过这种就是 其实就是心头上比较气 实质性的影响吧 不会太大 还是可以靠后期的一个运营补出来的 只是说 有一点被打脸了 是的 很难受 想去炫耀一下结果 没炫成 有点上头会 是的 不过中路的话 安娜的线权还是拿的比较稳的 当然说小笑过来骚扰 嗯 因为是正常对象也很难出人头 看一下一反下一波会不会去帮一下勾 这波 一反应该就要往上走吧 感觉勾 现在挺希望自己能够跟风铃一打一的 毕竟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画面了 是的 双双换一线的一个情况 是的 那两边的前几分钟的话非常的可平啊 没有打出太多东西 中立资源 电源火马上就要刷新了 还有10秒左右的时间 而摩瑞跟勾哨的话 前中期把自己血量控的都很好 就是说勉强 哎 没勾到呀 呃 没关系 主要是逼个神尾 然后清个兵 这波清完兵神型的话 两个上路都有的 两脚半血这个位置 木希要赶紧升六 然后这边的话 还是被线上稍微压了一点 我对这个决策是直接来拿这个业员火 而阿尔好像没什么想法 因为他们上路也在放线 下路这边抓人也能多 这么放线的话 有 你的体系 不是特别好打前空的 没打起来了 对 你可能要等中期看探紫王这边 能不能拉扯一下空间出来 而这边的话要蹭一下线吧 不然怎么到六啊 小秀已经到六的 嗯 节奏已经慢了一点了 本级是差了蛮多的 哇 这波木木来上半区找机会 还好被一铃看到 但他这个buff感觉 有兵线 不然你就自己啊 也拦不住了 这踢一脚要把一个神型给打出来的 是的 打神型 取消了 踢一脚一个神型 踢两脚安娜就得去了 对 阿尚现在终于到了六级啊 但是确实节奏上面的话 会比木木差了了 大概半分钟左右 这两边 葛草对视 你不出我不出 敌不动我不动 哎 人所重 把他大招 哦三技能背心摸得很快 但是这套伤害开始了 还有半起来的位置 手里还浮出个胜步 对来了 伤害差了一点 毕竟打在千鸡 第一件亲密天女都有了的情况下 还是操了点 哎 大起划三 做抬一手 这边的话操应该是拳在这了 出手之一给到妖虎 那这个节奏要起来了 要开始抢节奏了 哇 摇拿到人头 确实是很关键的一个时间 嗯 这波下路 是个实距 感觉阿斯特 他只能放啊 这地方也不好去看 对 而且木木现在的话 到目前应该是吃了四个打磨蛋吧 太浮复了 能不能开速的把这个塔拔了 把这塔拔了 实距给第一个 其实 还能接受 对也能接受 没拔掉就亏了 好 来不及了 拔不掉的话 元金城在下半区 应该是做好了 去说 把窑给传下来的准备的 不过 索尔这波做的是浅草荧 哎呦 这边也没给到 这 哇 我觉得这不是 不是就某一位选手啊 这最近所有的选手 玩到这个一反目眠啊 都是 有点吓人 他 贴脸没给到 对方也没位移 呃 他 我是觉得他这个缅锁 有可能是想勾复身位的射手的 是有预判在的吗 他是想去勾这个95z 但是95z没勾 然后 直接就从阴木连 火刀一开 看出顺步 就从苏尔的脸上过去了 对 这样的话 换了一套技能吧 阿斯尔这一会儿的话 落后了400块钱的晶梁啊 我弟弟现在打得很主动 呃 不过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话 Gring的这一手大招捏在手上啊 他们的转场速度 会比对面快很多 因为我刚才看到 苏尔出的是一个浅草荧光 嗯 没有出不听手 所以整体 呃 下路足想要动的话 会比较笨重 哦 可能还是想到 英明自带的这个小加速嘛 嗯 发个牌的话也还行 想更多賴线 因为毕竟还选的是个林瑞天 中期可能才是他的主场 目前来说 妖狐印象三天七的经纪 因为拿了个人头 所以他现在 经济发育的方法还是比较高的 也给大拉人 把烟火的大步骤给打完 同时把鬼影的大招给打成 这一波顺步背弓蛇影了吧 有点被骗了 其实这方拉人 其实都取笑了 都没来 以为是骗鬼影的大招 没想到是骗自己家射手的顺步 有点难受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可以反对一波了呀 瑶 这塔应该是拔掉了 探场刚才反正也是在中午的位置 可以赶紧的回到线上 压力倒不大 哈伊特兰 七分钟的时间 阿斯终于划掉了对方的上一塔 整体节奏起的 肯定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啊 这波的话 烟火应该是要拿了吧 我感觉odg不想放啊 不风鲤都来了 是的 在蹲 一边蹲合道 但是勾哨有神形 挂钩摸三 加顺不拉开 反手大招的话 拖到了烟火的时间 烟火血量很残 应该是要拿的 小秀这边先拿到烟火钩 但是耳机上的位置好像不太好 顺步挂上一个大 哎呦 直接一把被秒 人家神直接两脚被踢死 三级的挂到后排那个球队 但是这个链子好像只能中一个 火刀一开 推到这边站上 但是腰部这边的数字能不能打满 木木这边的血量很残 但是免力少人踢脚 拼而起来 再抬一折 动不了啊 这个无放combo的配合 直接的阿斯特绝望了 这波阿斯特的沟通 裂开了 真的怎么回事 这波开局的沟通打得很好 两个人先把odg的中路赶退 打成残血 那其余的四个人 包括说勾哨这边神星过来 五个人都是可以往这个夜远火坑走的 可以进行一个五包三的 但是他们的速度太慢了 没有一起过去 而是一个一个上的 二少先上 先没了 然后归人这边再上 又没了 一个一个上 都是要再神星过来 然后最后大家都没了 很难受 是的 这这个地方就是蹲人嘛 蹲风铃嘛 没蹲什么去烟火 烟火嘛 没拿下走嘛 走没走掉 人没了 其实我觉得那波团是可以接的 因为把odg两个人赶退了嘛 是的 正面自己家是可以行穿一个五打三的局势的 但是 尔进去就没了 而且赶回来速度不够 就那个瞬间 感觉尔孤立无援没有队友啊 而且可以看到经济上面的话 木木五千七 尔只有四千的经济 对 并且这一局辅助本人圆节神嘛 也是一个软土 没有太多的办法去跟对方扛这个伤害的 是的 这一波 再把这个线换过来过后 摸铃吃得很爽的 还吃一波六千经济 现在炭子囊五千四还阵亡一次 这个单代线有点压力了 是 odg现在经济确实领先的有点多了 三千块钱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接下来马上要刷的十句 以及这个大蛇啊 感觉阿斯特很难 他们得拖一拖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吧 拖到后期也没什么盼头 今天阿斯特的转线没有他们以往那么灵活啊 平常如果说被抓住换阵的话 可能早就把线又给换回来了 今天这个状态 bp状态是对的 这个打起来的状态 而且今天所有选择一反目标的小伙伴 好像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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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这三的免锁全用来过墙了 啊但是开子头这边好在顺步是被打成 顺步没了换三动 这应该一反的目标应该是为了杀人啊 他怎么过墙用了 我给你展现跨栏技术 我跑速够快 我整个阵容跑速超级快 这一波打完就感觉出了阿斯特这一局 到目前为止状态没调整过来 有点急的 要稳住 蛇已经刷了 这个前面可以说是小打小闹 蛇团之前一定是要稳住的 而ODG的话 现在已经进入到他们的一个团战强势期了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打团很强的 几个圈挂在那 阿斯特有点不敢进场 Mori的一个圈 开子头的大招一个圈 然后加上九九子的一个大招 其实这个技能的衔接的话 是非常容易去衔接上的 摸蛇 球队现在经济其实挺高的 在逼人团 因为下路Mori在做跟探子浪的假视野单带 有个木希在看视野能力还不错 踢脚又浮出 拳脚 这波ODG不敢打也是因为有这个圆节神在 这波圆节神不管是死是活 他其实看视野的能力很强 得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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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特现在不能急 这耳不能再过强了 再过强这一反都快完成杠杆原理了 一上一下的 下路这边的话 探子浪他的单带不敢太往前带 得当狼视野的 但是好像这边看到了 圆节神注意近的 不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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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节神他可以卖在这儿 但是他必须把这个大招开出来再说 但是他现在你看他拿命往前走的话来不及 稍微看一看 ODG不打了 停手忌惮这个圆节神的大招以及他的一手这个被动 死亡之后的一个被动 这现在ODG有经济优势 而且兵线其实是有两路往对方二塔推的 现在阿斯特皮鱼去守线了 圆节神刚才大招已经交掉了 所以现在狗只能先步行上来 有点怕 他有神情倒也还好 对 这会儿他有点怕正面直接发生一个4V5 现在看可能6800的经济 对位风里也差一点 嗯 ODG这局啊 这个局势大好 一定要把握住啊 不过一定要把这个圆节神处理干净了 才能去开这个蛇 摩尔追着扣打 没办法 这个位有经济劣势 且不知道对方打野视野 现在真的就是被追着打 对 木木这个位置确实是来到下半处的 挺吓人的 是的 看一下 回去怎么占这个视野吧 我觉得现在阿斯特打得有点怂了 现在不怂也得怂 这要不怂 加就没了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大概率有圆节神的阵容 你其实是可以很放心的分派两到三个人去下路 呃 一对 二对一或者三对一的 好像 不装了 要真打 半血了 半血了 要进去 而这个时候该你过墙了 这位置 这位置得往里走的 拉过来进墙 多多多 都 小时了 没想到九十天打 有累的 这边原地是要被战和风铃带了俩人进场 某某大刀 线 血量也很击 配合着中路的普罗密线 互相扛一下 这波完全可以拆 恭喜他们3比2的好成绩 获得了大场的胜利 那今天的话也是看得出来 技术机 OTT真的是 非常的稳抓住的机会 没有给到这个圆街神的一球 开始展现任何的 看蛇或者是抢蛇的机会 不愧是这个掏底是神啊 这掏出来说确实是这阵容选择 就从那波烟火开始 就感觉阿斯特局势不太对了 就是裂开了 线上面的可能说是因为上线 包括说轻线跟打野速度的问题 腰虎没打开个局势 但是拿了一个处置仪 稍微晚了一下这个前期的节奏 那烟火那波团开始一直到 后续的蛇坑的两次假视野的团战 都能感觉上阿斯特已经是状态 被ODG牵着走了 是的 而且ODG整个 五个人里面今天最吓人的局 其实就是Moray 对 Moray不管是他饮食的那个担带 还是这一局他这首封离的担带 其实都是让郭少有点没法处理的 这局也是啊 郭少一直是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四个队友 存在上半区嘛 他不敢往下走 他怕突然之间奔出两到三个大汗 去处理他 这一局你看后面那一波 关键在舌头的这个团战 封离是被袁洁城带回来 但是袁洁城小元是交了顺步 隔墙上来过封离刚好过来 一个圈 把姚也给框在那了 把沐西也留在那了 然后后面整个战场就被ODG分割了 分割过阿斯特就打不了了 是的 其实如果经济 比较偏向于五开的话 根本不需要四个人去正面站舌坑 对 只要小元再配上一个好拉扯的就行了 是的 但是四个人站舌坑的话 使得郭少这边畏首畏尾的不敢往前打 我们看一下这局的赛后数据 13分32秒结束队 打得很快 输出最高的Mori 17000的凤梨 真的立大功 是的 整体的经济面板可以看到 基本上结束完对线期 经济就一路的天向以右地际 从烟火开始内波团 一直到后续持续大赢过后 整体的经济最高也达到了 6000多的一个经济差了 是的 今天阿斯特做的决策 最后一局 做决策失误的两拨 一拨就是开局既然换线被抓到 而且打不出什么优势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再换的 是的 从这个BB来看的话 其实最后一手 其实已经是把辅助队摁得很死 对 但自己其实也掏了一个袁杰绳 当时掏袁杰绳我们也说 他是为了打一个转线 那么就是想把妖狐的快攻打完过后 然后让探子狼去打单带 但是感觉是被ODG给抓住的 那么这一局的MVP 给到Mori的风力 4-0-3的KT 三战率78% 伤害占比31% 伤害转化率186.1 乘伤占比23% 就看似好像是一个 很中规中矩的一个 上路站边的一个数据 但是这一局的时长只有13分钟 是的 并且的话 Mori真的是牵制住了狗少 让他没有办法再眷免很好的 去打到探子狼该有的一个开团 包括说拉扯的效果 是的 这局Mori 嗨吃完过后 嗨喷 嗨喷完过 嗨杀 真的爽得一杯 确实啊 我们看一下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报 好 看完了刚才的精彩回放 这感觉 这感觉 今天的阿斯特有一点点的陌生啊 确实打起来 就是从最后一局的这个来看 真的有点陌生 就是没打出来他们的 我们印象中 我印象中阿斯特的风格吧 就是阵容BP 选的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体系 快攻跟转这个对线的单带 但是打起来是 我就感觉好像不太像是 这五个人在打 就是我印象中 这五个人不会是 在做一些关键抉择当中说 这么犹豫 可能会犹豫 但是不会说是一个兄弟上了 其他兄弟先不上 等着兄弟没了再上 就这个是不太会出现的 对啊 因为这五个人 其实关系非常好 然后沟通也很默契啊 没想到会出现 就团战初级 而且还是一个一个的去送 这样子的情况 嗯 是的 不过反观的话 ODG确实在近期的成长比较明显 下路的配合是肉眼可见的在增长 不论说是这一区 一木连配合着 95Z的零路以前的现场 还是说是烟火 还是说前几波下路的化金 都是给到了ODG 很好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并且是在对方 多搬辅助位的情况 就是说放了很多其他位置出来 限制到了你只有辅助位的点上面 还能找出一个关键的点 一枝独秀 说明近期ODG的状态手感 配合都是有一个很大幅的提升 现在确实对ODG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很好的版本 因为确实木木吧 节奏型的神 然后上路Mori吧 就是一个喜欢玩战边的 现在就是一个上野的时代嘛 所以说我感觉ODG 虽然说现在分数并图算很高 争取前赋的机会不大 但我相信他们在记录赛的话 会有一个很亮眼的发挥的 目前来说的话 基本榜上面 虽然说ODG的分数 还是属于一个中段 对于说中段偏厚一点吧 但是说是脱离了这个 八强的这个危险期的 但是呢 就是说咱们中段的 队伍的实力水平 在第二轮常规赛 可以看出来 经常会出现一些暴冷 或者说是一些 比较精彩的画面出来 又说明他们的上限 是在逐步的往上面走了的 是的 而且确实在版本大变动之后 这几个队伍的一个强弱赛 进行了一个大洗牌 包括我们最近也说 主持的预测平行翻车 也是这个原因 今天就翻了 今天就是第一场 小爱输麻了 第二场 第二场他已经麻了 确实啊 恐成为最大赢家 就是 而且这个预测呢 还不是说是我们昨天做今天出来 对 是我们一周前预测的 一周后的事 他一周前就预测 小爱开天眼了 应该是 他应该是预测到 后面的一个走向了 不过确实 ODG从上周也能看得出来 在SOUL来到队伍过后 配合上这个下路纠队的一个 不能说互换位 还是说是一个辅助搭配来看的话 确实是有章法了 试成的选择 包括说是 打法的动向呢 也有一个步调的一个统一了 这确实是 可以看出来的一个效果 是的啊 那我们现在赛后采访也是 已经准备就去了 让我们把镜头给到 几层层次了看一下 今天的赛后采访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本场的主持人层次 我们今天请到了 ODG的射手先手追求队 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ODG的射手兼辅助 就是这 射手兼辅助呀 可以的 但是今天是射手啊 然后就是先 恭喜你们啊 确实实实今天3比2 也是赢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现在赢下比赛感受如何呢 还行吗 还行吗 今天是还行 这么淡定啊 是的 可以的 那其实也注意到 确实ODG最近的状态 是越来越好了 尤其是从上周开始嘛 所以你们可能觉得 近期来讲最大的进步在哪里呢 我们的野辅联动会做得更好的 野辅联动 就是说相当于是 打野会更多的来到你们下路 去帮助你们一下 是的 是的 那也是确实实提到今天这个SOR的画精 是表现的非常的不错 感觉它的到来会给你们团队 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嗯 我们的下路也更好 然后在沟通方面也更加全面 嗯 就是在沟通配合上会更好一点 也是非常好奇啊 你们现在下路双人组 大概配合默契磨合 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嗯 现在大概是个六成的水平吧 仅仅是六成及格的分数嘛 是的 就是还是有一些些进步的空间的 嗯 那大家也会比较好奇到你们的分路 然后帮扣刚才就有的也说自己是这个什么射手兼辅助选手 所以目前来讲的分路还是不太确定的对吗 嗯 大家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还是可能要按照赛场的临时的局势在定吧 那我们也是来到比赛中 今天第一小局去一个非常完美的翻盘局 直接拖到了三蛇 然后最后拿下的翻盘吗 可能哪里是抓住了机会 然后打出来的呢 嗯 对面打完第一条蛇之后 在集合下路推进的时候 我们进行了一波蹲 然后抓死了对面的射手 嗯 确实那一波抓摇是真的非常的关键 也是从那波开始 然后把经济给搬回来的嘛 啊 那我们来到第二局比赛 其实第二局 嗯 刚好有点相反啊 这个局势 第二局其实前期是咱们的优势啊 淡波老师也都说 说感觉今天怎么是谁拿到优势 谁赢不了比赛呢 哎 当时我觉得第二小局的话 首先是一蛇啊 一蛇是对面去打了一个视野刹拿的蛇嘛 所以咱们当时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对面就是开蛇了嘛 嗯 还是我们反应慢 让他们偷掉了 嗯 还是可能对面当时的视野没有太看得好 啊 那就是二蛇的时候 二蛇其实是咱们这边先摸的嘛 嗯 但最后是被Aster打了一波零换二 然后是被对面接下了这条蛇嘛 所以当时是哪里处理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嘛 嗯 当时我们这边还很打折 可能是男人那边被开了 导致溃败了 啊 男人的地方 哎 说话好隐晦啊 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 其实啊 然后就是可能第二局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然后包括第三局 第三局的时候 嗯 虽然可能第三局整体的小局是输掉了嘛 但是其实上路 Mori有一波特别帅气的这个反杀啊 当时你们有注意到他吗 他大喊一声 我单杀了 我们都喊牛逼牛逼 哦 他先给你们小小的炫耀了一下 你们也非常的配合他 是吧 把氛围拉到最好了 可以鼓励他 啊可以的 哎所以你们对团队的语音也是就是会 那种比如说一个人打出来 一种特别帅气的操作 你们都会比较偏鼓励类 比较氛围类的选手 是的是的 都会喊加油 啊 谢谢师师 也是能感受到今天我在话声间里 听到你们的声音非常的大啊 然后就是来到第四小局 第四小局 嗯 啊开局的时候 其实小秀刚开始就直接一脚踹上去 把你抓死了 我们当然都没有反应过来 你当时有什么自己的反应吗 呃我们对于他们对面这个野辅组合是有预防 但还是慢 嗯 哎那所以说今天感觉 呃这个对面的杂野也是比较针对你的 你会说是比较难受吗 嗯 简安静的AD是这样的 好习惯了是吧 对的对 好 然后就是来到最后一个小局 最后一个小局因为决胜举了吗 感觉双方在BP上做的也都是非常的谨慎 然后对于辅助的针对也是比较足啊 咱们这边是搬了三个辅助 加上对面一共是七版辅助 会对于咱们辅助的士神选择上有影响吗 呃我们的辅助是英雄海不用怕的 即使是这个AD位置转辅助 士神尺也非常的深对吧 是的是的 好 然后就是最后给他拿出一手一幕连嘛 感觉他这手一幕连效果怎么样 呃有点太屌了 哇今天整体的感觉对SORR整体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啊 呃是的是的 好 然后就是最后也是当时其实看到最后一个小局 其实咱们会改变前面的打法风格吗 前面可能是打翻盘局比较多 然后最后小局感觉说是 哎就是前期打的就会比较凶 包括是8分钟的圆火呀 还有说是10分钟的蛇 拿下来也是直接推进的嘛 所以说为什么会选择打法风格改变打这么凶呢 呃对面转转变打法我们也得转变 哦就是根据对面的打法进行了一些改变 而且是感觉到今天ODG的状态也有在越打越好 也是希望你们后续的比赛可以继续加油 然后赢一下更多的比赛 让我抢一个比较靠前的排面 嗯那也是非常感谢其后队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稍时休息 MG提一下 哈哈哈 不敢不敢 我要让云上去 我们来到NGM对着OMG的DGNGM作为先驶方 这一板加文人先班啊 这个太针对二硬了 二硬最近确实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点啊 最近二物确实在OMG就是一生辉啊 这个目光全部都在他身上 不管输赢感觉二硬这边的话发挥都很稳定 是的 看一下OMG后手怎么班吧 因为路手方其实虫狮跟大蛇 这两个点还是需要去封锁 这个虫狮是在看对方搬不搬研磨吗 这研磨搬了虫狮应该搬了吧 虫狮得搬吧 这个看碟下菜人家已经把碟下了 应该这菜也该搬了 虫狮没了吧 没了没了 我还以为他考虑了半天是要放这个虫狮出来 这样的话 小秀目前还在场上 是的 帮助过风鲤 我前面也是有 说过YMC连完三局风鲤啊 今天要不要去把手感延续一下 好像风鲤出现了人传人现象 这先从沟传到了小伟 从小伟又传到了叶木子 大家相互传 好 风鲤一手雪还沟 反手小秀肯定是近期 比较炙手可热的大野市场 对 中路这边 KQ最近的这个市场选择优先几个算高 但现在安娜不太 要不要给他选一个 KQ的市场持续挺深的 上路上都甚至拿出了玉藻前中路啊 那还是为了稳有欠权吧 反手像千鸡这种也都有 米洲玩的也多 是的 而LNGM这边的话 其实他们最近的阵容 寻求改变的次数还挺多的 像傀儡式体系好多队伍都不玩了 但是LNGM还是能操出来去用一用 包括我记得上周还有用出一个 比较不常见的管弧 确实是让人很意外的一个选择 管子主要它爆发稿 那个大招那段 包括它这被动 相当于多了一条蜜蜜 也是打一个中期节奏的 并且管弧 如果能够配上匣子这一类的弑神的话 还能有一个联动的效果 就是你放大我吞你 然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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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一动了一个炮台 看一下 对 后两手 海忍加千鸡 海忍加千鸡 海忍也是因为一反跌搬掉的缘故吧 今天的三个大厂这是第一次登场 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海忍近期 就好像这一周像是被打入冷宫了一样 我选他的人不多了 对 他确实作为一个AD型的打野来说的话 没有小秀那么扎实 是的 小秀首先定点很稳 其次的话 他的这个大招的盾 只要刷出来 是有一定的肉度在的 是的 生存率比较稳一些 OMG的第三手 冗业插机 冗业开机 那两边非常镜像的把下路双人组 留到了后两手去做一个搬选 其实两边的下路差距还挺大的 ONGM这边的话 一直是打下盒比较多的队伍 而ONG这边的话 下路更多打的是一个节奏和功能性 ONGM的下路也进入了一个平静期 就是我跟金鱼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到 他其实现在对于自己的站位或各方面 其实已经研究比较透彻了 但是就是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找不到方向 就这个方向 就目前他也在尝试突破 不知道效果是什么样的 想把自己从顶级的射手变成顶流的射手 是不是 就是他现在算是守门员吧 你可能说守门员好一点 你说把他往特别高的时候吗 可能就有点 那我们说高抬或者 但是他现在就是想往上再走一走 那我们把他往下降一下 往下降一降 他是一流的 现在想往顶流 对不对 一流往顶流走 那可以 好的看一下后面的班位 两边都是往射手的方向搬了 一边是搬掉二口女 OMG这边把神乐搬掉了 班上面都是有三个射手的 妖狐这些倒还在 傀儡师也在 ONGM要不要防一手按键 会不会拿傀儡师出来 嗯 而且要注意的就是 不管是狗狗还是今外 最近的硬服表现都是比较多的 在硬服方面 凤凰火还有洞服 目前都没有上到班位的 是可以考虑说限制一下 这种晃云也在 嗯 阿姐也在 考虑这点有 而且OMG可以作为 先手一个 你可以看要不要抢一个辅助吧 来抢个辅助好一点 射手的话 可得是清晶灯不行一个了 反正都是能打爆发的 是的 包括 呃 妖狐也在场上 只有一个二组女被搬了嘛 是的 花金搬了 花金得搬 那就是豆子跟冯王虎二选一了 概率比较大 当然也有一个像山兔这种 但是 感觉如果为了压线的话 肯定还是冯王虎跟豆子更香一点 是 还是要看一下 最后一首不用 匣子 搬匣子 但是语音这边直接选了一首妖狐 这首妖狐你这个辅助位 可以选应付的啊 你就不好去搏了 你能看拿自己的体系吧 LNG这边捕风和火或者米豆子都是合理的 可以补音 LNG现在可以去拿一个 是的 看一下他们 哎 还是傀儡师 确实LNG现在真的是少见的 还会用傀儡师体系的队伍啊 甚至连ESG现在都不常见了 是 哦 可理师这个是什么吧 爆发确实来的快 而且变形态嘛 多段伤害 这个变形态过后的手也长 消耗能力也强 但是就是越往中后打 他的作用 也不是说没有 看伤害都挺高 但这个伤害呢 就没有来那么直观和那么的爆炸 而且有一点点趋于平常了 看一下最后一手辅助位在犹豫啊 这首可理师点完 点完想换呢 可能想换 对线可能有回复的时间 不一定要选软 选硬服了 是的 但是我感觉你都选妖狐 这小秀这种 你拿个硬服拼钱钟 嗯 主要是 可能会香一点 我还在啊 其实拿出来的话还是比较香的 焦图 焦图 考虑到可理师包括海忍进场 也值得一个点 是的 包括迷豆子进场 都是可以拦一手的 是的 这也是因为自己家是 搬掉了 划筋的 但是这手搬划筋 可能考虑到就是说 后手自己的 是想拿一个快攻体系的 那最后见招拆招 选了一个焦图 对 两面阵容敲定之后啊 感觉 LMGM这边这个阵容的话 是真的很需要在前期去拿到优势的 为什么 因为White这边选择的是一个千基 其实千基跟其他几个试神的这个调性啊 是不符合的 嗯 到周后期会有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千基很能扛很能控很能回血 但是我的后排输出打不出来 而且有可能 呃 傀儡是先被处理掉了 然后可能海忍这边进去也要被处理掉 那剩下的几个人的伤害啊 就摸的太慢了不够看的 所以这局White既然选了千基 然后就配上了这么进攻性的一套阵容的话 我觉得前期往哪个方向使劲啊 要好好地想一想啊 来 李宁这个阵容 中期爆发来得很直接 毕竟有海忍嘛 海忍这套爆发的话 如果蹲草 妖虎可能还没看到人就消失了 但OMG这边就扎实一点 毕竟它有个焦图 焦图大招 配合挪叶插机进场 其实对于后排的保护性是有的 两边相性大部分是一致的 都是在中期需要拿开一个局势 也不说一定要再拿下蛇 但是一定会要在蛇团之前 打开一个明显的优势叉 毕竟OMG选了妖虎 我的妖虎肯定是要打出作用的 是的 我往后面跟傀儡师打嘛 虽然说傀儡师也算是一个中期 实际往后面打也不是特别亏 但是爆发来得更级绝一点 目前已经来到了 NGM这个OMG的第一局 我是给妖虎解说一报 大家好 我是等判解说康淑 那这局的话 林柔虎居居居然选择了 这么强势的下路对线主角 感觉他们并要在下路 是双人体上面打出游戏 不管是幻虎踩踩也好 还是说单压一个褲褲也好 一定要挖出游战 主角的话 可能到打中期资源团 打这个第一条业园火 和这局刷了下路资源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分路的情况 圆剑其实挺保守 他们没有选择一级入圆 他们这个阵容 打一级团是可以打的 两边其实打一级团都有底级 坏消息是这局刷了一个圣骑龙 两边的阵容有一个什么问题 都打不动肉 这个傀儡师是迷路的吧 先来帮一手终抢线 因为也是做好了换线的准备 不急着往上走 他这个傀儡师过来 更多的应该只是说 想看一下上路上线的是谁 但第一阶级的轮级是帮野了 所以说也没看到 单人去打轮级差戏的话 也不见得有太多的优势 是 而下路这边的话 也是让云和QQ成功的二对一 可以考虑去拆一下塔 这个的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去压制下轮插机 是的 轮插机甚至赶出来吃线 虽然你手长 我要被你小压一点 但是我吃线没有太大的危险 毕竟我还有个神行 但是这样的话 要看豆子接下来 怎么帮海忍做事了 是 这波有点怕豆子 车飞可以往里退一退 位置 查飞被学后的伴写一下 有点要到斩杀线的部分 这个外身没刮到啊 被鱼很好的化解掉了 非常细节 这位置 但是轮插机尴尬就在于 他二级作战力没有那么强 他三级的时候 可能作战力比较猛一点 对 他回家了 二级因为他点的位移和 这是一二级的嘛 他三级都没点 就没有那个定身 对 这个 从整体来看 还是腰弧这边推的快 确实 毕竟作为一个传统涉士神 他的推塔能力 还是不容置疑的 而且二级这边 虽然他没有辅助帮忙 刷野速度没那么快 但是他的下路达摩 因为对方换线嘛 所以还是稳拿的 其实在打野方面也不亏 米洲这波要过来包房解架线了 反正压力有点大 上路的话 今晚 光还是把野区吃干净 过后也要回线上了 再不回线上 他等级就差的太多了 是的 塔皮 多菲哥 第二次回去之后 直接把线转回来了 这个是没想到的哈 这么快把线给转回来了 也是 不想到 压力有点大 对于这边过得太舒服了 他这个对线 但压力确实有点大 原刹就摸不到亏雷石 摸到亏雷石 亏雷石已经摸了一套 好了 风鲤过来帮帮中线一吃 两边线换完过后 应该还是变成了单人路 对单人路的solo了 那这样solo来说的话 风鲤会转一点 毕竟他前面其实日子过得还挺舒服的 是的 而且OMG想的是什么 就我把线换上去之后 接下来马上刷的这个夜圆火 在人数上面 OMG就没有一个劣势了 可以去争一身 而且菲哥现在等级 会比金歪要高出一几 多一个技能 金歪也不太敢动 金歪现在豆子只能是在旁边蹭 等个三 豆子在线上的作战力 真的就是得看队友帮衬 是的 并且的话 焦图反正你二技能三技能捏在手里 不要轻易的去焦 你豆子就不敢上的 没事就喷你一口就好了 一技能给他就好了 是的 豆子想等妖狐出来的 这波有机会 要等三 等三过后有机会 差一个冰 漏了 他没吃到 他想吃这个冰身三的 双目加三挂二 这个复魂给的很快 这波的话 后续还是要蹭六 蹭六过后要做转机会 还有挂二给一个魅惑 提到打三 两边的中野这一波 互换技能过后 应该不太会去做事情 来看海忍这边 要不要配合队友 把烟火拿了 YMZ已经六级了 出飞哥这边等级差了 差不多0.7的样子 你就差一个冰 就把这冰吃了就好 但这个冰有点难吃上 现在烟火 现在是李宁必须得拿的 拿了烟火就可以转键了 因为盛起楼刷了 海忍也不在 海忍这个状态 可能要出问题 提前挂上去挂三包了 胜不拉开 前任让自己家拿到烟火 给我反推 把顺步也给逼了出来 挂一摸一手 再变形态 出时之一拿下 很稳的这波的话 胜不加开过后 妖狐不敢深追了 因为这波深追很可能自己将没 那这样的话烟火可以顺势的 把上台给拔了 这样一看的话 还是L1GM要赚一些 毕竟他们是 他们是夜人火加一个人头 加上一个上塔 但是OMG也拿了一个 永久性资源的圣气楼 而且也是我们之前提过的 圣气楼对 两个队伍来说都很难处理 因为两个队伍现在切肉能力 双C的切肉能力都很差 也不能说谁一定赚吧 就是从目前局势来说 肯定李宁是拿他们想要的 并且已经把局势给滚起来了 比较五五开吧 对 妖狐这边原本应该是要推局势的 但因为小秀跟中路那波 没有打起来消火 对于海忍那波 其实有点挺而出现的 状态很残的去拿这个夜人火 这一会儿NGM已经领先了 差不多800块钱的一个经济了 一个出之一 加上一个一塔的一个钱 确实 那鱼这会儿的话算是被解放了 8级的鱼等级非常的高 下塔 哎呦 5MG现在手塔很保守了 是一直在守啊 并且我们看到 呃还是在 挂踢挂一 吻二打三 再一脚挺起来过后 直接把浮屠骗了 三技能没中 没有后续了 我说交的还是比较晚的 那吻二加大招 踢回来再顶一下 一技能 紫针一开摇红续伤害打得很慢 但是打在了豆子身上 伤害就没那么高 三技能挂完过后 刷打下来再给三 哦打下了人头给到了小秀 金歪还是被留了 这不只有金歪跟海燃两个人去开对方有大招的一个拢力差架啊 伤害差的还蛮多的 是的 杨姆子趁这个时间点是把上路二塔摸到半斜左右 一直在单吃啊 你现在风鲤 团队现在也不太需要去打团 第一脚没踢到 断了一下lmgm的节奏啊 这会儿omg的一个进攻节奏打的还不错 要强压下路一塔 这下路一塔要逼掉 三技能挂上了 动了 但是兵线还是被清掉的 不好再压了 是的 其实omg也很清楚 自己第一条电源火那个时间没法跟对方争取 因为当时 呃毕竟是软斧的交图嘛 嗯 那个位置不好解采一下 挂三大招起手 外特有顺步也交 呃这两波进攻 先是把 外特的幅度打 然后把顺步打反推 推开过后 逼不是想挂一 顺踢二 再给一脚 人头给到海人 还把云的顺步打了 是的 毕竟这个推只推到一个人 QQ这边也是比较难受啊 他顺步没交出来 持续的被击飞 现在omg团没打起来啊 就一直是在被李宁的人给拉制住 动不了 安娜这个点就一直是在跑图 要么在手中线 要么就是跟着队友往下去走 打招起手挂三摸一 好流畅的操作 玩家顺步拉开 但是尔因反手大招 小留人 队友第一线跟不上的前击反手大招 断下后排身位 保一下arvenger的车推路线 这伤害差一些 而且毕竟只有一个人在打对方 打完整 完整完整 这好像这波黄阵 劝退了 嗯 开了大招就就算了 两边看似打得很熊 但人头只出了三个啊 并且的话 马上第二条验人火要进行刷新了 一步直上反对挂三摸到面前 就就再被提回来一脚 这大招放的也没什么用了 跑完过后 这个顺步 一直不交呀 是的上一波其实确实是被击飞到了 他这一波大招就完过后 觉得应该是可以再摁损 结果已经摁不出来了 主要是他是被 被开到的那个人 他没必要消大呀 现在大招又没有击退效果 大招主要还是分摊一下伤害 宝贵有的 自己被开到的情况下 没必要调这个大招 直接调顺就好了 很慌张 手有点急啊 啊 慌暴 这一波的话 整个MG现在阵容 有点被牵制住啊 真的有点难 要等到蛇团 但是烟火这个 李宁再拿下来过 你个中卡就保不住了吧 确实 LMGM现在前期的节奏 虽然经济只领先了 小肌肉会牵啊 人头牵 但是打的还是更加主动的 神星这波圣奇楼要去拿一下 而且台给保一下 想接的 这不能给MG顺利拿到双圣奇楼 所以说下半区应该是要打起来 我圣奇楼这边的视野 MG已经踩实了 五个人骑 还忍在上半区一旦露头 这波有可能就要解冻了 3水下来过后 要无大招没有全部打满 完全在回了 哎呀又取消了 米洲这个位置 难道是想抢吗 大招要平铺了 平铺大招 米洞姐平铺大招 并不是想放的位置不太好 但是这波进不了 焦图线拿下了盛起楼 伤心都拿完后 在这边的话 又是流到正面战场的 一个夜幕子 直接被打死了 而上这边在拆上二塔 这波 LMGM的决策 其实做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有点 赌的有点大了 对 首先正面流的太死了 毕竟是个4打5 LMGM打的有点太凶了 其次的话 玩具等的有点久 他一直怕OMG回人来拦这个二塔 其实一直没回 哇3T 其实那就是 李明其实就做好了 拆完二塔过后 打断对方三胜七楼就好了 嗯 但是三胜七楼 打个问号 对 这个打个问号 三胜七楼 就是第三条下路资源 是要看蛇的归属的 蛇的归属是谁的 大概率 那个下路资源就是谁的了 主要这一波 团结的不太好 因为位置的话是 米州跟 队友是不在一条线上的 哎 长青踢一下 把这个兵线给顶进去 蛇刷新了 这位置 得找机会把上塔 OMG现在要强逼上路的一塔了 是的 OMG其实现在看似 好像前中心的节奏 没有那么主动啊 但是现在已经拿到了 双胜七楼之后 其实对他们中后期是个很大的保障 嗯 拿盛起楼这样的话 后期的伤害 慢慢磨也能磨出来 是的 甚至OMG这边可以拖打 他可以拖到 两分半之后 第三条盛起楼刷新 再去跟对方拼这个蛇 这块蛇不急着动 三把小刀 尔印跟QQ 罗刹王鼓锤都已经做出来了 挺怕YMZ的一个进场 也很怕金歪啊 因为确实 LMGM这套阵容的控制链非常的完整 AVENDER现在的爆发其实挺高的 哎 第一脚 明天上升找金牌 顺不拉开 第一时间QQ也是放了个墙 这个蛇也动不了啊 很难 下路他继续让邱飞哥哥跟我爱你 再进行个单带 单带上面因为有双十起头加持 所以说等于他这些不光的 下路红阵一开反塔 正面的话在墙壁上路一塔 打得很凶 塔前的鱼已经被打到半血的位置了 反手前击大招也在自己家野区交了 下路还在打挂三拨悬爆给二走 这波可以撤了 挂的内拳 叶木子好像有点贪了 回血回了500 这波在打下路要出事的 是的 挂三再回顿在地上 在外边罗子 小沟金卡了 什么跟上法一 地上外圈给到 哎呦这一波叶木子已经算的狠死了 但是确实是那波自己残血状态有点贪了 首先两个试诚 他其实挺误开挺好人操作的 其次 戳菲哥背靠防御塔的 你天生吃一个防御塔的亏啊 戳菲哥想要撤退随时撤 但是YMZ不是 他身后没有下一塔的 他要跑的话很长一段距离 而且刚好圣起楼还刷了个盾 那个盾都刷出来了 也就意味着被带回去的时候我就活不下来 其实两个人刚刚对决的过程中都有一些小失误 戳菲哥确实也是空了一个外圈的瓜的 但是没办法 我身后就是有防御塔 我有底气 而且他有双圣起楼 嗯 经济其实当时差点不大 确实是啊 那现在的话 OMG的一个策略 果然是要拖到三升级楼 打击 但是位置好像性格不是很好 还是进场位置三大 直接把兵线全部顶掉 没兵了 得撤一下 这波魅惑卡 先说PQ被带回来 但是风铃这个位置好像往后站 树魂挂上 查费这边开始正往后走 大招一开 查费这边顶着三根的走 这波反正被魅惑挂一三 然后鬼向后面出发 还能 好肉啊 还没死啊 哇 这就是双圣起楼 加长龙越叉鸡的肉度吗 他还有一个鬼向护面 是的 他是临时出的个鬼向护面 太肉了太肉了 但是看一下 双生鸡怪的时间 这波二级能躲一手 后续的话 李琳这边状态都残了 这个圣起楼前面说的 要断也是断这个地方 对这个时间OMG肯定是不会放这个三圣起楼的 打的速度也挺快的 这个地方 官文G能近得来吗 人不够啊 抱紧啊 阿文就能够大妈 要抢要跳完了 三次去了给OMG了 耳硬再次追击 把人全部干走 每次演的这波很难抢到 哎呀那这样的话 三胜其楼给到OMG 这个伤害就有点不太够了 原来我们这个阵容啊 首先这个确实到后期的话伤害走下坡路 其次打伤害的速度也是偏慢的 这个地方 节奏被拉扯住过后 三胜其楼这个盾 风鲤现在不太能去跟Trofi打单带 打着打着这个盾就刷出来了 OMG现在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现在不管是单带也好 还是接下来接团也好 他们都有更多的一个容错率和底气了 进不去 现在要等 OMG现在有三胜其楼他们不慌 这个三胜其楼给到的容错率太高了 拖到LMG犯错的机会啊 只要能够使对方简单 打三 这波宇宙位置 必不自强反弹 宇宙血量很残 只剩一开打 简反弹 红阵看完够 上个骨头是满满的 还好是背靠一座防御坦啊 那这会的话暂时是没有造成击杀 但趁对方铲水的时间 OMG想尝试动一下蛇 应该加打加打 好像也不太好动 放路线有点多 中塔有没有机会拆掉 可以集合拆一波 应该大招两段用来守这个线 前击屏幕大招下来 冰剑还能再守一下 推到俩人 反手没有过 GIG抓到粉残 挂一 顺步拉开 屏幕伤反推 挂一 再推一手 不知道能不能烫死啊 应该是没有烫死的 应该是刷盾的 那这样的话 KQ测也是保着GIGU撤了 那这样的话 NGM这一波中塔就有点难守了 技能交差不多了 是的 来到15分钟两位顿人 其实真的不多 踢一脚找米粥挂大一套死血 哇这个顺步捏得好死啊 挂三脚 鲸鱼 鲸鲸状态也残了 那这一波所有人都被打残的情况下 这大蛇要展望一下了 这就不去了吧 鲸鱼 魁蓝石这个状态去就有点尴尬了 可能还没进去就没了 消耗一下 看海人 丢标 位置是看到的 手里是有大的 这会儿有视野吗 没人给他看血量 丢标再往前走 很稳啊 OMG这局非常稳 还是要继续拍钟 现在打招起手黄震 加币伯志强反推 直接把米粥秒了 是 我也是存下了 8K经济的一个千击 主要是控制练太子了 他也没有回血的机会啊 刚好他的浮处也cd的 是的 这一波少了一个千击 OMG可以再去摸下蛇了 OMG在大概这三分钟的时间里面 把经济多拉开了两千块啊 前面只领先了一千 这波还得看寒忍 看寒忍这波能不能把这个蛇 对 挽住蛇就还有 有点机会 正面只能靠星英歪去给他开视野 星英歪开始班级能进去 进的稍微还是有点早了 李豆子肯定要被追着打 屏幕大招 顺目跟上尔印大招 刷下了一套 金文直接被秒 这边 金鱼要留到一个尔印 但是尔印开了解控水跑了 而且下路的二塔 直接被小兵拆掉了 这样一来的话 这条蛇 OMG再想拿就比较稳了 这么一波对这个大蛇的处理 真的是非常的稳健 把李宁的心思是拿捏得死死的 这怎么进场 并不是想反对挂衣 完了 这就是焦图吧 文绝怎么记得都没放出来 定在那一瞬间就知道 完了 被焦图拉扯的一身 被拉扯的就是头皮发麻 下路这边也是只剩一座下高了 那目前巫女大蛇被OMG拿掉之后 经济差已经来到了5000块钱 实打实的5000啊 两边阵容其实 后期的强度差不了太多 但现在经济差摆在这 加上三进去了 OMG的优势非常之大 我们看一下 OMG有没有机会守住这波线 他们毕竟没有非常传统的AD嘛 守线能力不算太强 这7000不到的经济差 OMG有点夸张了 这怎么守呢 你要说看双C的经济 亏也是现在轻线配合千击道也能轻 但也只是能轻的这个地步 对 可能就集合轻一波嘛 但是下波再来怎么办 前击平波中路大招已经放了 下路线也是收掉了 前击没大了 那下路这波先进来 还能守吗 看说二级的魅惑 耳硬侧翼踢一脚 把扶出给打了出来 第一步是将也是杰放了下来 半血 下路的高地塔还有半血 但是兵线已经清得比较干净了 还剩一波 中路兵线也清掉 然后这两波差飞没来 他在上半期 这一波刷飞赶过来了 前击停不大招 底部只要反推过后 要看这个位置锋利也甩大 想推人推谁推 然后挂树魂张 乱看 过后给了个胜部 全非自正进场 虚余拖时间那样子 但是被卷回来一瞬间 二线大招进场刷下了一槽两个大招 把上辅全部击杀过 二线还想再刷 但是结构追求后 被前击后击一层能直接收掉 只剩双C了 这波完全守不住了 这波好像有点难 那么恭喜LMG拿下第一局的胜利 恭喜 这局真的打得很稳 LMG今天的第一场 从三升起头到大蛇的拉扯 真的是让LMG没有办法去找到任何的漏洞 有点滴水不漏的 是的 主要还是这个顺气楼资源 其实一刷的话 感觉LMG一定要考虑好 就是自己家和对面的阵容 这个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说比前中期的这个夜远火会更重要一些 是的 而LMG的话是选择了前两条 非常轻易地放掉了 第三条是因为 OMG这边的一个部署比较好 提早地把LMGM的一些选手 打成残血回家了 是的 就是其实第一条 是因为自己这边其实是在动手 然后互换了 但是第二条 自己家是拿了烟火的buff 想说去跟对方换 用二塔换 结果二塔其实当时也没推掉 然后自己家圣起头这边还吊人了 这导致于节奏从那一波开始就决策 节奏全部都给到OMG了 是的 双声音乐感觉 再到三层七楼之间的这段拉扯的空间 OMG也是没有给你找到任何机会 还是你进不了场 还是每次进场都是自己家千机先被动手了 被迫过来倾线的一个情况 看一下赛呼数据 18分21秒 然后是11-4的一个人头比 整体的经济的话 前面真的差得不多 到14分钟左右 完全能接受一两天的经济差 但是在打完三胜七楼以及那个一蛇之后 完全L1剑这边都守不住了 也输出最高的可以看到 腰弗打到4万6的一个伤害 从双C伤害来看的话 李宁这边其实差的也不多 但确实就是 因为为了防守这个中路的一塔 几次可以看到 米周都是死血状态回了家 而他回家的这段时间 还忍包括风铃过来守这个线 就会导致要么吊人 对 要么就人死了 就导致于这个情况 OMG就几次利用在一塔的这个作战 包括说是大蛇的拉扯 成功的是把NGM的所有节奏 全部拖垮了 是的 还是感觉 这首给米周选到一个千基 其实跟后面再选出来的傀儡师 加上一个迷动死的 这个属性不太相符合 我本来以为是要给鱼 去选一个大后期的设核的 结果拿傀儡师效果没打特别好吧 这一局小军MVP 给到OMGTraffic的龙岩杀击 4-0-6的KT参战率91% 伤害战比22% 伤害转化率289.9成 伤战比26% 这几次Traffic真的是一个战边 体现得淋漓尽致 是的 下路还出现了一波单吃 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 而且这一轮是确实没有证文过的 对 而且前面其实 龙岩杀击前几集 前三集过的是比风鲤要苦的 那日子是一直被压在塔下打的 没错 我们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放 后两首总班吧 上局啊 闻人海班 闻人海班 那OMG的班位的话 大概率前两首也不会有变化 包括炭治郎这几个点 应该还是一样的班位啊 看第三班 上一局是班的一个匣子 还是画金 然后去放了一个炎魔的这个班位出来 也就是把风鲤放上去 不玩了 对 玩了这个炎魔会不会放出来啊 最后一首OMG这边 感觉炭治郎还是要班的吧 不然给OMG拿到一个炭治郎的话 有点没法针对啊 其实现在难题OMG 最好的就是都放出来 一般炭治郎炎魔给到MGM 他们也很难 主要是云这边他比较纠结 因为他其实玩炎魔的这个 嗯 是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还把炭治郎的 那炎魔肯定是出来的 炎魔放在对面了 你就要看后手能不能拿一些强势 小秀肯定要拿的 近期来看 从今天的队局来看 小秀真的在顺风局当中 这个输出这是暴力中的暴力 是 而且其实我蛮以往的经验来说 小秀他在周周期没法限制炎魔 但是很多队伍就直接不管炎魔的后期了 我就要用小秀去争一个前期节奏 让你的炎魔没有后期可言 嗯 小秀加个中还是加个上 那感觉后期帮还挺固定的 还是安娜 一般就是小秀安娜 包括如果风里没对方的话 加个风里嘛 三选二唱的一个情况 是 目前来说还是想在线权上面有所把握 而且这首MG没有抢辅助啊 那这样的话可以保炎魔的辅助 还有挺多的呀 天底下包括匣子都在场上 杨文健这首可以考虑匣子挑一下 这首匣子画精都可以选 对 画精也是可以 很猫 会不会比较怕对方空手揭摆运了 也可以 这很呃完全 不过这个阵容这么一套的话 确实也不用管这个话题 因为C点太多了 谁吃这个压制都没关系 因为另外一个都能站起来打输出 这首豆子 豆子打个问号啊 不好说是good one还是sophie go one 那第十天再送上一首班位啊 感觉LN健突然这个我行我素的这个阵容 打得我们都有点措手不及啊 九次梁 九次梁 也是怕他的大招可以直接贴到后排的野活 这就是班清机还是班千机呢 感觉对方的打也也合 然后下路又是一个下合 中路肯定是要放一点经济的 千机可以考虑班一下 包括说特别真前期节奏的 类似于十六虎啊 这些点也是可以考虑班一下的 是的 这首考虑时间很长啊 是的再犹豫啊 辅助位班一班其实也挺像 还是千机 现在就是属于OMG这边 也不怕你选一个匣子之类的试试 因为首先我这边是多段出镜多段位移啊 所以匣子可能会早于研磨先阵亡 二口女选下来 这一手中期OMG的爆发有点高啊 对 我觉得这个豆子应该是个辅助位了 这上路可以再补一段 对 现在的话还在把豆子做一个摇摆 这手你的辅助位不好敲啊 两个JAM其实有上当 又搬了两个上路 搬了两个上路开团点 不好敲这辅助啊 你觉得光敲一个匣子 其实不一定能保特别好 但现拳肯定是有一定的板凳的 能稍微的去克制一下 对 中路这边的话 不吃经济的中路 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了 比安花最近的一个出场 就实在太低了 包括说鬼使白 前几天我记得有出场过 但是没赢 而且效果来说的话 这个伤害实在给的太慢了 一技能只要拉不住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来说 鬼使白 清线真的 目前来说不太够看呀 对 所以现在中路想选一个 偏工具仍有作用的士绳的话 不多了 把炎魔掉到中路去吧 还有花鸟圈其实也可以稍微考虑 十六鼓啊 也有十六鼓 十六鼓 对 十六鼓的话 就是争前期节奏 这手真的好难 比安花 这阵容 大家二十分钟以后见啊 这 别安花一只柱 别安花 二十分钟以后 大家要么在对方的大爷门口见 要么在我们家秦民警相见啊 这五个人前期最厉害的是凤凰虎 对啊 这爆发最高的是个凤凰虎啊 确实 这得让这个狸猫拖多久啊 我们这边需要考虑的就是对方有一个单代的意识柱啊 所以目前如果把一个弥豆子摇到上路 然后再选辅助的话 待会儿是没有单代点的 是的 大概率还是考虑把弥豆子摇到辅助围吧 这局单代点场上倒也有 像影视这些也都在 可以让车贝哥去玩一个可以单代的 我们考虑 那蒋贝哥 有没有玩过这些是什么 玩应该是资质用过 但是在体系当中有没有练过是一个问题 并且 OMG其实还挺需要 蒋贝哥在中期进行一个带节奏的 如果是像 银石啊 甚至更爵一点 医护这种 因为它这种就纯刷子 纯单代的话 可能整个阵容会缺少一个节奏的发起点 因为简简是OMG这边的控制 豆子算一个稳定控 其他人的控 其实都是看队友的 青榜主 也算是车贝哥的一个老牌的招牌师生了 这确实老牌 在资质当中 青榜主出来的倒也是很多绝货哥常用的 对 而且这局应该大概率是要转一个磨青的 这一局 这一局佛青也可以 青线压力倒不是很大 我要看他对局当中 这一局顺不顺利 不顺利的话就很尴尬了 对 我觉得是这样 不顺利 就直接摩青跟对面带道去 很顺利 前期直接把对方野区给散了 那我就佛青也可以吧 也可以考虑 对 就是七榜主确实在 版本当中不算 也不是说不能玩 就是说不是那么流行的 上路 但确实是老牌的 有点差无此人 但这局本身他要正常对线到的是一个狸猫 其实对线是不慌的 没有什么压力啊 我觉得这线对不上了 有可能 我觉得这线你应该不会把这个线给金方组队上了 有可能 硬服的咪豆子啊 这局应该也是会陪着小秀稍微去找一找机会的 梁文件整个阵容前期压力真的非常大 因为像比安花虽然是天机的一个侧位的选择 但是他现在的一个强度对线能力也包括说是反制手段 相比天机来说弱很多 没错 这局这个豆子怎么动过还是挺好奇的 因为这个正如来看的话 一级 入野区也能打 所以目前的话已经来到OMG队队和NGM的第二级目前OMG1比0比前 我是本家九哥一梦 大家好 我是康熊 看一下这一级啊 两边都出了一集集合压商里的结果 这都不是压商里面有点逆版本 就是有点实力 今天反正主打就是个绿版本 对 想无可想 就是法制应该抛点的之前都抛点 不过我还期待有青龙女孩会吧 因为确实在姿势当中 秦芳主还是有深受一批玩家的喜爱的 经常还是会用的 信仰玩家 对 但是基本上是出现在打野位上面 加信仰两个字 对 就是大家就懂了 信仰两个字会想到什么 腰刀鸡 那腰刀鸡就算了 腰刀鸡真的是查无此人了 真的 就是要么在砍爆路这样 就被砍爆的路上 但是前段时间就是腰刀鸡打上路的大蛇特别好用 可能就上路大蛇去恶心人 结果对方腰刀鸡完全打不过 没事 这就跟上路玩手褥是一样的 这都是属于玩一些赖皮的 确实 咱们看一下 这局的话 正常队这样的呀 对 正常队的话 可能也是考虑到豆子前面是要跟着小秋做事情的 所以单线的话研磨压力不是很大 防火呢 配合抑制度呢也能动起来 上路就要考验于你猫的基本功了 是的 而且这局既然是一个正常队线的话 其实前中心想出人头 有可能概率也会低一点 看一下蜜豆子怎么动吧 解决豆子已经跟到了达木蛋这边 那要对上路还是对野区搞点事情啊 其实YMZ也是以前玩青房煮的一把好手啊 嗯 以前在青房煮流行版本谁都爱玩 对 后来YMZ是什么 质疑 坦边 陈维坦边 陈维坦边 坦边真香 后来黎猫就渐渐的出来了 然后再到卸击 但是云难受的呀 就没办法 它抗压起来 它带的改啊 它带的改 问题不大 它也不是C位啊 主要还是要看自己家的单带点 改在单带的这个抗压点上面来说 其实还挺舒服的 有一个自娱一个神形嘛 然后再加一个翼琳 这三个是主要能用上的 这个上线挺难上的 实话说 这个来了 这位置上路 上路万对肯定还是要稍微被欺负一下了 这 性小没推到 两边想做事情其实也挺难做的 那边比安花 一边输出其实没那么高 而是它其实肉还有点肉的 你打它也不值得 毕竟是正常对线 很难找到某一路的破练 而且MDOS这个时间的话 它是要等一下自己等级起来之后 去参下一个夜远火的团 或者是地震脸团 还得再踢 诶 又被骑到 White 这局还是打得非常灵性的 对 很保守 对 这个 其实 看下下路二一挂一脚过后 再摸 挂树魂 这波三千拉到两人 第一时间扛炮 平歪很难 但是 这波都喷残了 对 鱼架炮炸得很好 这波的话因为二口 它带的改 所以说其实第一天伤害也打不满 对 线上的消耗的话 这波反而是 鲸鱼这边更赚 但是马上 青方主到六了 就不好说了 这个跑图就很难去追了 就要去看一只柱什么时候 能把这个线给了交接过去 但目前来说时间的话 有点太早了 一直住 还得再等一等 对 才三分钟 野区都没刷干净的 并且的话 这会儿夜远火 还有十几秒的时间 就要刷新了 两边 好像说 YM7更加主动一点 确实 LNGM这套阵容 现在也不配去看这个夜远火 中立资源 又可能会出现 前中期传放 也就卡着 野区刷新的时间 因为刷完这波野 他就到六了 才可以对上了 来了 三分 5 2 1 3 5 2 打一套 伤很高 但是 迷豆子自身坦度也比较高 三技能一开扣就走了 对 而且他的位移 顺步刚才都在身上 嗯 想杀他有点难的 控制点不足 要等狸猫 但狸猫现在 不能把线让出去 LNGM的话 也是全员集合之后 直接把夜远火 强行的拿掉了 神行下去换线了 对 这波换线还可以啊 他这个是害怕 今天也不厉害 万一到佛 对 到这个磨青过后 他没办法跟他打 他一直白嫖血量 很痛苦 是的 还不如去抗压 是的 一架替身挂后 直接先交资源 回口血就生不拉开 跑得很快 而且因为是 这一波二口带的赶吧 所以伤害不高 你想想想想 李猫的生产还是有空间 来了 刷三套 初始之一 直接给到一只猪 天哪 蒸发掉了呀 这个磨青还是比较脆的 是的 然后再配合上 被动 刚才的一个 变火的一个buff 正在上塔 拔得很快啊 对 这波塔 应该可以拆掉 下路的话 彼岸话也可以稍微的去抗衡的 防守一下 这局刷的地震脸 其实两边的跑速 目前来看的话 弯际这边可能更加灵活一点 这边 李妮这边可能是 弯际跑的快一点 对 只有他一个跑酷选手 十二人都是比较战装的 拿着两把刀 我冲 底下人 是的 这波进野区 看能不能踢到 输出一跤 交的很直接啊 这局米洲真的是 从中路的站位 包括说这波野区的防干涉 地势真的很大位了 看一下后面 这就是鱼的待遇吗 五分钟吸紧让他吃米其林 这有些队伍的这个射手残哭了 嗯 比如说凤叉 来了打招洗手 直接是把圈子的分布打掉过 在上他没有一塔的 说完挂上 洗一口蓄力挂三刀再斩 哎呦这一波圈子难受住了 知道啊 为什么这个青黄鼠没人玩了 因为他确实单代方面的话 现在有点脆啊 太脆了 就是他要的装备其实挺多 里边多一个大剑 一摸一手勾 反手大招挂三 踢一脚 二一再一脚大招刷下来 比安花还把环境花剑也交了 这波能不能把GIGA烫死啊 看一下啊 GIGA这边应该也是顺利出去了 他开三最后一下没选中他 这一会前中期打出了三个人头啊 但是经济方面的话 LNGM还是有一些小领先的 嗯 主要也是因为 这局中路选这个比安花 因为他的代价就是有点大的 是 人要么多 要么就是自己可能要被换 然后这将边路这边选了还是个凤凰虎 前期战斗力不俗的 所以单线来说 二孔女这边其实会有点难受 好凶啊 这边进歪 嗯 因为知道你带的是改嘛 爆发虽然有 但是没有那么恐怖 所以血量只要把控好的话 是问题不大的 这波又要来抓戳飞哥 直接开始也看到 这波顺步都是没有的 他只有个大 脸库叫完一技能坐下 大招七手够 恐怖降临再砸手 喷口火挂上青石 人头又是给到一只柱 3-0的一只柱 反手打二 A1 这边可能换掉 但是没换掉 反手进场了 免控给他 血了 KQ顺步都被打出去了 KQ这波不交顺 他也得交代在这儿 这猪真猛啊 二打三 虽然是一个一个打的 但是成功的把对方两个人都给换掉了 那这个中塔就有点难熟了 这波首先说的他只有一个大 一猫的大不会轻易交 一猫的大就等他的大招交了 过在边上就行了 而且 抓费 其防守的被动也出发掉 也没办法去规避回去的控制量 而且他刚才那个时间神行也躲不了 对方伤害太高太快了 他神行肯定半路就被收掉了 现在的话 他经济已经拉开一千多了 这局是OMG 估计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局势 会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他们应该是想的 拿出了摩青是为了打蛋带的 但是这两波蛋带 一直被人家定点爆破 抓的打 我感觉OMG打完之后只有一个经验 就是现在摩青确实输不了什么 嗯 你版本 你版本 你版本是有道理的 拐二打一走一套 顶过来找燕木子麻烦 挑起来恐怖降临 直接砸出去 顺步一拉 侧翼下路 Q哥配合者小秀进场 撕血的米周啊 还是跑了 路过墙 但是夜远火的话 是被OMG拿到了 这边的话真的是太肉了 对 他伤害虽然说这个点不高 但是他真的打 他真的是不明智的 冲塔应该直接拔掉 最后的话中塔是拆掉 而且夜运火buff还有两个 还是在摸下 但炎魔现在也是嗨吃 吃完了上炉吃下炉 是的 OMG算是指了一下损啊 看一下接下来的下一条低震年 应该OMG也是有第二个争取的 五秒时间就要刮青了 这个低震年OMG 好像也不太好拿啊 你目前来说 一支柱的这个天气速度有点太高了 哎穿背别被打太多啊 然后才回去了 哎 又赶紧帮忙挡两炮 是 还被电炮电了一下 挺吓人的 哇那这样吧 下路两个人全部赶走的话 一支脸拿了 对 这好近了呀 二口大招 全部打在礼貌身上 伤害其实现在不高 在进场位置挂一三 找了KQ 双波拉开过后 反正我们将力再打一手 挂上树魂给个手沉默 人头给到阳魔 这波安娜阵完过后 所有人被赶到了中塔的门口 好像这个中塔不太好守的 哎呦 这一局突然打醒了 你中还有大招的 是的 别走了吧 顿布三二一 拉一手后排全断 全被死血蛋跑 但是这个队友 已经被追到了中二塔 没法走 一猪猪好像绕个圈 还能再杀一个 是还有想法 中塔的话已经告破了 猪突猛进 还好后续OM技能都撤了 他也不敢 他也不追了 确实 因为初飞哥他的出装的话 也是一个阴阳转轮 加上一个风日休止 整体的 确实打架的伤害是很高的 我们刚才看到他 秒礼貌的速度都不错 但是实在是没有什么肉度支撑啊 鱼这边喷他两下 他直接残了 而且他的伤害 其实还没有一支 虽然高 但是没有一支柱来那么直接 一支柱太快了 一支柱近身 KQ马上就得跑 不然外地打不了 其实我觉得初飞哥这样出装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他出半肉的话 对完全来说没用 完全就是切肉比较强的这个一支柱嘛 是的 你出再肉 在我面前也是一张纸 升级版权切肉 看一下 接下来蛇已经刷了 目前的话 人头差四个 经济差2000 100你看 现在就是 比安花往中路这么一站 你就不能往这边过 因为他太肉了 打他打不动 现在又是顺步跟复仇都转好了 嗯 你打他的话 他还能摸你 控制链还挺足的 是 现在居然让云 在下路去吃线 根本不敢往前走啊 这一支柱虎视眈眈 这一支柱吃人的 对 但是云没办法呀 他得补进去 5.4K啊 对位差了1000多 将近2000块了 这个二孔女 现在不管是大招 还是说直接去用金融上 还都没有太多的威胁力的 一支柱在选取他的目标 是哪一位幸运玩家呢 来了来了来了 这位直接放脸 幸运上了 五层还差一下 雷琴琳出发眩晕 大招牵手快跑 这波Chaffee是一点都不敢回头啊 这但凡回下头人就没了 大招直接交 给的很果断 对啊 2加1动一下 顺步也交了 二孔这波确实得交啊 有点危险 那这波好像蛇就给了呀 有研磨在的 原文剑这个阵容 打得非常快 这二孔手里也没有顺步 这是也好像不敢打 对 今晚可能有点久了 先把达木蛋拿 但这个达木蛋 这个能不能抢吧 好像不敢抢 然后达木蛋中路线 再清理一波 上下两条线的话 Chaffee现在都要去处理一下 说非本身这个摩青 就带不过一只柱啊 现在经济上面 还有一千左右的差距 说非很难把线 带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基本上带到自己家的 一个下一塔 已经是很健康的位置了 就得回来了 是的 再往前走一步 可能要被一只柱一波带走 嗯 点话现在 山椎化镜还差一点 还要再摸一下 再摸一摸它就更恶心了 本来坦度就已经让其他人 对它有点头疼 再摸一下 这减速也挺恶心的 这局 OMG也没有什么人 可以直接去威胁到炎魔啊 摸不到啊 对 还是在选打野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一个问题啊 小秀对炎魔是没有什么威胁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指的就是说 我能把节奏给直接打开 但是这局的话 OMG节奏确实没打开太多 主要这局 对方选了一个后期阵容 这边其实应该抢前中节奏的 但前中节奏 没抢过 对 也没怎么抢 哎 这波也只是 也是因为一只柱 包括林猫是一直在爆破上路 单在点 当时青方主现在是很难说 哎 这波想摸 可以偷偷摸 他俩摸的伤害 呃 根本有点扛不住 但是实话 笑不太够吧 其实摸的速度是够的 但是又又扛不住 哎 要看这波今晚今晚好像感觉到 有意识上吗 战绍个圈好像来不及 炎魔摆炮位置没有开了 一家大军场 尔印先到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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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是搭出来了 高地的话 安娜再 青片到也 问题不是很大 汤这都在 双印不 ha 敢往前走 这方有点热啊 岸手大招下来 挺多一套过后 兵人称完了 压力不是很大 这蛇没有给到 NGM拿掉OMG 其实是可以守的 是的 低之年的话前面也是一人一条 多久一条也是很高 低之年 对整个团队的体称来说还行 因为至少 追击上面的话 青方主更难跑了 对 其实一人 一条然后第三条抢到的队伍 它比较大的一个好处是 它有那个地震脸的棋子小弟 它能稍微提供一个控制 对 特别是在这个大蛇刷新 然后还没打蛇的时候 那个时候拿到那个棋子很有力的 鲤鱼打紧碰 对对对 因为那个棋子能够帮我们去 承受大蛇很多的debuff 以及一个伤害 可以说是能达到一个 比较无伤去耗熟的效果 圣骑楼是这个眩晕 钳子一戳 然后地震脸是减速 等等 都有效果 是的 打团都是最佳第六人 都是好手 看一下这波 青方鼠现在难受啊 他这个线没法处理 他去哪儿都有人等着他 现在OMG的话 也是趁着自己大蛇线 还有最后一波啊 赶紧把对方的外塔 才能去真击一下 从飞哥 8.4K经济啊 比阎魔也低了1000块 不敢动的 但是 不看的青方鼠 18级的 整级还挺高 但是耳硬只有14级 耳硬赶紧补一补 应该是野区全部给队友吃了 对 而且线上他也没有资格去吃嘛 要给单带点吃 嗯 单带点现在也挺痛苦的 单带 单带的钱还没有他死一次的钱 他伤害现在是高的 看一下有没有一波机 可能少了 会打的 哎 来了 这不想抓的 所以 黎猫是蹲了的 红杠林 杀 GIGIGO 反手提 脚构交胜部 屏幕 迷洞 大招也交 一直入想进场 大招找谁 哎 被顶起来了 结果说一交要走 是的 安娜反手的大招给的非常好 把五个人全部拦住 是的 这波的话 李妮也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那么这个上坛应该是 一塔给了 那 OMG 利用这条蛇的话 只能说是 稍微止损了一下 把防御塔的差距给翻回来了一些 嗯 现在经济来说的话也差不多拉回来了 直平了 团战的话又会到了同一期保险上面 从经济上面 说斐哥继续去带一带吧 把自己的经济再捧上来 大叔说一千把这个烈士给挽回来了 是的 而 看一下 LNCM这边的话 刚才明显看到 YM被上厨套是扛不住的 他有点脆了 他被举个提两脚 然后配合 最有 又受不了了 有点 一波大招 米豆子 两只脚 今晚半戏 一技能挂上 跟我开四几程跑 我们将林小达 天出胜步 一波 技能换完了 李宁也没什么说法 毕竟也没什么资源 分扛一下 伤害 上路的线要处理吧 对 这话得回人了 踢一脚 有没有踢一脚 哎 挺起来两段 给上一个束魂 哦 因这边要先跑 但是上了塔的话 车车天内 刷飞已经是带到了高地了 要走 要走 这波当然还是不错的 LNGM必须得回人 正面拉扯得相当好 不得不说 在前半段 LNGM虽然说 有研磨这个点也起来 但是这几波 被LNGM拉扯的话 他们也不太敢打 是的 LNGM还是必须要去担待 并且在没有 中立资源刷新的时候 其实LNGM这个阵容 它没有很好的一个地形 让它组织一波团战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看到LNGM的节奏 有点断 有点撞接 但是没办法 他们这个阵容 也不能被单点爆破 这阵容控制链 都是挺多的 但是控制链 都不是时间特别久 除了一个LNGM以外 都算是小控制 而且大家得抱团战 对 比安花就是最直接的 它这个控制链 二技能回拉 确实包括大招 都算是一个限制性控制 但是这个控制需要时间 队友还得创造空间水 不过好消息是 炎魔这局1万1的经济 真的有点无敌 对 看后面Chuffy能不能找机会 切了它吧 这切不到这个炎魔 挺难处理的 还有这个一只柱 一只柱怎么办呢 也很难处理 现在的这个食物链是这样的 Chuffy哥要去找鱼 要去找炎魔 然后Ovan哥要去找Chuffy 就要找团队里面碎肉的人 这些 Ovan就拍了拍Chuffy说 醒醒老弟 你的对手是我 确实 来一场真男人大战 这个确实是现在比较疼 而且马上蛇又要刷了 二蛇刷新 李宁应该是不会再像 范刚才那种食物 给到你偷蛇的机会了 确实啊 看一下蛇已经刷新了 这个杂木蛋的话 应该也是被李宁很好掌握下来 我确实你想 我拿了个炎魔 被对方偷 这说出去谁信啊 是的 炎魔一直是偷蛇好手吧 是的 你被人家偷蛇了 一零双方 二口平步大招 想把这个视野赶出来 把三技能 其他要伤害 比较一般啊 因为二口的经济也不算很高 并且打到两个前排中上 这三个人都很肉 哇 往这一站 YMG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想法 下路 一只猪已经开始 进行一个单代了 这一会的话 戳飞哥算是起来了 11.2K的经济脚 对位完全也没有低太多 现在 也是能对清吧 只能说对清线 但是从这个 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一只猪要更猛一点 也不太敢打得很凶啊 对 冰蛇已经刷了 而且冲肥哥这边有 双手玩来了 挺三摸一 下面闪开 大招起手 一套小秀 解控谁家顺步全美了 冲肥哥这边也很难受 太绝没啪了 冲向林又找了 GIGG窗不拉开 过后挂三摸到 这边的话 神情直接跑了 这边二口活得下来 但是GIGG这边 看能不能拖时间了 要拖一下了 把睡魂三星能cd了 应该是被留下了 咱们看一下啊 终于这边 要被逮捕 顺步挂三 解控锤一将两段 都是武断展 但是KIGG反手大招 这个位置很好 两胖好 他一撕血 没有收掉 GIGG这边 扛到后续的三胖过后 整体的状态 是可以接这个蛇的 打了一个零放二之后 NP没有人可以来看了 放蛇拿年兽 拿年兽速度够吗 我们看一下 好像是来得及来得及 两边可以互换的 NP现在赶过去了 像林猫有大招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个互换的话 决策做得很好 那这样的话 OMG不算太亏啊 至少拿到了一个年兽 想签让给赢吗 赢可能是 这个负贞自酒 对 没有给到射手位啊 二硬吃了 然后青芳主也没复活嘛 对 可能就是团队地位吧 确实 毕竟他前面饿了这么久了 总得让他吃点 这局二硬真的 去攻击谁一直在让经济 而且降服很稳 嗯 啊 这一波有机会的 神行宝兵提两脚 找谁找阎魔摸到了 开一个辅助家 收莫拉开 阎魔直接溜了啊 正面团队扫人 黄金花店恐怖家 连全部砸了 一只再做一脚 一只住进场 找后盘变淡 一瞬间先说Q6 阎魔还在直播 你叔叔在四个人 搅了个半天不利 虽然后盘 咖啡把一个米装 手在这一辈子被留住 二一挂 他还跪向后面出发 在三天之后 还是没活着下来 打了WMG一个完全封印 哇 WMG这场我感觉 开的还不错哦 但是炎魔仅仅 用一个顺度 拉开身去之后 队友保他 保得太严实了 所有的技能 都往他身边去打 哎呦 真的是一点都摸不到 这个炎魔啊 太可怕 开了个浮出 开了个加速 开了个顺步 我溜 直接溜 这一波的话 完全封印过后 安静应该是 配合兵线 就直接准过了 那冬线直接进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恭喜 杨静把比分单凭 目前比分1比1 这局 熬战时间也挺久的 21分钟 那么恭喜安静 把比分战成1比1了 这一局倒是 我们的一个经验呢 就是 亲房主完全打不过一步 就是士神的客气 这个也是因为这个 也说明了 在赛场当中 为什么某些士神 不能登场 不是说这个士神不强 而是有天生的 这个克制的天敌 或者说在这个团队当中 他的打法 被对方摸太透了 你看亲房主 这个就是被摸得太透了 对方都知道你拿出来 就是为了打单带 你看在线上 一直疯狂抓他 把他抓崩了过后 一只柱又能去 衔接这个站边的线 然后导致黎猫参谈的时候 亲房主挨揍呢 那正面就少人 少人自己家 又是一个炎魔的后勤 你这个团就 很难往后面拖了 而且这局 说维哥确实出装也比较难啊 他想去出到一个 偏输出的装备 然后就是跟对方 打单带也好 切研磨也好 会比较有效 快一点 对 因为他出一个半肉的话 其实还是要被 一只柱撇死的吧 没什么太大的运处 一只柱打肉太快了 而且你看后续 在一万多经济的 亲房主 跟一万二经济的 一只柱单挑 还是活活被打了 没法对这个线 这个线确实是太难打了 这也是因为一只柱开局就顺 他双克之力开局 然后4-0的开局 这也太舒服了 是的 我们看一下赛物数据 赛物数据这边的话 人头比还是差蛮多的 15比4 21分钟的时间 伤害最高的 居然是完全 我很久没有看到说 打野位在一个大后期 能打出全场最高的输出 前期其实是有的 因为前期大家 真的太顺了 对 前期大家可能伤害 都只是很高 就看这次伤害嘛 这局Avenger 不能把它当打野来看 它应该算上部来看 因为它吃的也多 打的也多嘛 这局的经济 从头到尾 NTM这边都有小福的理解 然后再是 因为这个蛇被偷了嘛 导致一个蛇被偷口 经济是被拉回来一点 那么小剧MVP 是给到了 NTM Avenger的一只柱 9-0-1的KT 参战率67% 伤害占比33% 伤害转化率265.9 乘伤占比19% 那这局的猪真的是 数据拉满 太猛了 这猪真猛啊 人家吃饲料 他吃的是人啊 这是看到一个就啃一个 看到一个就啃一个 这是很恐怖啊 我们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报 今天记者上 没有准备见到的事情吧 这两个人 也是因为 YFG说的 是本来是 搬了一个一只柱加梨猫 把这两个班位全部摁出来了 上一局 一只柱表现太亮眼了 得搬 是的 梨猫 是怕对方去打一个团战体系 还有一手研磨嘛 要限制一下 看一下这局的分路情况 先过来看一下视野 抓力波换线 嗯 正常对线的话 正常对线的话 可能要帮忙中路倾下线吧 这边的话 两边正向换线 今晚要干坏事 勾出来 还不错呢 勾到了 拖下时间 完英直接选择去下半开了 这样一来的话 二英的一个刷野速度相比完全会慢上很多 完全这边还是有人帮的 是的 太子郎第一时间因为不确定对方的换线情况 一切没上线的 是的 而且二英这边打得特别保守啊 嗯 他生怕对面直接过来进行一个反野 啊 圈队前面也没卡线啊 第一波线是没卡的 应该是二级想卡线 在这个地方太子郎就很低级了 嗯 他前线一吃完过后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确实吃到了一回推线 可以直接升二的 而这个LMGM主动的这波换线的话 也是成功的跟对方的下路组换上线了 让妖狐的这个开攻体系 没有办法去打起来 我们看下来妖狐的标的准确度 跟金鱼这边的走位了 那走位不好的话 神的桌吃两标其实也挺痛苦的 对 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上达木旦已经在动了 白当主也是同时间在动下达木旦 看要不抓一波节奏吧 小秀突然回野区 白当主好像中路线推得也比较远 他也只能回野区了 这条线上的话 目前来看正常队上线 确实是OMG有一些献权优势在 是的 但是这个献权优势 没有办法让他们转化成一个实际的优势 现在经济还持平 还是要等打野 待会第一波动起来的一个走向 到三过后 炭治郎就不是很适合中理了 稍微的能够去靠细节操作 去把局势搬一搬 是的 而OMG的下路主划算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下路主则 神乐跟华晶基本上跟他们是没有办法跟他们 来了 提一脚 提个反推 把外头推开的同时自己交一口付出 冰线因为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说这波可以回去然后再出来 回之线在中路位置也不是很担心 今天的正常队线特别多 正常队线的时候大家其实打的都挺保守的 就没有打特别凶 是的 而且这局对OMG来说有一个不好的事情 刷的圣骑龙 这个圣骑龙一定要是跟去的 所以可以看到 Trofi一直在下半区从一级开始就是强力的把兵线压进去 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兵线一直压到 来了 稍微断一下吧 套环倒是也给到了 但只能压一下血线 对 离得太远了 这波对方入侵野区的一个信息 OMG是知道的 也是过来反应野 看一下 会幸好跟小兽一面撞上 小兽一脚 这会一打二 不太好打 炭治郎在后面的 嗯 要看四段一有没有甩着二转 安娜跟十六股也是在竞速过来 反推 减通一截 回二打一段 卷起来 四段一交完顺步跟上挂一 A再进场出击给谁 平A人头给到KQ 射波 是外的没来呀 反手大招的话 扶出一跤 发三 晕到两人 一波 安娜倒不会出现问题 在上路的话 一个进战切胖 满气 顺步跟上挂A 罗伞触发 这个第一时间回头是被卡了个草的视野 鱼这边是想躲QQ那一下下身的鸡飞 而且 没办法 他还脱离了这个射程范围 哎 这波能回吗 回掉了 这波是想秀的 但是没秀起来 被对方卡了一个射程范围 所以最后一炮是打到了星球身上去 说实话 这个射程组合没资格秀啊 嗯 就是极限的想秀嘛 那这样的把线换回过后 不过这样换回来也好 换回来过后 盛起楼这边的话 现在罗伞组在下半区的 是的 也能稍微再去看一下 OMG这局打得很主动啊 不只是双人路虚线的一个线杀 而且这一波的一个入侵本来是 White应该更早地赶回来 去打一个3v2的 没想到 KITU利用自己的 应该是利用自己的一个三线的船 来得更快 这波 李洞这边只有安娜有大招 但大招有cd的 这波升起楼 OMG没来接 坏消息啊 这波OMG前中有这么好的一个人头优势在 这边选择去拿进去楼 或者叶元火放弃盛起楼的话 可能会为后续的一个 后期的一个团战 然后把鱼战的肉毒形成一些隐患的 目前来看的话 下路上嘴是把线换下来 还是想压一下 让风铃能再刷一会 嗯 目前来说 妖湖这边因为有一个对位击杀嘛 所以说经济稍微高一点 当然既然这边有个盛去楼啊 真的很少能看到鱼这边被线杀 打得有点猛了 是的 这边想长压 大路16谷也靠了过来 小修也在下半区 这波下路里您看要怎么守啊 还没到6的 想去尝试新的跃一波 但这个上路 Taffei感觉再往前走一步要出事 手里头要捏得死一点 参手挂一拉一下 打招起手 一套消耗打进盘身上 给了个盾 有点难受啊 实在是忍不住了 这实在忍不住了 这个盾得交了 这一波下塔 塔皮应该是要被吃掉了 神乐应该守不了这塔 所以踢两脚 找破绽再挂一手 一灵是看到了神乐身位 想找小修 把小修的顺步给反逼出来 那这个下塔是势在必得了 哎 这个神形 有啊 人家有一轮火的呀 被摧毁 这个神形 感觉只是为了赶路用的 是的 上路的话现在确实是 Taffei有点难受 要稍微被压一下 如果说打野不来的话 没办法前走 对 OMG这边两个人头优势啊 已经拿到了两千多的一个经济差了 这个车斐哥只要能扛住 问题不是很大啊 OMG现在要做的就是下一条盛棋楼不要放 这波 换三想踢 找而硬 16股 彻底打一个掩护 配合这 最后一点点的烟火 Buff应该要全部用的 感觉这两个阵容的差距啊 现在 OMG拿到这个冰击差 想踢两个16股大招一跤 同时反手大招 但是吃了压制一刀两秒 爆摔 进场 但是后排的全部人分开了 先收掉一个白藏主 过外头的状态也很残 16股这边传过来 想受残血了 本脚都没收掉 传错要走 这波风里的话 挂大的话 被燕木兹解掉过后 也没什么后续扫法了 Bc有这个顺二 其实伤害真的只差一点点啊 是的 全是残血 嗯 奈何第一时间白藏主阵亡了 没错 他还补不上来了 想再强压这个中医有点难吧 冰线还是能轻 四转一一卷 应该是轻掉的 这波刚才其实有点危险的 第一时间重施 加上 耳硬的进场 确实让李宁第一时间防 有点防不住 但是后续的话 因为今晚的压制一套 是把这个举了大功 对 挂一提一脚 要叫顺的 他圈肺有点难受 这一局圈肺也是 虽然说经济是持平的 但是他现在的气势有点不足 还去哪 哪路基本上都是抗压啊 看这上都是有位移的 金胶柄过去二走 手里要顺的 反正这边倒是不慌 有顺步 超飞哥也是一样的待遇 得走的 比较 但是超飞手里可是没有顺的 是 哎 但是这位置是被拉过去 吃了一个晕 那互换一个镜像的一塔 把上下一塔换完过后 要看一下中路这一波 怎么去动吧 下一个圣七楼 敌方防御塔 七秒的时间刷新 OMG这一波不要再保夜圆火了 往前方向看一看 对 我被摸到了 想摸草 结果自己被米秋 习惯性放一给他吃了一套 我爱他这边也是为了看视野 结果摸出一个隐身的白洞主 是的 这一波的话 打了好快 矮角抢 他抢了 云 这个大招好 一套想要过重拾开大招 全员往后走 这一波很极限啊 云是最后大招 一段加标的 这个风热伤害一套秒了的 这 这一波真的 这个圣七楼 要再被LNGM拿掉的话 OMG这局又 又要被温水煮青蛙了 一定要拿啊 这个圣七楼现在一人一条的话 对两边来说都能接受吧 嗯 那李宁现在就不太开心了 这个 打了半天空 白打了这个 李宁还好 他们也不太切肉 是的 神乐 现在金币 五千 差了不输 MG现在还想再来拿一条夜圆火啊 那这一会的话算是吧 潜中区的优势打得还不错了 嗯 潜中的话 两千的金优势 而且 中路一塔的雪量 烟火过来就没了 大招平坡 消耗一下雪量 看出来 NGM其实对于中塔的防守还挺坚决的 马上三十秒大水就要刷新了 还在等时间 是的 这个地方火刀反推挂一 阅读尊医的转上的一瞬间被挫战打满的小就直接拿到人头 主要这个火刀推的距离啊 有点太深了 对 而且后面差别没有人啊 这后面 后面之波直接放弃挣扎 交损布也是浪费 拖板能拖一秒十一秒 蛇这个时间是刷了 现在是发新 但是烟火的buff还没用 还在拖时间啊 NGM现在也是想让炭治郎把那个兵线 压多一点 把对方人逼出来 毕竟戳飞这边刚刚是阵亡了嘛 现在是没有担待点可以去应对OMZ了 OMZ趁机插一波夏二 炭治郎手里有神型的 OMZ身边没有任何动作吗 这个夏二白送给对面了 他应该是要强逼中一的 因为手里就烟火的buff的 进塔过后这个塔应该就掉了 还好这小兵随后一下拆掉了 夏二换中一 不好说OMZ这波是转 对于双视野来看 中路一塔掉了 来的更直接一点 而且现在 蛇也还没打嘛 但是对于整体的节奏来看 夏二调对 四一来说 这个兵线压力会比较大 对位置会比较深啊 你看炭治郎现在 尼克风铃是管不了他的 那是也发生加速了 往后跑 那以后来想找金牌交顺步 还可以啊 把金牌顺步打出来之后 就不怕他的一个顺步压制了 是的 小秀跟探墙 这个下半局 这个上二反手能不能压到 压住了尔韵 但是敌尖输出没跟 神乐 让四月要挂摔了 王爷们就来了 转起来 蹦一下 先手摆盗鼓 摆盗鼓 正王的一身 雨云跟 丢丢也没了 好盘 我想船 但是把四里方也带过来了 小盘 在二段一 再加三 往前走 请求这个位置要被留 大高流人 挂一 再祭祀乱一 配合这队友 打了十六鬼人头过后 这个蛇 应该是脱手可得 哇 这波是OMG 自己主动去 跃对方的一个二塔 上二塔 但是首先要考虑 对方的这个阵容啊 其实反打能力是很强的 而且YMZ的那个 神型的位置 神出鬼没 是的 从后方的一个位置 直接切入啊 其实他们 第一时间是被 神乐的血量给欺骗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这张神型的位置啊 其实在自己家的一个上一塔 然后神乐的这个转啊 转到两个人 抱了一个人转两个 后续的话 呃 邱美哥首先第一时间是没有来的嘛 只是 Kissu虽然把这个传成 但是也传到了 对方的这个选手 这个 实话说 OMG 有点上头了 对 这个地方 确实如果再平铺一下 是他们很好去压制二塔的机会 但是这一波的话 上头过后 直接局势就有点 也不能说一边倒吧 但是局势确实是开始偏向于MGM这边了 神乐的经济已经反超了 小一千了 确实 神乐刚才那波拿的人头非常多啊 对 就是神乐那个 自愈捏得真的很死 他是被自己打了快死了 然后交代手自愈把 耳硬的声位骗了出来 然后一个大招 转进去 那这样一来的话 OMG其实是有点绝望的 他们这套阵容打到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下坡路了 还被MGM拿了 蛇 双圣骑龙 包括 让这个神乐还起来了 有点难啊 本来手就其实挺短的这个阵容 他神乐手有短 但神乐有大招 对 本来是短的 现在 对面给了这么多的一个经济 神乐就不是很慌了 是的 那根本就不害怕进场了 神乐甚至等我可以顺步打招 直接进场 帅一套 看下这个中塔该放就放了 现在16股的经济7300 倒是也能倾限 但是要 边打边往后走的 对面这个阵容里面 神乐最喜欢爆的人 其实是崇斯 崇斯什么时候跳 就什么时候爆 是的 反锤 压制 这个空手接白刃 有虚余等完挂三 第一脚 他被杀 没看招就没了 16股反有大招 晕到两人 玩家半解 但是队友抗一下 没打满 崇斯这边的技能全部交了 云的大招也交了 所以三技能挂到 尔银身上尔银要先把后走 撕了火刀 亏谁 找到了关键子的 TK 顺步一撕血 画一眼往前再被爆摔 往前一甩 一甩 哇 终于在我 双客之力 给到金鱼 下场也没了 二人组了 二人组 起不了线啊 守不了啊 这个地方只能给他 配合的舌线 应该是可以直取代言 恭喜安剑拿到赛点局 五千比分 二比一 恭喜 这一局真的前半段算是 咬的都很死 节奏各方面其实都是势均力敌 但是那一波 随伤二的决策 也是让安剑抓到了 后手的一个后车位 这个神星下来的叶母子 确实是天降神明 邦一一个大招 直接是把他推回来后 这个局势就翻了过来了 是的 其实咱们不管自己打资 这个还在比赛里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在对方的二塔 或者说是高地的位置 去进行一个月塔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即使自己身后 没有对方的小兵 对方可以传 那个被打掉的防御塔 是的 还是可以传的 所以说 那个神星的位置 直接让妖狐一开始 以为自己已经幸存下来了 结果又被推回去了 是的 其实这个画面 我们经常也能看 但一般出现的是 裸叶插机可能偏多一点 后手开团 这个探指郎的进场位置 确实是 当时让OMG应该是懵了 确实很难受啊 而且现在的话 这个虫师能解一个空 解不了第二个呀 是的 我们看一下这局的赛户数据 14分07秒结束了这局 输出最高的是 云的 25000的伤 而且他这个 还抢了一个盛气楼嘛 确实 可惜 这个后续的决策 确实是 安建这边抓得更准一点 然后抓完过后 拿舌直接就一波了 阵容到那个时间点了 而且双盛气楼 给到安建这边的话 OMG本身 在那个时间点 14多分钟 15分钟 这个输出就开始 要走下坡路了 伤害就不够了 舌团前的那波 对 零换四 真的对OMG来说太致命了 没错 那个时间点 抽费哥他想来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好的位置过来 他想要走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队友已经全部倒了 其实冲得太深了 我们看这局的小级 MVP是给到蓝剑金鱼的神乐 7-1-0的KD参战率78% 伤害战比31% 伤害战率196.6% 乘伤战比22% 这局打了一个战事的一个数据出来 对 而且这个死的这一次的这个1啊 还是在线上阵亡了一次 后续的团战里面 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的 没错 我们也是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放 是放的 第二个是抢的 对 这个 有运气成分在 是 今天OMG好像 在第二局当中 对于中立资源的把控 并没有做特别好 确实啊 我们看一下这局OMG还是先手方 依然是把炎魔包括一师 就送上班位 那这局的话又可能会出现 炭治郎一起重施 至少放的每个吃来的情况了 LMGM反手 一反命连和大蛇送上了班位 大蛇今天倒是大家封锁都很死啊 昨天包括上周的一个比赛 我看还是有一定的出场率的 是的 大蛇跟青鸡是同时登场 现在主要还考虑到大蛇战略意义 虽然大但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世神 多少都研究透了 最后一手 炭治郎 炭治郎还是先扳掉 黎猫是放出去的 虫师扳不扳 然后今天最后一手提考虑 虫师现在确实还在场上啊 上一局的话 倒是没有给到OMG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可是如果这局再放给对面的话 也有一些风险 毕竟对方把炭治郎一扳 那对方如果选虫师的话 自己家只能抢一个小秀 可能比较香一点 但是文人也在外边 这时候要看怎么去选吧 文人一拳和虫师之间做一个抉择 还在犹豫啊 这局的话 LNGM也是很想以高一点的这个比分 把战局拿下来的 也是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问题 前四强的争夺 可能会出现同分 然后比进对分的情况 是的 那现在LNGM近身分倒是挺高的 他们需要继续保持 把自己的大分跟近身分都拿一拿 文人 那还是把虫师放出来了 抢嘛 我们从这边 应该是没有不抢的道理的 这局毕竟自己把这个探子狼 也送上了当个呀 同时 那转手的话 一个小秀啊 上着这边的话 风鲤 包括中路的安娜 三选二 小秀加风鲤选二的安娜 其实会给到Kiku这边 那也要看Kiku选不选 对 这几局 Kiku 并没有说 被队友给到特别多的保护吧 更多的都通过个人的操作 再去跟队友打一个节奏 那这局安娜拿的话 更多的应该是希望 打野跟上路能给到一个中路的推进节奏出来 是的 看一下这一会儿的话 二人三手的一个选择 安娜其实是可以给Kiku选到的 打野位现在也能选 文人虽然被搬了 但是上一局的白藏主没有特别好效果的情况下 这局类似于海忍啊 或者偏刷不起的打野 要不要进行一个尝试 嗯 这一手 考虑时间有点久啊 安娜其实 这一手也确实也可以不用急着敲 如果说你不是为了一定要抢下这个限权的话 但你敲安娜就一定要抢限权 那上路一定要配一个能站得住的 现在是五支队伍里面 有三支队伍能进前四 LF首先已经肯定是前四了嘛 第一 没有人可以动摇他地位 是的 现在的五支队伍有三支要进前四 而且目前的分数非常接近 对两支队伍来说 这个关键局的一个这个BPR 非常胶着的 这一手 OMG考虑有点久啊 神乐 神乐 先抢了 安娜不选吗 神乐配上虫师 这个组合倒是非常香 安娜也拿了 安娜也拿 先全抢了 然后下路也保了 确实是因为上一局 神乐被NGM最后拿下来过后 就阵容是有一个小小的劣势短板 在后期没什么伤害了 对 这个双C包括辅助定下来之后的话 倒是很不错的一个输出啊 是的 就有点怕被LNGM后手克制 完全没有克制 这个神乐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神乐除非他主动吃了一个勾 然后被压制了 否则的话 这个LNGM前三手不管谁进场 神乐都可以大招进行一个爆摔 LNGM这个手有点短 华金其实这个点敲得也挺及时的 也想到你可能会去把这个神乐在前三手敲下来 看一下 接下来把上路稍微的克制一下吧 你上也总得稍微的限制住了 逼着戳斐哥再去玩一个清房主吗 清房主这局 看一下 这次两眼搬掉 应该不太会吧 这局清房主也拿不出来啊 这个关键这个点太多了 丑粉哥这局其实上路是可以玩谈变的 嗯 黎猫实在 嗯 黎猫有点怕被空手接白刃 而且这局因为一只住美了 所以说LNGM其实处理这个清房主也挺难处理 看一下他们的射手位 包括说中路的这个位置啊 双C怎么选 先选二口 二口那也是要打一个偏快的节奏的啊 你这个中不会是轻机吧 就有可能是轻机啊 这样打双扑克这个中期的消耗有点猛啊 我感觉要看对方的上路啊 如果戳斐哥直接选到一个坦边的话 其实是可以考虑选清机的 就MG现在如果也考虑到这个点的话 那他们又陷入一个僵持的点了 就黎猫其实这局吧 看着很合适 但是对面首先有个话 第一次的话中路可能给你卡一个清机在这里 让待会儿戳斐哥即使选了黎猫也不是很好进场 这局MG估计也在思考 NGM怎么会这么轻松就把这个事情都放给自己了 这肯定有哪个地方挖了个坑出来 所以说这手黎猫套不套 套黎猫 打野就得拿一个能刷银石 这局银石在场 刷的也是有的 对银石在啊 包括一只猪 一只猪被自己搬了 对一只猪猫就要银石是最好的 而且银石配上重视也可以 也就是说这局有个双保险成了没起来 银石起来也可以 就是反正这俩起来一个 这后期的团战都好打都能打 是的 那看一下NGM最后一手中路的位置选选 其实这个黎猫我觉得选下来 他就是负责去吃化金的一个压制的 是的 那他其实搭不出来没关系 化金的这个压制被骗掉之后的话 银石进场就会有很舒服的一个输出位置 这个中路的话 刚才我是觉得可能轻击确实好 因为但是现在来算可能天击舒服一点 轻击手稍微有点短 对 黎猫可能就能找到他 因为你如果说为了省这个压制的话 肯定是大家第一时间后撤 那轻击可能就撤不出去了 看一下怎么考虑啊 所以手中路的一个选择其实还很多 罗艾特的试诚水也很深 那要打一个中前期节奏的话 轻击是比较好的选择 首当其中肯定是轻击 是的 但是轻击这局的身位考量就有点多了 对 他跟小秀能组一个前中期的双链吗 是 链到一个的话基本上是定点杀掉的 除非对方有顺 那如果考虑一个中后期的话 可能这个轻击的输出位置不见得有多好 对面太灵活了 而且对面的C位不太怕切 嗯 考虑时间很久 哦 还是轻击 那也就是说 应该刚才考虑时间就在想 能不能说规避掉这个黎猫的大招 嗯 或者说自己的身位能不能控制 应该是刚才在商量这个事情 这有轻击点下来 确实整个阵容也很合理 也是前中一套完美的爆发体系 是的 我觉得这一局吧 黎猫的大招如果不是大到关键的C位 金歪可以不接 不用空手接白刃 嗯 是可以等二印进场之后 把这个大招交给二印 或者是云 不过也要看那个时间点 浮出CD可以 如果浮出还在的话 其实也有可能 就要看他们的灵咒技能怎么带了 这局 这会儿GQ带的是 那肯定是改啊 但是目前带的是10加数 选择上面还是要看一下 对的 主要这一局如果说 用压制就交给了黎猫 就为了这个大招的话 感觉这个画金 有点像是被康克的 会被骗到 会被说贝哥的这个大招给骗到 感觉这一手还是要思考一下 这局黎猫的大招 蓝箭怎么去规避 就拉开身位也可以 或者说是第一时间去 骗对方的大招 然后再给一个效果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WMG这一局难得选了 一个骗中游戏的阵容 反天英书跟神乐 都是需要一定发育时间的 包括林邦也是要到后期参团的 那LMG这局 有没有机会把节奏带起来 并且他们LMG这边 也不是很怕脱后 他们的二口女也好 亲戚也好 后期打的能力依然很强 没错 目前的话 相当于两边的阵容 是互换了一下 这一局的话 WMG是一个稳定要天后的 那么LMG是选择了一个 前中爆发一定要打满的 目前的话 双方已经来到了 LMG2比1的局势 我是本场解说一报 大家好 我是桑树 看一下LMG的局势 能不能立足的拿下 LMG的局势 又有没有机会搬回去 这个阵容 清晰的生存环境 要打个阵盘 看能不能跑下来 我其实蛮期待看到正常对线的 如果能看到正常对线的话 我就 我是比较期待看到 金歪跟鱼 两个下路非常强势的 这个对线选手 他们怎么去处理 虫师加上神乐 虫师加神乐现在太厉害了 没有太多的组合能打得过的 但这就好像 没对上 对 应该是有换线的 不过清机前几道 不用来 因为是个银石嘛 这边也就是 看到了CY的位置 知道他可能要去下半去勾野的 银石直接选择上半野开 看一下中路的 换回来了 中路线其实两个 好像挺保守的 也没有选技能 也没有想说第一时间去耗血量 更多的还是想去打消耗 特别是外套 打得不算激进啊 米中一职就是 很稳 这个中路守护神 对 而且出装方面也是 水线 这个水月无相 有些士神 鱼鱼不太需要出 他也会出 是的为了活下来 这波挂定身 给到自语打出来 反手 链子的领先是拉了冰过来 这个反手一技能倒是中了 但是不慌 毕竟重施的回复能力很强 是的 三口现在 前两级作战力 也不是很强 他三级 如果银石是先拿着下达不来 那么上半野区可以看到 是被看了一下视野的 对两边又是正常对线嘛 现在换的还是换 换机缘换的 还比较和平的 把单球来的 很仓促过来 强行过来摸了一脚 没摸着算了 确实那个身位不太好摸的 看一下下路 目前来说的话 要开进外能不能拉到 拉到就有机会 拉不到的话 也可能说是正常对线啊 但是中路这边爆灭 他其实不不太敢上 是的 两边现在增加他挺深的 上路的话 燕姆子现在作为作福吧 反正礼貌 现在就是我只要把这个秧 扣住就行 对 狸猫没办法 虽然说这个风鲤确实是已经被削了几波了 炸弹的一个伤害也好 但是呢 就欺负狸猫还是绰绰有余的 听线的话 安娜这边肯定还是要更快一点 听线上面的话 4G以后安娜能动起来 看安娜怎么走了 小秋这个位置其实一直有点想封锁安娜 往下半区靠的这个意思的 现在下路到两边打的还是以问为主啊 是的 特别是鱼跟丁湾两个人啊 每次看到同事飞的时候他们拉得很远 这波 逸琳 有想法 但这个地方逸琳看到了 进去就 还要进吗 紧张着人数多吗 强踢一脚 安娜现在第一线还赶不过来 磨两脚 呃 侧翼这边是被灯笼鬼看到了 8三 自己家的风鲤可以更早的过来 有安娜这边 指数也来了 人齐的撤吧 这波安娜不太好接的 嗯 那个麒麟也被拉到侧槽里面也很难出来 两边的辅助来的速度非常快啊 接脸摸A 接脸 小智瑜 再A 再跟A 再1 再砸一下 这波灭的时候还直接给他收了 这波云稍微有点上头啊 自己的顺步也没交 他觉得自己的能量调到了 呃这个50以上 然后他想用自己的那个盾 顶上来 但其实神乐初期的那个盾很薄的 贪了 就是贪了 啊对于二口女的伤害来说 那个盾真的是不值得一看 就是他哪怕是有盾 平于手里还是顺步的 嗯 怎么样这波在被A两下跳两次就该走 他一盾 就走就好了 他一盾滑出来了 我看到他打出来了 但是一瞬间没了 太薄了 但还是太贪了 嗯 那一波完全是可以走的 那这样的话下路一个对位单只 那么经济就会失败不成了 烟火还让安剑这边很问题拿下来 这局开局的局势是有点偏向于李宁这边的 是的 李宁感觉也是想省一个顺步吧 所以面对于的一个跳脸也没有过多的设罪啊 是的 那这一会儿的话单吃之后 于这边对位已经领先了500块钱的一个经济啊 这个还是蛮多的 线不好吃吧 鱼在等他刚才把大招交了 这波 在上半区 神剧倒是有mgp先打 因为这边拿完10gp倒6 但也不是很着急 感觉神乐加上神乐师的一个组合 在前中期还被线吃了一波有点亏啊 主要是刚才重视是在上半区 保了银师的野区 刷了这个这个时间点 这样的话这一集刷的是10剧 道具没有像前几句剩起楼那么执着 非要在前面拿第一条了 只要不累积满三条 其实对两边来说都比较无所谓 是的 现在二口2800的经济 因为有个队位单身 所以说他现在的优势还比较大 火方援军加入战场 算是完成了永动机的第一步 二口的输出稳住了 是的 就要看接下来小秀跟风铃什么是动静 已经这边天之马速出来了 云这边的话有个电炮 这会儿神龙的伤害还是差的比较多的 他需要再发育一下 狸猫现在也有大招了 三千的经济 这波他抢了一波兵线扣要动点 我现在也没有怎么被骚扰的了 这边其实中路打开比较平稳 两边其实都没想在中路过多的换血 尽管这边辅助庄前草荧荧光 还想更多的时间去赖一下线 也知道对方没有那么快会去参团 还是要等到10分钟左右之后的一个大手参战 是的 继续发育一下 很多钟时间倒也还拉过来 应该是用位移没事 中路的话 直接出去了 恐怖降低点没达到 加速途直接拉开 顺步也是直接规避 后续伤害 没达到 这一波的话也是 你帮你这个水铁要扭的有点快 轻巧的规避了对方所有的伤害 轻轻松松 这个顺步交的也非常关键 但这个实验点上路的塔已经没了 确实 这个线要回去守了 赢时去守线 风铃就能参团 安娜半血没大招往下半去走 看来这一波虽然卷到 但是第一身也没选择较劲的 这边的话也是跟Giui一起来凶了 中路这边 这样就会进行一波回防啊 也不是很怕对方拆塔 毕竟神乐手不算太长 拆塔的这个速度啊 这个声位啊还是要比较靠前的 来包了 这是一波四包二 是有机会吗 已经被逸琳全部看到了 队友第一时间马上会赶过来 这波OMG 上了吧 有点危险 不好接吧 这波上就来人了 Trophy这个位置要先被小修踢一脚的 但是卡了个破绽那个位置 外车也跟了过来 一起能做一手的话反手大招 拉下一个服务 这边胜部爆刷一套 先收小修 这边外车也脱节了 也没了 然后双克这里给到云 双克拉开够 树文挂在金银的身上摸一 过后要走 塔下只有下网人组 应该是要被虫师收掉 画金的人头 二口屏幕大高 千别想说说没打掉 人头又给到了沈乐这边 直接收了三个头呀 太难受了 这波我们也是看到 首先第一时间 队友没有到塔下集合啊 鱼跟心歪的那个声位 太靠后了 他们第一时间没跟上 这局势 瞬间就回去了 是的OMG现在又取得了 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这会儿夜人火 也由二硬这边配合 特别过一起拿下 节奏 给拿到了 MG这边马上就好了起来 神乐经济已经反超了 而且烟火再拿完 这上塔应该也就拆了 这中塔的雪浪也很强 我感觉这烟火buff 可以留到中路用了 是的 那在非常关键的 这波下路的四打四上面 LNGM出现了一个大披露啊 难受 上塔一掉 人头差三个 经济差这个时间点 小一千块钱 神乐的这个经济 反追过后 感觉NGM现在 有一点危机感了 是的 并且十句啊 第一条是由OMG拿到的 接下来第二条十句 马上就要刷新了 现在LNGM 是否去做一个布防 刚才这波 中野的联动 是跟队友脱节的 队友都没过来的 是的 其实队友比较小在塔下 对 他俩想包后 结果后没包成 塔下没打成 然后人都没了 是的 这个 有点无厘头的 十句已经刷了 这块逸琳的话 也是互相给逸琳看一下位置 双十句 感觉还是可以稍微去争一下吧 可以看一眼吧 这个地方 其实 经济差的没有那么多 还是可以打的 对 这位置 应该手里还是有压制的 但是OMG也比较快啊 让21在正面这些个单带 来 孔匠宁砸开过后 反手找到这边的 可莱娜 孔匹太大 把洋后排升位 伤害TQ是半血 踢场能不能进场 二狗反手大招 扑到了后排的双C身上 双C 拉回两人 重拾上在了Trophy身上 Trophy直接交 顺步拉开 他已经被弄化 想带人伤害 但是夜幕里边 越多追插了个盾 再反手要推两 进场 交顺步拉开 挂二 再给三 琴棘这个位置 可能要不解了 琴棘 要绕后 琴棘要被断了 快跑 琴棘完了 外人一阵王闭 一瞬间 耳音还有一段位移的 还在等 冰线全部都给推到了二塔的门口 还可以再留人 在进场 找到华金 牙齿反推 抵挥的耳音 抠手机把人飞秒了 还不错 从10这边的话 双C 能不能上升 云这边被一人 直接收拾 双克自己 再要再 再回手 还在杀 这波 OMG多大了呀 你说三折呀 怎么回事 这波怎么敢接的 这折了过后 这刚才 金歪这个压制没交 是前面团战的时候 OMG自己看到的 戳飞哥的这个大 交上去 想让金歪给他压制 但金歪没给 金歪这个大招 就是留给 要么射手进场 要么二一进场 留得太好了 来 得推 找杀肥 对 杀肥 那一波 他这个折怎么办啊 折不太好 不太好 有点拖不住这两个人 你帮你没卡住了 进不去了 来了 米州开大招 链子给上 配合着 红黎后续的输出 全被半解 想去留人 留情歪 但是应该要被红黎收了 那这波 伴随着礼貌 这波 爱想进场 二一再来 二一来了 这波的话 安娜死了 但是耳硬 脱了时间 能不能先把耳硬收了 这个蛇新稳定 拿下 不耳硬也没了 还要挑脸 这波得跑得跑了 OMG只剩下下路主得跑了 对 为了争这条蛇 确实是三个人相继牺牲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只剩下下路主 有点守不住 这前面 那个耳硬杀完宇宙 想往前冲 这个我能理解的 但是后续冲太深 导致于有点上头了 队友也没跟上 当时戳飞跟Tikko 是不在正面的 他们是选择回城 去补状态了 这个可能也确实是 有的时候打起来的时候 花金的这个大招 焦灭焦 队友应该比这些信息 没有爆出 其实 要看 冲飞哥有没有知道 冲飞哥是那个 对 他应该是稳定吃 这个大招的 他是骗压制的 所以导致于 那波是 把耳硬骗进来杀 骗到塔下 把他杀了 这波境外留得好啊 境外这个压制立大功 那时候李宁说 都杀了都杀了 骗进来杀 是的 最关键的是 又让云娜到了 四场衣 小生光速魂 才加速 双步跟上 还是红不降临 砸了后排身位 反手神乐爆栓 一套 一斩的话 先收掉一个 监狱二口之王 过后 境外叫胜不达开 过反手 想叫鸭子 鸭子位置不太好枪 米胶开大 想去打后续伤害 但是安娜还一个大招顶起来 背后交出自己的浮出 要走 这一波 MG抓住了下路 收线的时间点 打了一波反扶团 应该 还可以啊 把圣手扶掉了 蛇线就不太好 这蛇线应该就是 一个普通的线了 没用了 对 经济蛇 甚至说可以反推一下 这边的周二他 银石这个位置 现在也不太好带了 要上边走一下 这上两波团战 打完之后 以为OMG这波 啥是一气啊 结果又是灵光一线 反批 而且这上一波 收到4-1人头 一个鱼给收掉了 真的是 这经济应该是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目前又是一个军事了 嗯 现在安娜 这个阵容 往后面打 其实也能打 因为毕竟 二口加清机 后期输出也高 哎 银石加上神乐的 这个进场 真的是 有点难防 这一局 金歪的这个压力 真的很大 上一波团战 他做得很好 看一下 接下来这波团战 能不能把压制 继续留在 关键性的 这个上路 这个打野 或者是射手的身上 上路的话 已经回防一个YMG 一个人不太防得住啊 大招扑一下 还好就成现 高地这个位置 风力是很大的 小兽过来的话 里面会撞上三个人 实时胜利应该是55吧 因为这是一波团的事 链子给到 但是位置太远了 而且太大走了 这地方也不好留啊 我方防御塔已被摧毁 这位置 天亮的经济 还是安静 这边稍微领先一点 哪天左右 但是就防御塔和整体的实质情况来看的话 还是机会误开的 都有机会 实际也是一人一条 终于实际我们看到 中途一度是由OMG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但是就由于蛇团前的那波小团战啊 就打回去了 这局是一波团的事 对 谁赢这波团 谁的线就会接到到底 哎 QQ 这边吃了一个链子 还把外的大招给打出来了 两边现在阵容都是属于那种比较高伤 而且控制也是有一些的 是的 一旦说落单或者被蹲草的话 就是会有掉点 而且瞬间蒸发的情况出现 所以两边这个不管是探草还是怎么样 一定要用技能非常谨慎地去摸一下 嗯 两边探草对他挺多的 而且现在也挺难受 他进场的位置 这个金歪的画金 就盯着他 对 这个鸭子就没有给过礼貌了 礼貌对局没什么空手接白日啊 接不到 乔菲说我也很想接啊 他就是不给我 他就是不给我 我也没办法 我乔启着呢 嗯 刚才那金歪队友都被打残了 他都没有舍得叫他这个大招 就是要等到你关键人进场 而且乔菲当时那个大招是很随便 就明显是我要骗你大了 你接不接 是的 乔菲说我不接 就是不接 嗯 这波兵线被推到二打门口 下路线已经要到高丽门口了 你去的视野先站一下 嗯 倒是挺门兵线了 也没必要打太凶 是的 不过两边还在拖吧 因为30多秒 二蛇刷新 这个二蛇要定胜负了 对 这会儿 LN健不敢太凶啊 打不起来了 LN健不敢太凶啊 等一等时间 嗯 关键装也差不多都有了 花精都出了一个结婚八指镜 是 主要是这个时间吧 看似有个两三千经济的差距 但其实 因为两边的这个伤害爆发都太高了 是的 哪边先掉一个人 其实整个团战会有很大的劣势 来 小将林 打扣 所以找金牌 金牌因为有结婚八指镜 也不是很害怕 你消耗我 只要不爆打死 我都能回上来 对 都可以接受 是的 这边的话 那魔弹是被二印先掌握下来了 但是做不了过后 年兽也要刷了 可能要拖到 两个资源都出来的时间 看 这边又会像上局那样 一人一个啊 嗯 这个有可能 嗯 但从目前局势来说 肯定是 拿下蛇要更舒服一点 至少 LN健这边其实爆发不缺的 对 他们如果拿蛇线 下路是有兵线的 而且两边的蛇线 两边的防御塔都没有较高嘛 这两边是急于说破一路高地 给到对方兵线的压力啊 因为三代点也是有的 一边有21一边有OMC 好像不太好开啊 是 两边看视野的手段有点多呀 OMC这边不用说一个安娜 加上一个狠狮 不太可能被你蹲到人的 我们这样连大招找米中 米中反手开大锅 链子给到正面战场 反手挂三 然后扶出一跤 往后一拉 二口开大 这大能不打死人 挡下伤挡一下 后续伤害的话没有跟上 雷琴突发第一线 锋利也没有进场 临时这边也是断了后排的一个 小秀的身位 互相只是打了一波消耗啊 嗯 这套消耗的话 米中可能要回去一趟吧 这一趟 甚至对方少人 想尝试性的去动一下 但是这个临时很难呀 手里有大招的 神乐这个大招很关键 要看神乐什么时候 把这个大招甩出来 安娜回去不安状态了 马上来 那这边的话正面 临时也只是一个假打 再摸再摸 这个地方要真打了 李宁不能拖时间的 再拖时间他们来不及的 因为兵线压力 其实是往他们送的 小秀都没了 小秀进场直接被秒 反正就没了 李宁这不得走 李宁手里还有顺步 反正大招叫顺步拉开 以前被李猫做的 我不叫你再打 在天上没有晕 假的过去 小大招小大招没大弹来 这边在打二宝 屏幕的伤害不是很高 今晚这边只能和队友拖鞋先跑 这波二宁人一回 没人管他还行 那烟幕子怎么办呀 这死一个都不行 神心都没回去 回了回了回了 还好他比较肉啊 上路的线道能处理 但是年寿要给 要看5MG是年寿还是20了 也要给 这两个东西可以双 拿先拿蛇再拿年寿 拿蛇的话 小秀10秒钟 来不及了 来不及来不及 这波也没有人 可以帮他去看啊 就前面还说 双方其实看视野能力 都挺强的 三秒钟 反正就要进去了 反正这波就是 他的位置想去 针对方那个后排 但是对方没有后排 对方唯一的后排是KKO 你只要蹲不到KKO 云也能算一个出镜 他算是一个刺客性的射手 主要当时也说 神乐大招是没教的 他只要看到人摔一个 摔死了 这个团就好结了 神乐波有点拖大了 而且整个阵容都被打得很散 能不能来得及啊 今晚手里没有顺步 光有大招好像不太行 他看到门压 小秀能进场吗 尔文就这边 清机来了 二口平补伤害 全部先被刷被吃掉 有点残了 半血清机开大 想进场的 这边锋里反腿 没推到 大招为什么不是很好 挂三摸一 清机扶出一跤 自己可能没秒 神乐一趟不开 队友先收掉过后 恐怖降临砸到 我们的胜位 再进场会有 一时还有一段 赛斩 风铃正常反推 推回塔前 想收入耳音 转的本残 但是要先拼叫风铃 神乐被压制 但没有获得伤害啊 这边哎靠 跳远打伤害没打死 这波只剩一个小秀 小秀也是努力回天啊 中路有兵线的 有蛇线 感觉要被直接一波 是的 我们也是 可以直接提前 恭喜一下 OMG这边 把比分搬到一个 2比2 打入生死局 恭喜OMG 把比分搬入生死局 哇 这一局打得 真的是 接浪血涂 其实OMG自己 搬了不少的失误的 但是无奈 那些失误 并不是很自命啊 虽然说第一个失误 让OMG丢了 第一条蛇 但是呢 反手OMG 又把对方的鱼 给处理掉了 使得一蛇 虽然被LN剑拿到 但是没有做任何的推进 对 再拖到后面的话 年兽团那波很关键啊 面前看到小秀这种 对 它被秒了 对 真的被秒了 对 那一波其实挺伤的 因为拖了很长时间 二蛇刷了过后 紧接着这个年兽也刷了 双方其实在选择 争夺哪个资源嘛 小秀是先去的 下半段说 上面拖住 我这边看 能不能单偷年兽这个点 然后被银食发现了 后续在年兽坑接团 小秀打了一套过后 转了一个圈 结果被敦草的神乐 一套秒 对 说实话 这局 没有什么真正的后排 能让小秀去找的 小秀他更多的 可能还是想去看视野 但是没把草皮拭干净 对 确实小秀 当时谁能想到 那么后面的一个大心脏 能躲在那个地方 确实 其实是有点 Avenger估计 当时也是懵的 我们看一下 这局的赛后数据 19分钟结束的对局 输出最高的是 云的神乐 36000的一个伤害 第二高的话 是Kissio这边的一个中路 那反观LNGM的双C 其实整体的输出 也不算低 只是最后那波团战 太匹命了 是的 经济时间一直起伏不定 真的是一铺三折 就是拿完了一折 觉得好像NGM 应该是要推高了 要稳了 OMG一个波反扑团 直接把MG的蛇打没了 然后OMG反扑团打完口 MG又反扑一波 真的是一波三折 那么这局小局MAP 是给了OMG云的神乐 8-2-3的KT3战率 85% 伤害战比26% 伤害转化率284.3 乘伤战比15% 这局神乐在下路年寿的 那波蹲团 确实是直接让 让NGM是有一点措手不及的 没错 今天的话云的 对神乐确实发挥的很好 而且LNGM 确实没有拆掉 神乐家重视的组合 这个组合太强势了 我们也是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放 这首应该还是要拿炎魔 这个点 当然如果拿成师的话 可能就考虑到 Avenger这个点 会舒服一点 所以OMG这首要赌 这首得赌一下 炎魔还是要搬 搬掉了 虫尸大蛇都在场上 怎么说 拿大蛇就放虫尸加神乐 给对面 是的 你这首 拿虫尸的话 大蛇就给对面了 大蛇 从虫尸加小蛇 神乐也还没先选 还没选 也可以有机会 让LNGM拆一拆 LNGM会不会觉得 这是个陷阱 也不一定会拆 看一下 因为上一局的话 其实前中期对神乐 神乐加上重视组合 压制得蛮好的 狸猫加银食 青鸡 两边这种选得很快 看来刚才休息的 五分多钟时间里面 应该是商量好对策了 感觉这局应该打得 也会比较快 就是选青鸡小蛇 打一个大蛇 那炎魔 已经被扳了 接下来比较好切肉的射手 白狼也还在 白狼要不要考虑 LNGM这边自己扳一下 滑金 等约插机也扳 等约插机 上午这边限制的标题 LNGM好像并没有想 限制神乐这个点 神乐感觉就是 我就是要拿这个神乐 神乐我有可能就是 要直接敲了 神乐切大蛇的速度不算快 但是大蛇状态的三技能 如果突进的话 神乐是可以把它抱起来的 自己扳了 不想玩 吃波 看一下射手位怎么选啊 打快攻啊 打快攻 可能就不管你大蛇了 妖狐二口了 可能妖狐好一点 推塔就妖狐 打爆发就二口 后期就白狼 对 就是天肉 考虑天肉就白狼嘛 妖狐 妖狐啊 这套就只让这个 亲机去处理大蛇 其他人就不用看着大蛇了 看一下 LNGM先手怎么选啊 对 下路组合 现在辅助味道是 软辅还是很多啊 这里下呀 包括说匣子都在场上的 也可以考虑去打一个射合 不行就凤凰火加二口女 咱们也赌前中期 对吧 反正大蛇转线快 大蛇它是这样 大蛇它虽然好像 六级到十级的时间 也不算太强势 但它刚倒六那波 大招直接有的 那波打团的大蛇很厉害 军 和匣子 这阵容确实有礼貌嘛 就是为了保后期走了 那这个有点太厚了吧 这首薰选出来 还是满意外 会在鱼身上看到的 最近一较爱玩薰的 可能还是花油 这个薰 确实对方挺脆的 当然是这样 那个大招进去 如果伤害高的话 可能直接是灌死一个 是的 而且他其实不是很怕 自己伤害皮软的问题 因为最佳的中路 包括打野 两个输出点非常足 薰只要能补一些伤害就行了 现在我们就要补一个战盘 对 现在伤害到中路期的话 需要一个战盘去贴一下后排 搬得挺死的 能源插鸡九次凉 风鼻探指狼 没有太多的战盘可以选了 你再往后面像阿修罗这种 可能说再往后面搓了 但是 但是感觉就是都差点味道 阿修罗打大蛇有点灾呀 真的就是差点味道 就能搬得挺多的 挺死的 好像回到了刚才第二次 就是抽费哥 清房主是吧 对 费逼选清房主的感觉 现在的话是属于 那清房主也打不了银石 打不了 我们其实见过 对啊 这个也打不了 我们见过他打一组打不过 打银石其实也一样 这俩他都现在真打不了 选一个能打他俩的 这剩下的 上路真不多了 我们数一组吧 一个也数不算 犬神 犬夜叉 然后医护三满 三个 医护可能还稍微往后放一放 就是犬神跟犬夜叉 可能确实好一点 大夜玩 大夜玩也能带 至少不太会死 因为他会出到一个半肉 甚至说 一件数时装直接转肉 不过这局的话 应该是要换线的 因为这局 铃猫选是来大夜玩 打线的 打铃猫还挺舒服的 正常这件的话 妖狐这边肯定会对薰这边有很大的压制力 要看安剑这边怎么抉择了 如果说就是想放线 保着薰的发育 那肯定是放线 但如果说为了克制一下对方的快速推进 那么硬着头皮 让犬猫上背的坐点牢 小背在上都打一下 这个大夜玩稍微有一点说法 就是不管是这个薰的大招过来 还是这个大蛇的一个大招过来 其实是可以关一手的 这个能不能关到 我们要先打个问号 但是能关到肯定是好 关不到 薰那个确实 它的路径虽然固定 但是速度蛮快的 要看你的预判 要看你的预判 这个就是挺看手速的 这一局这个阵容 确实是放的也挺多的 该放的也都放出来了 什么大蛇虫师 放的都放了 但不在一边 那这样的话 VMG后手其实拿轻机 也是我们常说的 能克制到大蛇 稍微的单体爆发高一点的 对 这家里家还有一个虫狮嘛 整体的转线节奏也挺快的 要不可以虫狮 老师常常的压线组合的 反而是李宁这边整体的阵容 需要的发育时间更长一些 是的 大蛇到六的那一波直接有大招 那一波的一个团战 还是比较强势的 但是第一个大蛇的 大招放完之后 会进入一分多钟的一个批软期 这个时间点 还要看这一局中的资源刷是什么 很重要 是的 我先一来到MG这个MGM的生死局 我是分享几回报 大家好 我是当初看一下这局生死局 两边的一个发挥造成功课 我是觉得MGM要不考虑要换性 但是如果说为了保证于鲤猫的发育 他就不换性了 两人的阵容会是女人 这两个儿到后期还是蛮肉的 但是我想了想换性还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鲤猫打大跃丸也挺难受的 背景 还不如去抗这两人的 只是说推塔稍微快一点嘛 但是不至于被鸡杀掉 那这样的话是换线了 换线成功 同时压一下大游玩的发育 逸琳也是看到了 这样匣子可以先帮忙中度轻压线 大蛇轻线本身自身就快了 对 我要再帮忙轻啊 这波待遇很好 是的 他现在想让薰快速升级升二 应该是想压一波线的 也去做坏事了 玩化金的时候就勾麒麟 玩其他的软斧的时候就勾野怪 拉扯 一直在骚扰 那这波应该很难拉脱了 不过 Vite这边的话 也是有中路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线圈 Coffee也知道 我现在上线也是S 我不是等一会了 现在再回到线 线已经被推到塔前 这波 以为是要去包一下匣子 看来还是回去了 还是真打野的速度比较重 这波 这波 换线之后的话 LNGM的薰加上匣子的对线压制能力也不错 他们的掐打速度也不会慢的 Vite直接下来 点他 这游戏有点难受啊 点亮要保持健康一点 升二的还行 现在看小修这边摸达木蛋是要往哪边走 有动向是要往下靠的 反野了 是的 这波反野的话野区全都可以吃啊 这波摸定身 但QQ这个位置手里还浮出也不好去动手 是的 这边的话 逸琳看到但是已经打完了 感觉烟雾只得跑不跑自己也挺难回下来 对 而且队友后置为这波包夹的话也包不到人啊 有点难受 也看到了 走吧 这个小野怪感觉二鹰应该是放回去了 这波二鹰挺坏的呀 反了一个野 而且自己家的一个上半野的话已经清掉其林了 对方没法反了下半句话没刷呢 嗯 住别人家了 这是还要骚扰 黑 也是让自己多一个其林 这波也是 想抢想抢 对定身给到之后的话 这边完全确实开局是比较难受的 是的 这这下半野区写着omg的名字了 量子给上 对一摸一摸一摸 现在二一就很忙 他就是很忙 因为自己家野区还没吃 哈哈哈忙着去吃 我把线换回来了 我完全现在没事干了 他只能说帮忙下路去解解线 现在把线换回来了 你看我们上卡其实拆的会更快一点 毕竟大野丸还是比林猫要吹很多的 是的 扛不住啊 对面这揍我的速度太快了 这波的话 林猫要来中路上面的蹭一下 拱一拱局势 然后再回去 是 现在确实你要让一个野河去这个偷线的话 你只能让他单吃线 是 然后你自己再去跟其他线分 不然的话经济太低了 打野的经济太低了 判线过后 双方是走对位的话 云这边经济稍微高一点 波冰吃完过后差不多吃进去 毕竟还是从事加上妖狐的一个组合 对线能力还是很强的 一直往里面压 压不进去啊 这这俩人不给 这强行踢一脚 对 正常对线的话还是比较难 这会的话大蛇也是快要到六级了 但是PQ这边更快 配合二硬啊 直接来动烟人火 对方没有太多的一个反击 还是有五级啊 好像不太好来啊 请来看一看 特别是给到定身好像也没有办法 这个烟火只能是给到OMG的 是的 还是前中期的这个反野让完全有点难受 Wiite这边其实刚才刚到六嘛 他的那个不迭之力是满的 可以直接给大 战斗力很强 可惜少一个打野的大招 是的 大蛇这个状态 这波线起完要走 而且这波盛气楼 怎么说感觉OMG是有机会的 烟火只能也差一个冰才到六 这两边感觉 李宁这边关键人都差一个关键等级 刚才是银石没到六 这波是林猫刚到六 好在OMG现在也没有急着说 要把这个圣骑龙拿下来 视野还是在慢慢的平铺的 看到烟火buff给到虫师身上 还是想去带着射手吃一点 对 因为因为虫师的话 他其实去放那个烟火的buff是无伤的 他挂在人身上往前飞一飞 就可以放出去了 是的 墙下大不大了 所有人都来了 这波其实OMG不能着急 大蛇这波是有大招的 战斗力非常强 MG这个状态 米州这个状态 感觉再强他也得先回去一下 还好 因为他如果能放出大 不被秒放出大的话 他那个血量会回大紧 那就得看狸猫了 能不能放出来就得看狸猫了 看平时的情意如何了 这情意不太好 这大招应该放不出来 这会儿狸猫有点难受啊 YNC才六级就开始放线了 没地方给他吃 下约完去上路 没人管 这是一波机会 但是耳音这边先把身体肉的筹 先拉一下 李宁这边要接 想进耳音手里是有降服的 想尝试现在去抢一下 有技能的大招 进后排身位 要接这波 这银石拿下是你的关手 光尔 耳音转得很残 大招刷可能直接被留 银石拿下处理之一 侧忆这边呢 重拾开大招 断了后排身位 先收匣子 光尔任时子没有中 米州技能还有 还能再吸一手 能不能吸回来 有服出 服出解了 那后续没什么威胁的 这一波的话 又小秀的阵亡 那么终结过后 经济也是拉回来了 变成持平经济 但圣起楼是给到李宁了 对 李宁这边其实赚的 还蛮大的 收一个人头 加上稳稳地拿下圣起楼 并且的话 上塔刚才是没有 被戳飞哥拔掉的 因为他是用一个神情 及时赶到了这边战场 他害怕万一 觉得他那点伤 对 真的挺怕的 因为这个时间的话 Vite这个蛇的不足复力 给到的大招 伤害真的很高 这个打不打被抢了 有点难受 这降服是省了一下 还是被戳飞给抢了 被一个上位给抢了 打野完平时都只在 打野被上面 可能抢了也就抢了 这次在上路也被抢了 这波的话 看下上打能不能拆掉 林宁已经回去防守线了 中路的话 第一波大折大 开的也算比较成功吧 配合队友也是产生了击杀的 现在已经是六分钟之后了 可以停下 林 通过火 华一 男手 武剑炼狱 砸中过后 水楼弹也是扔得下来 扔完过后 TRAFF的状态有点残 这波没伸压 嗯 还行 你吸回来一些 林这波其实打得还挺保守的 他害怕万一对方 这个时候小修过来 进行一个混包 对 除非的话 今天应该算很 整体来看肉度 也不是特别高啊 所以这两个人 对他还是蛮有威胁的 林 感觉还是很执着 又要去摸大蛇 对 但是感觉现在去摸大蛇 作用不是很大 大蛇现在这个时间 唯一的任务就是 把自己的腹节之力囤起来 赶紧囤到满格 然后再去 看下一波团 我只要腹节之力是满格的 你就不敢 跟我轻易地开 这个5v5的团战 现在反正就是把线轻了 轻了我就回塔前挂着 在70%左右的不得之力了 再捆一会儿 目前经济的话 500块钱的优势 倒也不是特别大 薰这边对位经济 跟云也只差100块钱 一两百块钱 是的 下一条夜猿火 已经刷新了 这会儿 延安建米也是提前的过来 进行一个不适业了 两个人都是没收手 这边烟火动得 想动一下 不敢进去 这进去感觉好像不好打呀 还是赶走了 这边不想拼 L1战还想稳稳地发育一下 然后等 White有大 这波再来参团 White这边不知道大招好了没啊 待会儿可以看一下 他的那个能量条 小文子这位置在拼人啊 在等人 鸣猫这位置 做一个防守 两边其实现在都不敢正打 而且下路可以看到 鱼跟云是拼了一波的 所以这边状态不是很好 第一脚的话两脚人就半血 反手要大招下来 加一技能魂魂降临 大手有大的 同时的大招也打得出来 不见了鱼也直接放得出来 放逐弯了过后 这波OMG应该要往后走一下了 没什么技能了 是的 而且亲戚已经回中线了 直接回去放弃这个 夜元火的争夺 因为第一条夜元火 是OMG打的 所以这条也不是说 我一定要不放 还想进来 四弹一下 二三摸一套 烟火 鱼石先拿下来 下塔的话 鱼也是单吃掉的 塔拆完 要动了 稍微互换了一下 自己的一些中立资源 是的 不过这个夜元火的buff 拿掉之后的话 鲼也可以反手看一下 去拆一下对方的上一 或者是中下一塔 都是可以考虑的 感觉上塔是有点想拆的 但是要稍微等一下 云这边的话 5600的经济 鲸鱼5100 差距倒不是很大 还在往后缩 马上升起楼要 十几秒升起楼 这波OMG可以找机会了 中度的话 一直在限制于 大蛇的一个身位 大蛇这个大招 很难被骗出来 感觉这个地方 米洲这局 其实大招应该会 拿捏着比较稳 对 才会第一时间放 现在是他的第二个大马 对 我们看到他囤了 已经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囤满了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但目前为止 还没有去使用过 包括上路的那波 夜元火的争夺 他其实是有机会开 然后去尝试性 用自己那个二技能 去拉人的 但是他没有开 他也是想保证 就是兵不雪刃 不交自己大招的情况下 能把这个野怪拿下来 是最好的 而且当时OMG 其实也没有说 一定要去接这个团 因为几个控制性技能 交完过后 耳音状态也残了 就都走了 这一波的话 夜元火拿完 整体要看 接下来这个夜元火 buff能不能把这个塔推了 包括升起楼 马上就刷了 对方是有一条的情况下 OMG 这一波应该要 稍微去断下节奏 毕竟对方还是一个熏 你跟人家拼后期 好像也不太好 当然说自己家 是有一个亲鸡 加大月丸 也能往后期走一走 但熏的这个定点 大招的伤害 感觉还是挺痛的 是的 并且的话 这局 即使熏的伤害 稍微低一点也没事 因为对方确实有一个银石 加一个大蛇 两个人的伤害 也是非常高的 后期的话 跟对方去比拼 一个伤害也是够的 而且目前的经济来说的话 OMG领先不多吧 小一千 也是因为在前面推塔 包括妖狐这个点 他们可能有一定的领先 但是这个领先 都是在为10分钟左右的 这个大蛇团做铺垫 如果蛇团没接好的话 这个经济领先就没了 泡沫经济了 确实啊 而Vite这边这个大招一直不交 可能也是为了 接下来的大蛇团战 去做一个准备 圣球打得很快 半写练子提前 是给到燕姆子 要抢 要清场了 摸一下 还是硬是拿的 恐怖将军打响了 大蛇后面还打 燕姆子阵王的一瞬间 耳听也没了 反西找正面 再口喷 收着卡尾 瓦三往前一收 三技能往前 云也没了 二技能拉回来 一个QQ 只有QQ仓皇而逃 感觉蛇也没了 对 这波的话 是打了一个一万四 对燕姆来说很赚 并且降服拿捏得很稳 刚才圣气楼 也是成功的被银石拿到的 你看这波 这波其实 OMG 知道对方大蛇 有大的情况下 没什么资格 跟对方接 这个圣气楼团战 是的 而且燕姆子是 一瞬过后 晕住了关键的三个人 对 燕姆子那个大招 打得非常好 嗯 他这样的话 蛇也直接给到燕姆子 的话 就刚才 说什么来什么 这一波团经济反超 而且 接下来的团战 勋的这个经济 已经是比云高了 是的 接下来的推进啊 还会给 LNGM带来更大的一个收益 这局并且是 玩到了一个软服 匣子的境外 更好的能够保护一下 自己家的勋 即使是勋这边 被戳匪哥的放逐 真的放倒了 来 先多放逐 对 拐车在旁边 这一瞬间也是可以 吞一下 M字不足 加大招 结束 勋反手大招 定点消耗一下吧 所以这边的 银石 银石的危险 银石 走一下吧 还有黄狮 银石的血 拉下加卫宜 同时一个大招 死血上身 配合着后续的队友 先收掉耳叶 死血了Trophy 还是二段一 结束过后 被一技能的大蛇 直接喷死 是大 这波OMG 想趁着大蛇 没大招的期间 跟对方打一波 结果伤害不太够 第一时间 没有把弯就灌死 弯却反手一个大招 吸血吸回来了 吸完过后 这个团不好接了 对 下路线也来了 中路线也到了 而且叶木子马上 银帽大招快好了 已经好了 这波高地 不好守啊 对 这个兵线也有点多 本身 中路选择的是一个轻击 轻线能力就非常的差 这会还掉了一个 说费哥 看一下下团的分手 下路高地 先踢一脚 弯却往后顶一下 第一波线还是能往前顶的 半血 下路的高地 也是利用这波线 已经摸了半血了 是的 很快 大招一套 重拾它 灭掉了 爆死 这就是定点爆破了呀 这样的话下路高地就没了 没办法 这波重拾下来也没用 因为刚才那个标记 是标在云头上了 是的 打动了 对的 它是一个 跟踪倒弹 它不会被分担 那这样中路高地也没了 两路高定进破 而且是第二波蛇线 还能守吗 这两个人守线能力很差 两波线进场 想要一波的 发费想往前顶 小秀踢脚耳音 自己一脚把自己下沉的排线 配合着兵线 感觉要一波 无间力放逐一下玩家 把正面的全部赶走 天亮的恐怖下 给撒下 撑手过 大拳有大了 大二三加薰 第二个大招 定点二次爆破 配合着 普通兵线 应该是要直取大 爷爷们 恭喜安剑 熬战武军 拿下大场的胜利 恭喜他们 拿下一个大场分 那这样的话 离他们的一个 比较稳的前四 就更近了一步了 觉得 这一局 打得其实挺快的 一蛇就定了胜负 不过也说了 从整体的BP来说 在最后期也说了 阵容选的 OMG这边 就是打一个中期的 一个轻机 加上一个妖虎 如果中期没打出 特别好的效果 你往后面拖 有点难的 是的 而且很多的队伍 他们去玩一个 八级大蛇 没有效果 很多情况下 是八级大蛇的那个大招 在不适宜的时间 被骗出来了 对 但这局的话 其实感觉 外牌掌握得非常的好的 捏得挺死的 对 每波开大招 都有人头收获 是的 就是一波是在 六级的时候 第一波六级 升起楼的位置开 然后第二波 也是在 也是在升起楼 两波都是在升起楼 复刻了一波 团战过后 直接是同样的 把UM技能全部冲洒了 那两波直接打完 然后就转舌了 时间刚好是 接得很完美 升起楼一结束 就到舌团 舌团打完过后 就直接一波了 这个确实也是 前面也说了 你把大蛇放出来 没有怎么去压他 也没怎么去管 这个大蛇的发育 是 而且还在对方 有大的情况下 跟对面直接去接 这种阵地的团战 也没有拉扯 是的 我们看一下 这局的赛呼数据 12分48秒 结束了对局 输出最高的 是大蛇 27000的一个伤害 其实Kiko的小蛇 青鸡也不抵26000的 但是没办法 你大蛇直接开着大招 就相当于 给自己增加了 一半的一个血量 是的 虽然你处理大蛇的速度快 但是青鸡就没有办法 处理其他人 然后后续的话 熏的经济起来过后 可以看到 那个大招定点爆破 确实是 没有办法去防守 后续的伤害了 而且从整个盛气楼 大蛇防御塔 因为结束比较快 所以说 在双盛气楼的情况下 都给到蓝键 MG正面输出 其实差了很多 经济面板的话 其实一直属于一个持平状态 相互之间 一千多的经济差 也都是源自于 在费塔跟一个 兵线上面的拉扯 但是随着那一波 盛气楼团结束过后 就直接一面倒 是的 看一下 MAB给到的是 White玩到一个大蛇 206的KDA 73%的参团率 参战比高达30% 哇 它全上战比也很高啊 也有27% 那确实大蛇 作为一个中路来说 它算一个滑坦 它是可以承担 不少的一个伤害的 对 它开大过后 又热 输出又高 而且控制又多 是的 整体 就其实 今天这一局能放出来 也是OMG在赌对方 自己能拿得 更好的阵容体系嘛 是的 我们也是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放 对 好 看完了精彩回放 这局其实时间比较短 是应该是五局当中时间最短的 因为有一局是13分钟 这一局是12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这个有一点意犹未尽吧 因为我觉得已经都到了最后的生死局了 应该大家会打得更多的花样出来 结果反而是用这种一波团战 就直接草草收场 显得有一点点意犹未尽 但是从最后一局可以看出来 这大蛇啊 虽然说有些队伍应该是研究了的 但是并没有研究 就是YMG肯定也研究 但是肯定是没有那么透彻 就是像这个局势当中 大蛇其实前半段过得还比较舒服 没人去针对他的 银石呢是在一直发育 但是小秀呢 好像也没有在银石发育之间 先说疯狂去找节奏 对方呢也在疯狂地换线嘛 找去这个节奏也挺难去抓的 最喜欢放大蛇队伍应该是踏云 出IG 因为他们会让当时MDD还是打野位嘛 会让MDD去玩到一支柱 然后中路的话可能玩一个轻机之类的士神 两个切肉的士神的话 是足够迅速地处理掉这个大蛇开大期间的一个肉猪了 对 就是可以看到今天是最后一局 大蛇开大那段时间太无敌了 已经很难去处理掉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蛇开大过后太大了 这个威慑性 它那个威慑性确实是也有点视觉效果上的冲击 它即使啥也不做就站在那也挺下缘 是的 就那个确实是有点恐 而且它在关键的资源团的时候 你看到那一波就是圣球一打完转蛇团 本身状态应该是惨的是有机会说去骚扰一下 但是因为有这个八旗大蛇的这个存在 所以导致这个效果就会很明显拿蛇很快 而且也没有什么debuff的效果出来 是的 这一局的话 OMG可以说这个阵容拿得比较中规攻击 导致它们没有特别色彩的地方 包括说上路最后给抽费哥又是选择了一个大跃玩 但是大跃玩因为第一件也是阴阳转流的 比较偏这个输出 所以抗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还没有把单带打起来 就经常看到抽费哥这边被一个人被两个人抓 直接抓死 一直在被抓 Trophy今天其实过得挺惨的 是的 那我们的赛后采访已经准备就绪了 让我把金刀给到主持人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本场的主称称子 我们今天请到了MGM的射手选手鱼 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MGM射手的鱼 欢迎鱼吧 今天也确确实实又是这个熬战五局 然后拉满一下比赛的胜利 也是这个非常非常有点小波折了 现在赢下来感觉怎么样呢 感觉也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很艰难的赢了 是就是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好的嘛 那我们也是聊一下今天的比赛吧 其实第一局感觉是有一点点被对面的节奏带着走了嘛 所以第一局可能是在哪里没有处理的特别好 或者节奏点没有特别对嘛 因为我们上周也当时没有找到机会嘛 然后我下路有机会 当时没有想着靠我们这边打 所以说可能会稍微有点难打 就是整体来说可能当时的重心判断没有在你们这边 对的 好然后就是来到第二局 第二局在BP上怎么当时看到最后是给米洲选了一首比安花 当时其实他的亲戚还在外面 怎么会做比安花这个选择呢 因为白米洲说亲戚不怎么好用 然后想着用比安花打团战就好了 但是比安花可能去逊色一点吧 所以后面我们也是有注意到有一局 他也是拿到了亲戚 就是可能比安花经过实战没有特别好用了 是的 然后就是看到那一局焦老师 哇9-0-1的一只猪 他这个一只猪怎么发育的这么这么肥啊 就刷野造饭 造饭可以的 确确实实实 他这个一只猪确实不管是前期的发育 而且在后期也是打出来效果了嘛 然后就是看到就十二分钟OMG是偷了一波蛇 当时咱们是有一些优势的 感觉今天OMG好像有两波就是偷资源嘛 所以说咱们可能在视野上 哪方面是没有关照的特别到位吗 就当时我们下半区说狸猫和猪头 是猪头吧 应该就是想着把那个下路压嘛 然后我们上半区是没法站视野的 给他们找到空间的 可能是下路压力没有给足吧 还是先反映了一下自己下路的一个视野和压力的问题 然后就是来到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其实是你先被开到 但我看到你顺步拉开 然后那一波咱们直接反打 打了对面一个团面 那一波其实还是非常帅气的 所以当时咱们的沟通是怎么样情况的 沟通是觉得能打 然后就全部反打了 就是因为确实是 他们一开始可能技能开到你身上 但你顺步拉开了嘛 所以后续这个伤害 其实对面也不是特别足了 也是可以打的 就是来到第三局 第三局 叶木子的炭志郎跟你的这个神乐配合的太好了 好吧 他的那个推和你的那个转 太不错了 就是当时十一分钟 OMG是想要约你的二塔 然后看到叶木子直接一个神星往后一推 然后你一转转了三个 那一波当时的语音沟通是什么样的呢 那一波他们想约我们的时候 我们化金是有息的嘛 然后我们是 神乐加化金是双压嘛 然后炭志郎说他也能到 然后就反推 我们就反打了一波 这三个人的控制相当于连在了一起 是的 然后就是十四分钟下稿 看到炭志郎又是推到了对面的KQ啊 然后直接扛塔去推的 当时他有在语音里呼唤你们什么 或者你们有在当时怎么说的吗 他当时我们就想开一波 因为上高地嘛 要开一波团战嘛 他就说上去试一下去开一个 然后就把中弹开过来了 那你们当时有想着说是 当时想的是只是把高地推掉 还是说有想着可以一波呢 就想着把团打起来 先把高地推了再说 就是先打团 然后把高地推了 再没有想到那一瞬间就一波了嘛 是的 肯定来到第四局 第四局其实咱们LNGM前期 也是有些小小的优势的 但是可能哪一波没有处理的特别好 结果被对面抓住机会了嘛 因为我们那波夏洛斯巴尔 好像没有沟通好了 他们觉得能打 但我们俩是跟不了的 然后导致他俩死完之后 我二孔就跳上去 送了一个大的 当时有点着急 然后没有想到自己也送进去了 对 但是其实还是整体沟通 可能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那也就是来到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好快 感觉你们中间调整了很多 就是很快 十几分钟就赢下了比赛的胜利 而且节奏非常的顺 有做什么调整吗 当时 就找一下问题嘛 然后最后就主要是对面 可能稍微给了点机会嘛 因为失误了嘛 我们抓到机会就很好赢 还是你们可能抓到 对面失误的一个点 其实今天不管怎么样 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但是我觉得赢下来 而且赢的还是比较漂亮的 所以说也是再次恭喜你们啊 也是非常感谢 余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一起把时间交换给节奢西